大家好,欢迎来到His Aleph 公元前207年农历十月 按照当时的历法,这十月正是新年一时 而此时的中国恰巧也迎来了一个辞旧迎新,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 秦国的末代国君秦王子英 如今是一身的素服白衣,毕恭毕敬地站在了咸阳城外的义道旁 等候着关中新的主人 子英脖子上挂着的正是那枚象征了当年秦始皇 功过三皇,德配五帝的传国玉玺 而如今的秦国和迎姓家族却是命随年欲尽 身与世俱望 分六世之渔猎,最终却不过是繁华梦一场 至于义气风发,纵马而来,接受子英投降的 正是未来的大汉帝国太祖高皇帝刘邦 所以从公元前207年农历十月开始的这一年 在中国历史上就被记载为汉高祖元年或者是汉元年 不过这时候的刘邦还远不是一言九鼎的大汉天子 他只不过是当时天下诸侯之一的楚后怀王麾下的一位武安侯而已 不过当初刘邦奉命率军西晋关中的时候 楚后怀王曾经当着楚国满朝文武的面宣布 先入关中者为王 因此在接受了子英投降之后的刘邦 还是以未来关中王的身份向关中父老们宣布 杀人必须要偿命 伤人还有偷盗必须要接受惩罚 除此之外 其他秦国所有的法律全部废除 这就是成语《约法三章》的由来 当年刘邦还只不过是沛县四水亭的亭长 奉命押送姚义来咸阳服役 那时候他第一次看见秦始皇出巡的庞大车队 当时刘邦就忍不住感叹道 大丈夫当如是也 如今觉得自己即将成为关中之王的刘邦 在安抚好了百姓之后 就想住一住秦始皇的咸阳宫 实现一把大丈夫当如是也的人生理想 好好享受一下秦宫的锦衣玉食 美女佳酿 刘邦的连金樊快一看 这可不行 那得赶紧劝谨 要把主公从这看似是温柔乡的英雄种礼挽救出来 只可惜刘邦不听 于是樊快只好去求张良帮忙 这位张良当然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刘侯张良 和其他那些辅佐刘邦建立大汉王朝的不一将相们不同 张良可是正经的大贵族出身 他们家是武士韩相 张良的父亲曾经作为相国辅佐过两代汉王 张良的爷爷也曾经作为相国辅佐过三代汉王 所以后来韩国被秦国灭亡 张良散尽家财招募此事 在薄朗沙刺杀秦始皇 可惜功败垂成 最后只好去投奔了楚国名将相燕的儿子相良 正是在去投奔相良的时候 张良在路上结识了刘邦 张良很敬佩刘邦的气度 刘邦也很仰慕张良的智谋 于是两个人就结成了一种 半君臣半朋友的关系 后来在相良的帮助下 张良拥戴韩国公子韩成称王 恢复了韩国 所以等到刘邦率军西进关中 路过韩国的时候 张良就作为韩国的司徒 也率领一千多韩兵 追随刘邦一起西进关中 所以这时候的张良 并不是刘邦的部下 而是作为刘邦的盟友 说话那自然就更有分量 所以凡快就去找张良帮忙 最后还真是靠张良的一番劝谨 刘邦才幡然醒悟 下令封存咸阳所有的宫廷府库 自己也和部下将士们一起 驻军霸上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消息传来 楚国的长安侯项羽 亲率四十万诸侯联军 攻破了刘邦派兵驻守的寒谷关 杀入关中 如今就驻扎在了距离刘邦 大上军营不过几十里的 细水以西的鸿门 这位项羽正是刘邦的老领导 楚国的上驻国 武信军项良的侄子 按说这项羽和刘邦 同朝为臣 一个是楚国的长安侯 一个是楚国的武安侯 而且据说俩人还败过把兄弟 那项羽为什么还要攻打刘邦的部队呢 这还得请您听我从头说起 当初项良因为轻敌大义 遭遇了秦军的突袭 因此兵败阵亡 不过此后的秦军并没有继续攻打楚国 而是掉头北上去攻打赵国 因此楚国在恢复了元气之后 就开始想着要继续发秦 可是因为项良阵亡 给楚军上下造成了极大的阴影 还敢出兵和秦军交战的 就只有刘邦和项羽两个人了 不过当时楚国朝堂上的几位老臣 他们都反对项羽率军发秦 这几位老臣就对楚后怀王说 项羽这个人为人残暴 弑杀成性 当初他攻打乡城的时候 就因为人家不投降 所以城破之后 项羽就把全城的人都给活埋了 像这种屠城的事 他还干过好几回 而且项羽的爷爷项燕 叔叔项良 都是死在了秦国手里 他对秦人恨之入骨 这要是让项羽带兵去关中 一路上他得屠多少城 杀多少人 这得给楚国结下多少仇恨 给楚王损伤多少威德 所以不能派项羽去 而刘邦宅仁厚 是一位宽厚长者 如果让他领兵 那这一路上一定能做到恩威病师 其实这秦国的老百姓 也是深受秦法迫害 受尽了苦难 如果能有一位宽厚长者来拯救他们 即便是秦人也会主动归顺的 楚后怀王觉得几位老臣分析的很有道理 因此下令 以清子冠军宋义为上将军 项羽为副将 率领一支军队 北上去救援 正被秦国攻打的照顾 而刘邦则另率一军 西晋去夺取关中 因此等到后来 项羽发动兵变 杀死了宋义 然后又在巨鹿之战之中 破釜沉舟 打破秦军 成为诸侯领袖的时候 军中早已经落入到了刘邦的手中 所以项羽才会对此愤愤不平 再加上后来 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商 背叛了刘邦 他写了一封密信给项羽 说刘邦想在军中称王 而且还要立末代秦王紫英为宪国 本来就恼怒于刘邦 对紫英那更是恨之入骨的项羽 读了曹无商的这封信 当然是勃然打怒 立刻传令 命令全军将士饱餐一顿 明天天一亮就出兵攻打刘邦 这时候有一个人着急了 他就是项羽的叔叔项伯 项伯和刘邦并没有什么交情 不过他和郑羽刘邦在一起的张良 是多年的故交 张良还救过项伯的命 所以项伯就一个人悄悄的趁夜出营 悄悄的来到坝上韩军的营地 找到张良 把事情大概跟张良一说 然后就让张良连夜拔营 跟自己一块去投靠项羽 反正项羽要杀的是刘邦 张良是韩王的司徒 又不是刘邦的部下 千万别跟这一块玉石俱焚了 可是项伯显然是和张良分别已久 不知道如今他跟刘邦之间 惺惺相惜的这份感情 听说刘邦有性命之忧 张良当然不能坐视不顾 他就跟项伯说 我是代表韩王来陪同刘邦 讨伐秦国的 如今他有难 我怎么能一声不吭就走了呢 于是张良还是执意去见了刘邦 刘邦听说项羽要集合兵马 攻打自己 当然吓坏了 赶紧求教张良 张良就说 您啊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跟我一块去见项伯 告诉他 您也是项良公生前救部 绝对不敢背叛项家军 然后再请项伯从中说和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场争斗 于是刘邦赶紧让张良 把项伯请到了自己的营中 刘邦亲自为项伯针灸 跟他说 我虽然侥幸先入关中 但是进入咸阳之后 就立刻下令封锁府库 等待项羽将军入关来处置 我当年也是深受项家大恩 怎么能背叛呢 项伯也是一个心眼不多的人 他听刘邦说的恳切 也就信以为真了 不仅提醒刘邦 第二天早点亲自去项羽营中谢罪 而且还和刘邦约为儿女亲家 等到项伯回到自家营寨之后 一番劝说 项羽也同意不发兵攻打刘邦 先听听他有什么要解释他 等到第二天天一亮 刘邦就带着几个亲信 还有一百骑兵来到鸿门 拜见项羽 刘邦一番说辞平息了项羽心中最后的那点怒火 项羽不仅和刘邦重修旧好 而且还随便一句话就把给他写密信的曹无商给卖了 然后项羽就说 让刘邦留在营中一块吃个饭 这顿饭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鸿门宴 其实这场鸿门宴应该算是项羽对刘邦的最后一次考验 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讲究尊卑上下的国家 这种细节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餐桌上 中国的餐饮礼仪讲究的是上左尊东 吃饭的时候坐西朝东的座位最尊贵 被视作是主位 其次是坐北朝南的座位 也就是主位的左手边 然后是坐南朝北 最后是坐东朝西 按照常理 刘邦和项羽都是楚王麾下的侯爵 应该地位平等 那么刘邦作为客人应该坐在主位 以示尊敬 但是九宴开席之后 项羽却直接坐到了主位 然后项羽留给项羽的谋臣 被项羽尊为雅富的范增 坐在了次席 只把坐南朝北的位置留给了刘邦 而刘邦也很自然地坐到了这个位置 刘邦坐在坐北朝南的这个位置 这举动本身就表明 刘邦承认项羽的地位比自己更加尊贵 其实也就是承认了项羽诸侯罢主的身份 毕竟当初巨鹿之战以后 众家诸侯拜见项羽 悉行而前 莫敢仰视的时候 刘邦并不在现场 所以今天算是在这鸿门宴上 补上了这份君臣之力 所以项羽对于刘邦臣服的态度非常满意 也就没有了要杀刘邦的念头 可是范增不甘心 他认定刘邦将来一定是项羽最危险的敌人 所以他悄悄离席 找来了项羽的堂弟项庄 让他假装在九夕宴上武剑助兴 找个机会杀了刘邦 这就是成语项庄武剑意在佩公的由来 不过因为项羽已经没有了杀刘邦的念头 再加上项羽和跟随刘邦同来的繁快的保护 项庄的刺杀没能成功 而刘邦也在九过三巡 菜过五位之后 找了个机会 尿顿逃生 逃回了自己的军阳 降服了刘邦之后 项羽召集刘邦 还有其他几位随他一同入关的诸侯和将领 分封天下 项羽自称自己是西楚霸王 成为了众诸侯的领袖 除此之外 项羽还册封了十八位 在他看来 在灭秦战争中立有功勋的将领 为诸侯王 其中刘邦被项羽刻意分封在了偏僻的巴蜀汉中之地 称为汉王 原本是项羽主公的楚后怀王 项羽先是假惺惺的 遵他为异帝 然后就指使项家军部将出身的九江王英部派人在称帝暗杀了楚后怀王 楚后怀王死后当地的百姓可怜他的遭遇 所以就好心将他安葬 后来刘邦击败了项羽建立汉朝之后 专门派人来建立墓地进行祭祀 这就是今天湖南郕州的异地灵的由来 为了监视刘邦 项羽在关中地区分封了三元秦国降将 就是雍王张寒 赛王司马新和翟王董毅 从此之后 关中一代也就有了三秦大帝的雅成 刘邦知道自己的实力远不能和项羽抗衡 所以为了让项羽安心 他在带领部下到达汉中封地之后 就派人烧毁了连接汉中和关中的战道 表示自己无意北上争夺关中 其实刘邦虽然失去了关中的所有权 但好歹也还是十八路诸侯之一 这普天之下比他收获更少 对项羽的分封更为不满的还大有人在 比如陈瑜 这陈瑜原本是赵国的成安军 和赵国的成都军张尔是结拜的兄弟 一同辅佐赵王歇 但是因为张尔在巨鹿之战之后 跟随项羽入关 所以被封为长山王 而陈瑜因为没有追随项羽 所以只是获得了南皮三线之地 陈瑜觉得自己和张尔资历相同 功绩相当 可是项羽却厚此薄彼 太不公平了 所以他就派了个门客 去游说齐国的田荣 因为陈瑜知道田荣对项羽的仇恨 那是远在自己之上的 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 他率先在齐地起兵反秦 很快就控制住了大部分齐国故地 但是和陈瑜一样 田荣也没有亲自去臣服项羽 追随项羽入关 不过田荣派了他的一个副将田都 带了点兵马 跟随项羽西进伐秦 结果等到项羽分封天下的时候 田都被封为了齐王 而作为当时在齐地兵马最强 威望也很高的田荣 项羽什么封赏都没给 田荣得到这个消息 当然是勃然大怒 再加上这时候 陈瑜的使者来到齐国 在田荣面前 那也免不了是一番的添油加醋 于是田荣干脆直接出兵 击败了田都 然后一不做二不休 把项羽在齐地分封的另外两个诸侯 纪北王田安和焦东王田氏 也都给杀了 占据了整个齐国故地 自称齐王 然后田荣借兵马给陈瑜 帮助陈瑜击败了长山王张尔 占据了赵国故地 然后陈瑜就拥戴他的老领导赵王歇 重新荣登大宝 而陈瑜自己被封为代王 以赵国太傅的身份 执掌赵国军政大权 这时候距离项羽分封天下 仅仅过了四个月 作为天下霸主的西楚霸王 眼见自己分封的诸侯 一个接一个的被干掉 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项羽亲自统帅大军 讨伐田荣 田荣兵败阵王 然后项羽就分封 战国时代末代 齐王田建的弟弟田甲为齐王 可是等到项羽的储君 刚刚撤出齐国 田荣的弟弟田衡 就召集起了一只兵马 击败了田甲 项羽没有办法 却都再次亲征齐国 然后西楚霸王和储君的主力 就陷在了齐国这片战争泥潭之中 而这时候 之前装出了一副要老死在汉中的刘邦 也抓紧时间 趁机行动了起来 不到半年的时间 刘邦的兵马就占据了几乎整个关中 司马辛和董毅投降刘邦 而张涵则被围在了废丘孤城之中 最后也是没能逃过兵败自杀的命运 说到这汉王刘邦魂定三秦的首功之臣 那当然就是为他谋划了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这个妙计的大将军韩信了 三年之后 刘邦击败项羽夺取天下 然后他评价自己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 夫运筹策为账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武不如张良 镇国家 辅百姓即溃囊不绝良道 武不如萧和 连百万之君战逼胜 功必取 武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仁劫也 所以韩信也就和萧和张良一起 被人们称为是汉初三劫 韩信最初是项羽部下的侄己郎中 也就是个护从侍卫而已 所以韩信觉得在项羽手下没有前途 就去投奔了刘邦 刘邦部下里第一个发现韩信有才的是腾宫夏侯英 经过夏侯英的推荐 刘邦就任命韩信做了一个制宿都尉 也就是一个管军粮的官员 级别也不是特高 不过这个职位却让韩信有了很多机会接触萧和 毕竟当时在汉军军中 总筹两响的正是项国萧和 最终在萧和的利剑之下 韩信得以超越了曹参 周伯 樊快这些刘邦手下功勋卓著的嫡系亲信 被刘邦破格提拔 一举成为了统帅汉军全军的大将军 刘邦再次夺占关中之后 领地毗邻关中的河南王申阳 立刻就投降了刘邦 因为他原本就是刘邦的至交好友 常山王张尔的旧部亲信 如今张尔被陈鱼击败之后 正在刘邦的军中 然后刘邦又招降了魏王魏豹 俘虏了殷王司马昂 在英国建立了河内军 从而占据了整个魏国故地 这位被俘的殷王司马昂 在楚汉战争中戏份不多 不过他的子孙后代 后来就发展成为了东汉著名的世家大族 河内司马氏 司马昂有一位十二世孙 就是晋宣帝司马仪 司马仲达 占据了地处中原的魏帝之后 刘邦以为异地报仇为名 发布席文 号召天下群雄 共同讨伐项羽 然后刘邦就网罗起了一支56万人的庞大的诸侯联军 趁着项羽和他的主力部队还在齐国和田衡周旋的机会 一战夺取了项羽的都城 彭城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 听说都城失守 项羽当然是立刻率军回援 尽管刘邦在彭城城外留下了他的七舅吕泽和大将军韩信两只兵马 但是仍然没能防住项羽 项羽亲自统帅三万经纪 绕过了吕泽部署在萧县的兵马 直扑彭城 一战就击溃了刘邦的56万诸侯联军 据说汉军将士仓皇逃命 光是落入碎水被淹死的就多达十几万人 以至于碎水一度因为尸体的堵塞而断流 这场彭城之战可以说是中国甚至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力 而刘邦的父母和妻子也都在此战中成为了储君的俘虏 彭城惨败使得刘邦升为大碟 除了像张尔这样原本就和刘邦交情深厚的故交之外 其他各路诸侯纷纷抛弃刘邦重新投到了项羽回县 刘邦在亲心护从的拼死保护之下 这才得以杀出彭城 投奔当时正驻军下役的七舅吕泽 在下役刘邦遇到了赶来增援的张良 当初刘邦起兵夺取关中的时候 项羽因为记恨张良和刘邦的交情 所以就杀了张良拥立的韩王韩成 改立韩成手下的一个大臣郑昌为韩王 张良因此逃亡关中正式成为了刘邦的部下 张良就对刘邦说 如今汉王麾下真正能够独当一面对抗项羽的只有韩信 可以对他唯一重任 另外就是良帝的豪杰彭月 他曾经接受过齐王田荣的策缝 多次击败过储君 实力不容小觑 如今田荣战死 正是收编彭月部中的好机会 还有一位就是九江王英部 他虽然是项羽救部 但是项羽之前讨伐齐国的时候 让英部一同出征 可最后英部只是派了个部将 带了几千人马跟随项羽出征 这次汉王联合了十几路驻侯攻打彭城 英部仍然是按兵不动 没发一兵一卒来救援项羽的国都 这都足以说明英部和项羽早已是冒合选离 英部是天下宵将 如果得到他的帮助 一定能够击败项羽 刘邦对张良的计策 那一直以来都是言听计从 所以他立刻派出两路使者 一边劝降了九江王英部 另一边册封彭月为魏国的项国 代表汉王控制了地处中原的两地 而刘邦自己则亲自带兵 驻守在洛阳东边的交通要地 刑阳 一面收拢彭城之战之后 逃出来的散兵游泳 一面督促留守关中的丞相萧和 尽快征召新兵送来前行 得知刘邦驻军刑阳 项羽立刻亲率大军追击而来 尽管刘邦麾下的勇将周伯和冠英 曾经一度击退了储君的追兵 但是最终行阳还是被储君夺取 刘邦在部将的保护下 退出行阳渡过黄河 退兵到了黄河北岸的西武 这时候刘邦拢络英部彭月的外交谋略 发挥了作用 彭月率领他的部下截断了项羽的良道 然后趁着项羽率军去对付彭月的机会 刘邦再次率军渡河 占据了黄河南岸的城岗 就是著名的虎牢关 隋唐之后也被称为是伺水关 而此时项羽已经击退了彭月 疏通了良道 他听说刘邦重新渡过了黄河 就赶紧回师 驻扎在了形阳城北的广武山上 楚汉两军就隔着广武山下的广武剑对斥 这广武剑是战国时代 魏国开凿的运河鸿沟的一部分 用来沟通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 看着刘邦在对岸坚守不出 项羽就想了个折 以他有勇无谋的水平 这已经算得上是计谋了 激将法吗 项羽就给刘邦写了封信 大概意思就是 刘邦你这个小人 流氓无赖 怂人一个 不配称王 你这辈子就是个亭长的命 你为了保自己一个人的性命 害得两军数十万将士在这厮杀允命 你要是真想证明自己是个英雄 对得起汉王的名号 就自己站出来 跟我项羽单挑 一战决胜负 您想刘邦这种小痞子出身 哪在乎这个 所以刘邦丝毫不为所动 大大咧咧的就给项羽回了封信 信里的意思就是 我就不跟你单挑 我只跟你斗智 不跟你斗勇 不过像你这种智商才两位数的货 也没什么智可以斗 所以呀 你还是赶紧投降吧 项羽读了刘邦的回信 勃然打怒 就威胁刘邦 你别忘了 你爹还在我手里当俘虏呢 你要是不投降 我就把你爹给主了 结果没想到刘邦的回答更绝 刘邦跟项羽说 咱俩当初一同反秦的时候 那可是结拜过兄弟的 所以我爹也就是你爹 如果你真想把咱爹给主了 那到时候你别忘了 分我一碗人肉汤尝尝 最后还真得靠视西楚霸王 立拔山西弃开式的勇武 发挥了点作用 在一次对阵答话的时候 项羽突然掏出了一把 事先藏好的禁弩 一箭就射中了刘邦的前胸 刘邦也的确是反应机敏 他立刻忍着剧痛拔出了箭 冲着两军将士大喊 这混小子射中我脚值到了 然后扬装无事打马回营 之后就才倒地不起 然后张良赶紧派人 护送刘邦回城稿城中疗养 之后也是四下聘请明医 悉心救治 过了好久才算是痊愈 这时候人才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刘邦这边 刘邦本人亲自率领大军 在广武和项羽对阵 然后部将韩信 率军接连攻克 魏 赵齐等众多诸侯国 黄河一北基本上都已经成为了汉家河山 而依附于刘邦的彭越 则是在梁地打起了游击战 不断地骚扰储君梁当 令驻扎在广武山的储君苦不堪言 还有刘邦的另外一位盟友 九江王英部 他也从刘邦这借了一只人马 重返九江 劝降了他昔日在项羽手下时候的老同事 西楚大司马周阴 兵不雪刃就夺取了书城等六县之地 再看项羽这边 无论是公留备 防寒信 还是战英部退彭越 这都得西楚霸王亲自担当 项羽倒也是派出过几员干将 像是曹丘 薛公 龙居等人 但最终无一不是兵败身死 其实这个情况跟一千多年以后 欧洲拿破仑战争末期的局势 颇有几分相似 拿破仑一世那也称得像是几千年一遇的军事奇才了 但问题是法国举国上下 就他这么一位 可是反法同盟那边 英国 俄国 瑞典 普鲁士各国都有着不适出的名将统帅兵马 因此反法同盟可以分进合机 而拿破仑只能是疲于奔命 如今项羽面临的情形也是完全一样 所以项羽在无奈之下 只好和刘邦讲和 最终双方约定以鸿沟为戒 中分天下 以西为汉 以东为楚 然后储君放还刘邦的父母和妻子 双方退兵 这就是历史上的鸿沟合议 中文之中用来形容巨大分歧的鸿沟一词 还有中国象棋里的楚和汉界 都是来源于此 合议达成之后 项羽如约的释放了刘邦被俘的家人 然后率领已经疲惫不堪的储君 撤兵难归 而之前的建商仍然没有彻底痊愈的刘邦 原本也打算就此罢兵回关中去养伤 这时候刘邦麾下最著名的两位谋臣 张良和陈平站出来了 对刘邦霸兵休战的想法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他们认为如今汉国已经占据了天下超过一半的土地 天下诸侯也都已经归附汉王 而此时的西楚 士兵疲惫粮草匮乏 这正是彻底灭亡西楚的天赐良计 断不可施 于是刘邦听从了张良和陈平的建议 亲自率军继续追击向羽 而原本对和西楚决战并不积极的韩信彭越 鹰部等人也都在刘邦做出了灭楚之后 猎土分疆以仇的许诺之后 各率近履前来回合 公元前2022年12月 西楚霸王和他麾下的十万储君 被六十万汉军包围在了该下 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陵地 最终大势已去的项羽霸王鼻姬挥剑自枪 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 然后刘邦在群臣的拥戴下 祭天称帝 建立起了对今天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 汉朝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汉族 汉语 汉字 汉学 汉话 凡此种种 都是源自于刘邦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大汉王朝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 恢复了商朝的庙号和周朝的士号两项制度 彻底避免了后世出现 诸如汉二十九世皇帝 唐二十一世皇帝 这样颇有些不好形容的帝王称谓 刘邦本人去世之后 被尊为汉太祖高皇帝 不过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高祖称呼刘邦 所以我们今天一般都习惯称呼刘邦为汉高祖 而不是汉太祖 不过史记中的高祖应该不是太祖或高帝的物纪 而是开国皇帝或者皇室初代祖先的意思 比如古籍尚书中就称呼商朝初代君主 承堂的祖父王汉为高祖 不过刘邦虽然建立起了大汉王朝 但是那种今天中国人所熟悉的所谓的大义统 并没有随着汉朝的建立而完成 当时在大汉天子刘邦之下 还有八位诸侯王 其中除了齐王刘腓是汉高祖的庶长子之外 其他齐位都是所谓的异性王 这里面赵王张敖是汉高祖的女婿 楚王韩信是汉高祖从航武中提拔起来的大将军 算是汉高祖的家人部署 还有梁王彭越在楚汉战争中能成为魏国的相国 韩王信能够成为韩国的太位 这也都和汉高祖的扶植有很大关系 但是剩下的燕王赃图 淮南王英部和长沙王吴瑞 他们原本就是当初和汉王刘邦一起 受西楚霸王项羽分封的燕王九江王和恒阳王 和汉高祖之间实在论不出什么上下尊卑 所以随着共同敌人项羽的败王 这几位昔日的盟友 自然也就变成了汉高祖眼中 对于刘家汉室天下新的威胁了 而这几位诸侯王心里对此也是明镜一半 这其中最不安的还得说是燕王赃图 因为赃图在楚汉战争中 其实一直保持中立 并没有为汉高祖立下过什么军功 只不过是他受刑事所迫 及时归降 再加上燕帝遥远 这才得以存续到了汉朝 因此在该下之战结束仅近七个月之后 燕王赃图起兵反汉 但是很快就兵败被杀 赃图死后他的一个孙女藏匿在民间活了下来 后来时光仍然斗转星移 赃图的这个孙女竟然一番谋划 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高祖的孙子 这对夫妻就是汉朝一代雄主汉武帝的父母 汉景帝和他的王皇后 平定了燕国的叛乱之后 或许是为了安抚其他的异性诸侯王 也可能只是因为当时除了太子刘盈和齐王刘肥之外 汉高祖其他的几个儿子 还都十分年幼 所以汉高祖封太尉卢婉为新的燕王 这位卢婉是汉高祖的发小 他们俩是同乡 而且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后来上学的时候还是同学 交情深厚 据说汉高祖每次率军出征的时候 只有卢婉和汉高祖的弟弟 后来的楚元王刘娇 可以不经禀报 直接进入汉王内障 这份殊荣 就是萧和和张良也比不了 平定了仓徒的叛乱之后 有人禀报说楚王韩信 图谋不轨 意欲谋反 证据就是韩信收留了项羽的心腹大将 钟离妹 我们前面提过 韩信最开始是项羽帐下的侄己郎中 因此在楚营的时候 就和钟离妹成了好朋友 等到项羽自杀刘邦称帝之后 被封为楚王的韩信 因此就偷偷地收留了被汉高祖 全国通缉的昔日好友钟离妹 听说韩信要谋反 汉高祖很是紧张 因为他非常了解汉信的统帅才能 知道自己手下没有一个将军 能够和汉信对抗 这时候张良已经功成身退 借口生病离开朝廷 回到自己封地去了 所以汉高祖就招来陈平询问计策 陈平就说 在楚国西部边界 有一个叫云梦打折的地方 风景秀丽 这是当年先秦时代 楚王的王家列场 陛下如今不如假装去云梦巡游 沿途召见诸侯 等韩信前来拜爷圣驾的时候 就命令护卫武士 把他给绑了 这样陛下不用派一兵一卒 就能生亲韩信 汉高祖听了很是高兴 一计而行 韩信听说汉高祖出寻云梦 也猜到了这是冲自己来的 不过韩信终究还是感念 汉高祖的知遇知恩 不想反叛 所以他就去劝说中立妹自杀 然后带着中立妹的人头 去拜见汉高祖 尽管如此 汉高祖还是趁机废除了韩信的王爵 建为回音侯 然后把他软禁在了首都长安 既不许返回封地 也不许出用官职 至于中立妹 在他死后 他的一个儿子中立街 隐姓埋名 改用中姓 移居到了影川长社 就是今天河南的长阁 根据籍贯推断 三国时代著名的中瑶中慧父子 很有可能就是中立妹的侯代 汉高祖用陈平的伪由云梦之计 升勤了韩信之后 圣驾还没回到国都长安 就有快马来报 韩信谋反 这回谋反的 当然不是战必胜 攻必取的大将军楚王 如今的怀音侯韩信 而是那位和他同名同姓的韩王韩信 这位韩王韩信 其实和汉出三节之一的韩信 同名同姓 所以为了区分 通常都称呼他为韩王信 韩王信是先秦韩国宗室出身 是被秦始皇所灭的末代韩王韩安的唐叔 韩王信在汉高祖还是楚国的武安侯的时候 就追随左右 后来还不避贤祖 一路跟着去了汉中 所以汉高祖对韩王信的这份忠诚 十分感动 许诺他 如果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占领韩国故地 就封韩王信为韩王 可是等到汉朝建立之后 汉高祖觉得韩国故地地处中原腹地是兵家要充 韩王信本人也是勇武善战 所以担心他日后会对朝廷构成威气 所以汉高祖就借口要防备北方的匈奴人南下入侵 把韩王信的封地从位于今天河南中部的尹川郡 迁到了今天山西的太原郡 韩王信也察觉到了汉高祖对自己的猜忌 所以他就顺势提出来 为了更好的防范匈奴 他想把韩国的国都从晋阳就是今天山西太原 迁到更北方被称为是近北门户的马役 也就是山西朔州 结果没想到韩王信刚刚迁都 匈奴人就打过来了 韩王信出兵和匈奴人交战了两次 都不能取胜 于是他就派出使者去向匈奴求和 汉高祖听了这件事之后 怀疑韩王信和匈奴人有勾结 所以就派出汉使去责备韩王信 韩王信被使者一番责问 心生恐惧 干脆真的投降了匈奴 不但献出了马役城 还带着匈奴人去攻打晋阳 汉高祖只好再次亲征平叛 战争初期 汉军的表现颇为出色 他们顺利的击溃了匈奴左先王和右先王 成功的解了晋阳之围 然后又在离时也就是山西吕梁 再次击败了匈奴和韩王信的联军 匈奴是一个庞大的游牧部落联盟 最高首领被称为称离孤徒蝉鱼 通常简称为蝉鱼 意思是辽阔天空的儿子 这和华夏民族君主自称天子 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因此史记中就认为 匈奴王室鸾堤氏 正是出自于夏朝王室四姓的后代 在匈奴禅余之下 还有二十四位统辖万户的大贵族 分别是左右贤王 左右古力王 左右大将 左右大都尉 左右大当户和左右古都侯 被称为是二十四掌 这其中又以左右贤王地位最为尊贵 一般来说 匈奴的左贤王也就是匈奴的储君 汉高祖在接连击败匈奴主力之后 认为匈奴不过如此 所以拒绝了大臣楼敬的劝谨 在汉军步兵还没有跟上来的时候 亲自率领汉军的骑兵和车骑兵 孤军深入想要击败匈奴禅余 结果没想到中了匈奴的诱敌之计 在今天山西大同附近的白灯山 被匈奴禅余亲率的四十万骑兵 团团围住 最后还是用了陈平的计策 贿赂匈奴禅余的妻子胭之 再加上之前落队的汉军步兵赶来增援 汉高祖这才侥幸从白灯山脱围而出 之后汉高祖采用了楼敬的计策 册封宗室女为公主 以自己养女的身份嫁给匈奴禅余 此后汉兄两国以长城为戒 约为兄弟 这就是汉朝的和亲政策 至于背叛了汉朝的韩王信 最后也是在与汉军的战斗中兵败阵亡 不过后来他的儿子又重新回归汉朝 就是后来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 立下功勋的功高侯韩颓荡 然后在回军长安的路上路过赵国 汉高祖估计是故意的摆出了一副居奥无礼的架势 结果击反了赵国的相国冠高 然后汉高祖就以此为理由 废除了女婿赵王张敖的王爵 将为宣平侯 然后汉高祖又因为梁王彭月 对汉高祖从梁帝征兵的命令 阳奉阴为 所以派出使者用计抓捕了彭月 原本汉高祖念及彭月以前的功勋 而且这次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谋反行为 所以只是盼他流放属中 结果也是彭月自己作死 他居然去向汉高祖的妻子吕后求情 吕后立刻扣下彭月 然后亲自去劝说汉高祖 他说这彭月是天下勇士 如今只是流放属地 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患 于是彭月被处以海刑 通俗点说就是被剁成肉酱 风险演义里的博弈考 还有九猴就都是被处以了这种刑犯 然后汉高祖下令把彭月的肉酱送给各路诸侯王去品尝 作为对他们的警告 九江王鹰部收到了彭月的人肉酱之后 心生恐惧开始秘密集结兵 鹰部手下有一个中大副叫奔赫 他一直想要讨好鹰部以求升官发财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奔赫就去巴结鹰部的一个宠妾 求他在大王面前为自己多多美颜 鹰部的这个宠妾收了奔赫的厚礼 也确实去帮他美颜了 只是鹰部听了这件事之后 不但没有提拔奔赫 反而怀疑自己的这个小妾和奔赫有私情 察觉出不对劲的奔赫连忙逃离九江国 更觉得自己头上已经长出了一片大草原的鹰部 下令杀光了奔赫留在九江的全部家人 然后鹰部一想自己秘密集结兵马的事 奔赫也知道 他这一出逃一定会去皇帝那里告密 于是鹰部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直接反了 鹰部造反的时候曾经对他的部下说 皇上今年六十多岁了 肯定不会亲自出征 只能是派遣部将 天下将才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韩信和彭越 如今这俩人都已经死了 朝廷里剩下的那些将军们 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结果鹰部万没想到 汉高祖在樊快等人的劝谏下 居然以花甲之灵保命亲征 击败鹰部之后 汉高祖顺便衣锦还乡 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沛县老家 宴请当地父老故旧 据说就是在这场宴会上 汉高祖做了他那首著名的大风歌 大风起戏云飞扬 威加海内戏归故乡 安德蒙氏系首次方 这首大风歌也是如今可考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首由帝王所作的诗歌 此后不久 汉高祖最信任的燕王卢婉 也因为疑心自己被汉高祖猜忌 器官出逃远赴匈奴 平定鹰部叛乱半年之后 汉高祖十二年四月假辰 也就是公元前195年6月1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天子 也是奠定了汉室数百年基业的 汉太祖高皇帝刘邦 在长安的长乐宫中驾崩 享年62岁 汉高祖生前在剿灭了各地的异姓诸侯王之后 曾经和功臣勋贵们一起 杀白马煞血为盟 汉高祖向功臣们许诺 国以永存 施及苗义 意思就是说 只要大汉王朝还在 功臣子孙们的爵位 就永远能够世袭网替 然后汉高祖也要求群臣一同启示 非刘氏而望者天下共积之 若无功上所不至 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这就是著名的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中规定的 非宗氏不能封王 和无君功不能封侯 这两条封决原则也成为了中国后世历朝历代通用的一条基本原则 当然在具体操作上 各朝各代也都各有各自的变通吧 不过汉高祖生前万万不会想到的是 变通会来的这么快 因为第一个破坏这个规矩的正是汉高祖的结法妻子 汉高后 吕之后作为汉高祖的原配妻子 跟汉高祖称得上是患难与共 相濡以沫了 因为汉高祖的缘故 吕后蹲过秦朝的大牢 住过项羽的战俘营 吕后的哥哥吕泽 吕世之 妹夫樊快 也都在汉高祖反秦灭楚的战争中 几次立下了秦王救驾的大功 虽然汉高祖觉得 吕后所生的嫡子刘盈 为人仁弱 不像自己 好几次想要改立 弃夫人所生的三儿子刘如意为太子 但是由于汉高祖麾下 关键的统治之处 丰沛功臣集团的明确反对 最终也只得作罢 不过虽说功臣集团 在保住吕后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 这个问题上立下了大功 但是吕后对于这些曾经共患难的故旧们 其实并不信任 汉高祖驾崩之后 吕后立刻招来了他最重要的一个亲信 辟阳侯申一姬 申一姬当初也是汉高祖的同乡好友之一 正因为如此 汉高祖在斩折起义 当上佩公之后 经常外出作战 就把家人托付给了申一姬 所以说在汉朝的这些开国功臣之中 除了自己的妹夫樊快之外 跟吕后最熟的就是这位申一姬了 因此汉高祖驾崩之后 吕后就找来了申一姬商量 二人都觉得 这些跟随着高祖皇帝配宪起兵的从龙功臣 当初都跟汉高祖一样是丰沛的老百姓 他们对高祖皇帝灭难称臣 心中恐怕已经有所不服了 如今再让他们辅佐少主 那心里肯定是一万个不乐意 不如先密布发丧 把这些手握兵权的开国功臣全都杀了 然后这件事就被和吕家关系不错的 卓侯力商听说了 他就赶紧去劝阻申一姬 屠戮功臣是自取灭亡万不可行 申一姬被力商说服之后 又回去说服了吕后 这才在汉高祖驾崩四天之后 昭告天下 然后太子刘盈继位 就是汉惠帝 汉惠帝自由懦弱 所以继位之后 朝廷大权就全部掌握在了他的母亲 如今已经进封皇太后的吕后手中 由此开始了汉朝历史上长达15年的吕后时代 在这段时间里 吕后最初只是以皇太后的名义 实际统治着国家 后来等到汉惠帝驾崩之后 吕后更是直接称制 自称为镇 命令称为赵 所有的礼制规格都和皇帝没有区别 因此后来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时候 并没有写汉惠帝本记 而是按照皇帝的规格 为吕后写了一篇吕太后本记 吕后掌权的这15年 可以算得上是汉朝初年 颇为重要的一段发展时期了 在此期间 吕后清摇伯父 鼓励生产 废出科法 启用人才 遵行皇老之道 与民休养生息 树立起了汉初 节俭 简约的社会风气 为之后的文景之志 奠定了基础 再加上吕后身为开国皇帝的 结伐妻子 跟随着刘邦一起 平定天下 守卫江山 在这其中 吕后和吕家子弟 也都鞠躬慎为 这也使得吕后的历史形象 多少也不同于之后那些 只是依靠婚姻 从而执掌天下的女主们 想必吕后自己心里 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此吕后掌权之后 也是为了扶植 和巩固吕家的势力和地位 费尽了心力 除了因为年长 早已成婚的汉高祖长子 齐王刘肥 汉高祖剩下的其他几个儿子 可能差不多都迎娶了吕家女子 史记中就明确记载了 汉高祖第五子梁王刘辉 迎娶的是吕后的侄孙女 高祖第六子 怀阳王刘友 娶的是吕后的侄女 甚至就连吕后的亲儿子 汉高祖的次子汉惠帝刘盈 也被迫迎娶了吕后的外孙女 也就是惠帝自己的亲外甥女 孝惠皇后张氏 刘邦的第七子 怀南王刘长 倒是没有和吕家联姻 这估计是因为 他母亲早逝 自幼是由吕后抚养长大的 所以可以算得上是吕后的自己人吧 至于高祖第八子 也就是汉高祖最小的儿子 燕王刘剑 虽然史书中并没有记载 他的妻子是谁 但是史记中却记载了 刘剑的一个美人 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结果被吕后所杀 导致燕国爵士国除 无论是基于爵位成袭的政治利益 还是夫妻之间的争风吃醋 吕后作为刘剑的嫡母 会出手杀死他的庶子 最合理的推断 那就是刘剑的正妻 也是吕家女子 还有就是汉高祖第四子 大王刘衡 也就是未来的汉文帝 提起汉文帝的妻子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窦太后 其实窦皇后最初 只不过是汉文帝的侧氏 真正的正宫 代国王后另有其人 不过这位代王后的姓名和出身 都不鉴于史记 史记中只是简略地记载了 这位代王后 在文帝登基之前就去世了 然后她跟文帝所生的 这四个儿子 在文帝登基之初 也都先后病逝 特别是后一段记载 自然就引发了 后世学者们的浮想联篇 因此有观点认为 这位萧氏于史料之中的代王后 应该也是吕家女子 她的四个儿子 应该和汉惠帝的儿子们一样 后来成为了汉文帝 特别是樊吕的功臣集团 担心吕家死灰复燃的牺牲品 即便是早已成婚的刘肥 她本人虽然已经有了正氏王后 但是吕后还是把她的次子刘章 招入朝中 娶了吕后的侄孙女 其实也就成为了吕后手中的一个人质 就这还是刘肥把自己齐国所属的程阳郡 献给了吕后的亲闺女鲁元公主 作为汤木义 这才换来的殊荣 要不是这样 刘肥就跟他三弟赵王刘如意 一个下场了 刚才我们聊到了汉高祖的几个儿子 和吕家结亲的情况 老大刘肥 老二刘盈 老四刘恒 老五刘辉 老六刘友 老七刘长 一直到老八刘建 唯独落下的就是老三赵王刘如意 当初汉高祖率军吸入关中的时候 并没有携带家卷 吕后当时还留在高祖的沛县老家 照顾一双儿女 就是汉惠帝和鲁元公主 以及汉高祖的父母 后来等到汉高祖成为汉王之后 就迎娶了一位侧氏 契夫人 也就是刘如意的生母 在汉高祖所有的妻妾之中 启夫人无疑是最得宠的一位 而他的儿子刘如意 也被汉高祖认为是所有儿子里最像自己的 因此一度有过废除吕后所生的嫡子刘盈的太子之位 改立刘如意为太子的打算 因此 汉妇人和刘如意母子 于吕后之间 当然也就结怨很深 正是因为汉高祖的宠爱 所以汉妇人在儿子刘如意被分为赵王之后 并没有和儿子一起去赵国就藩 而是继续留在长安宫中 所以等到汉高祖驾崩之后 吕后就下令 把汉妇人关进永巷 作为聪明的奴仆 这位汉妇人看来也是一位毫无诚服之人 如今是惠帝在外屡后掌权 他都已经变成奴仆了 却仍然在永巷中天天唱着自己写的歌 子为王母为鲁 终日冲伯木 常与死相舞 相离三千里 谁当使告辱 意思就是说 儿子是国王 母亲却是仆役 每天充迷到天黑 陪伴的只有对死亡的恐惧 但是母子相隔三千里 有谁能告诉你我的处境呢 作为吕后重点关注的对象 契夫人的这首歌 当然很快就被报告给了吕后 吕后就派人招赵王刘如意入朝 就想毒死他 但是汉惠帝和他这个三弟其实是从小一块长大 关系很不错 而且汉惠帝为人一向仁弱 因此汉惠帝既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思放刘如意回国 但也不忍心真的让吕后杀死刘如意 所以汉惠帝就在刘如意到达长安的时候 亲自去接他 然后终日待在身边 兄弟二人形影不离 因此吕后等了一个多月 才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有一天汉惠帝早起去郊外打猎 看刘如意睡得挺香 没忍心把他叫醒 于是吕后赶紧抓住这个机会 趁着刘如意一个人在宫里的时候 派人逼他喝下毒酒 把刘如意给毒死了 然后吕后就派人把汽夫人挖去双眼 熏龙双耳 砍断手脚 灌下雅药 扔进厕所里 称为人质 就是像猪一样的人的意思 因为汽夫人最后就这样 惨死在厕所里 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 中国陕西河南河北一切地区 有人会在中元节祭祀厕所之神七姑 其实这位七姑就是做过汉高祖测试的气夫人 可能是因为恼怒于汉惠帝对刘如意的保护 也可能和汉高祖一样 不喜欢儿子软弱的性格 吕后在把气夫人变成人质之后 还特意让太监带着汉惠帝去参观 汉惠帝看见父亲生前的宠妃 居然被自己的亲妈变成了这副模样 吓得是当场大哭 回宫之后更是大病一场 然后汉惠帝就派人给吕后传话 说这种事不是人能干得出来的 儿臣作为太后的儿子 再也没有脸面去治理天下了 从此之后 汉惠帝不问政事 只是在后宫饮酒作乐 仅仅过了六年就因病驾崩了 惠帝生前对于母亲吕后 强行安排她娶自己外甥女张皇后 这种亲上加亲 很是不满 据说汉惠帝就是因为内心 无法接受这种乱伦式的婚姻 所以从未和张皇后有过夫妻之时 不过在汉惠帝的一个妃子怀孕的时候 吕后让张皇后也假装怀孕 等到那个妃子生下儿子之后 吕后就派人杀死了妃子 然后假装这个皇子是张皇后所生 因此等到惠帝驾崩之后 吕后就安排这个孩子继承皇位 就是西汉的前少帝 这一年在历史上也被记载为 汉高后元年 然而就在汉惠帝的葬礼上 有人发现了一点不同寻常之处 这位慧眼如炬的智者 就是张良的二儿子张辟强 当时张辟强正在朝中担任世中 当然也要参加皇爷的葬礼 然后张辟强就发现 吕后在葬礼上只是干嚎 没掉一滴眼泪 他想了想就明白了其中的缘故 于是他就去见了丞相陈平 张辟强就问陈平 说太后只有惠帝这么一个儿子 如今惠帝驾崩 可是太后却只是装酷 并不真的伤心 丞相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陈平表示自己也想不明白 张辟强就接着说 惠帝驾崩没有留下成年的子嗣 所以太后担心 朝中像您这样的开国功臣会有异心 为今之际 您不如去拜见太后 请求任命太后的几个娘家侄子出任将军 统帅负责守卫皇宫的南军和北军参与仇状 这样太后就安心了 丞相您也就足可以避祸了 陈平听完觉得张辟强说的很有道理 就赶紧入宫起奏 吕后听了陈平的谏言 心里非常高兴 再哭就有眼泪了 然后吕后下令 封他的侄子吕台为吕王 吕产为梁王 吕禄为赵王 还有一个侄孙吕通为燕王 而且他们几个人都不用去封地就藩 继续留在朝中担任官职 另一位丞相王陵 坚决反对吕后这种 违背了汉高祖留下的白马之盟 分封吕氏子弟为王的做法 但是并没能阻止吕后 反倒是王陵自己的丞相之位 落到了吕后的亲信神医姬的手中 这时候逐渐长大的前少帝 有一次不知道从哪 听说了自己的身世 因此口无遮拦地抱怨说 太后怎么能杀了我的母亲 现在我年纪还小 等我长大之后 一定要为母亲报仇 很快这话就传到了吕后的耳朵里 吕后就立刻把前少帝囚禁在了永巷 然后谎称 皇帝患了重病无法临朝 但是国不可一日无主 因此废除了前少帝 改立他的弟弟 也就是吕后另一个孙子 恒山王刘洪为皇帝 这就是西汉的后少帝 然后前少帝就被吕后给堵死了 之后吕后继续大权独揽 掌握着西汉朝堂大约四年的时间 直到公元前180年 也就是汉高后八年农历三月初三 在宋代以前农历三月初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被称为上四节 按照当时的习俗 这一天人们都要到河边用流水沐浴 让疾病和厄运也都一起被流水冲走 称为福系 不过在公元前180年的上四节 发生了一件大事 吕后在去坝上福系之后 在返回长安皇宫的路上 被一只突然跑出来的黑狗吸结了 传说这只黑狗正是被吕后堵死的 赵王刘如意的冤魂作祟 几个月之后 权清一时的一代女主汉高后吕志病逝 据考证正是死于被狗咬伤之后的狂犬病 吕后在去世之前 还是对他的身后之事做出了安排 他把自己的一个侄孙女 嫁给了后少帝立为皇后 任命亲信辟阳侯身衣机为太傅 辅佐后少帝 然后吕后又任命了自己两个侄子 吕王吕产和赵王吕禄 分别担任丞相和上将军 执掌汉庭军政大权 尤其是负责拱卫 京师守卫皇宫的禁卫军统领 常乐公卫和卫央公卫 也都换成了侄子吕禄的亲信 最后吕后招来了侄子吕产和吕禄 留下了他最后的一命 吕后告诫两个侄子说 当初高皇帝平定天下 曾经和大臣们约定 非刘氏望着天下共计之 如今吕家子弟多人封王 大臣们心中一定不服气 我死之后皇帝年幼 大臣们恐怕会生异心 因此你们一定要亲自率兵守住皇宫 千万不要出城为我送葬 以免为他人所致 吕后驾崩之后 汉朝朝廷之中 就再也没有一个威望和才能 足以压制各方的人物了 早已矛盾重重的吕氏家族 汉朝宗氏 还有功臣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 呼之欲出 在吕后刚刚去世的时候 这三方势力一时还相安无事 但是很快 原本平静的朝堂 便开始泛起阵阵涟漪 而搅动了这一汪春水的 正是汉高祖的孙子 吕后的侄孙女婿 朱须侯刘彰 当初吕后在世的时候 刘彰作为齐王刘肥的次子 被征朝入朝 娶了吕后的侄孙女 也就是如今上将军赵王吕露的女儿 成为了齐王一系 留在吕后手中的一个人质 得知吕后病重的消息之后 刘彰就偷偷派人送信给他的大哥 齐王刘香 让他早做谋唤 等到吕后病逝之后 刘彰立刻就从他的妻子那里得到了确实的消息 他的岳父上将军吕露 并不会动用麾下的北军去和刘姓宗室作战 在汉朝的中央军中 吕露掌握的北军是其中的主力 平时负责守卫长安和周围的三府地区 而战时则是汉庭对外战争的核心力量 相比之下 吕蝉手中的南军人数就要比北军少得多了 而他们主要承担的任务 只不过是守卫皇宫和太庙的安全而已 因此吕露的这个鸽派态度意义十分重大 所以刘彰就立刻派人给刘姓送去密信 要他立刻发兵西进 自己还有另外一位被征召入朝的弟弟 东牧侯刘兴居 愿意在长安城中做内应 共同拥戴大哥登上皇位 齐王刘姓在接到了弟弟的密信之后 立刻就杀死了反对起兵的齐国相国昭平 准备发兵长安 这时候有人就提醒他 如果现在他近起齐国兵马西进 那么齐国东边的狼牙国 如果有什么动作的话 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刘姓一听觉得很有道理 这个狼牙国的狼牙王刘泽 是汉高祖的堂弟 论起来算是刘姓的爷爷本 不过刘泽的狼牙王后 却是吕后的外甥女 也就是吕后的妹妹 林光侯吕须须 和武阳侯凡快的女儿 于是刘湘就派他的郎中令 祝武去拜见刘泽 祝武就跟刘泽说 如今吕氏密谋作乱 想要篡夺刘家天下 因此齐王准备发兵西进 击败诸吕 守卫汉家江山 但是齐王年轻 没有经历过战事 大王您是齐王的长辈 又是高皇帝的部将 所以齐王就想请您一起到齐国的首都林兹 共襄大事 齐王愿意把齐国全部兵马都交给您来指挥 跟您一起去平定关中的株旅动乱 刘泽听了之后信以为真 兴高采烈的就去了齐国 结果一到林兹就立刻被刘湘软禁了起来 然后刘湘就派驻武统帅狼牙国的军队 跟随齐军一起行动 听说刘湘起兵的消息 汉高祖的弟弟楚王刘娇 也集合兵马准备逼近关中 一场动乱拉开尾目 虽然说后世遵照着所谓的政治正确 在历史上把这场动乱称为诸吕之乱 不过事实上首先动手的并不是诸吕 而是诸刘 其实早在吕后生前 他被黑狗咬伤之后 自知时日无多 就担心自己死后 东方的刘姓诸王会趁机起应 所以吕后当时就任命汉高祖麾下 著名的骑兵将军 影音侯冠英为大将军 统帅一只兵马 驻守在刑仰 所以接到齐王和楚王起兵的消息之后 吕产立刻传令冠英 让他率军出击 然而军英在收到了丞相大人的命令之后 却按兵不动 而原本势如破竹的齐王刘香 竟然也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不仅止步在了形阳以东 甚至还主动退回了齐国境内 很显然在刘旅两家之外 又有别的力量介入到了这场纷争之中 那就是汉高祖留下的功臣集团 如今赞侯萧和 刘侯张良 还有平阳侯曹参 武阳侯樊快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汉高祖的从龙功臣们 都已经去世了 如今功臣集团的核心领袖 是担任丞相的取逆侯陈平 和担任太位的将侯周伯 而这其中 至谋广远的陈平 更可以称得上是功臣集团的大脑了 因此同属功臣集团的冠英 在前往形阳之前 陈平就已经偷偷的对冠英面授积怡 如果刘姓诸王起兵 既不要和他们交战 也不要和他们联合 而派出密使 说服了齐王刘湘和楚王刘娇 让他们按兵不动的 也正是陈平 避免了刘家和吕家 直接兵戎相见之后 家在宗室和外戚之间的功臣集团 也就有了闪转腾挪的余地 和纵横百合的机会 然后陈平就开始调动功臣集团 早年在吕家身边埋下的暗装 首先陈平受益 既是功臣二代出身 又是吕露至交好友的 曲周侯力伤的儿子力绩 让他给吕家带去了功臣集团 调停纷争 平息事态的条件 那就是吕家放弃从前 从功臣集团手中 夺操的中央朝中的军政大权 作为交换 功臣集团保证 吕家的藩王诸侯们 其他的既得利益 一概不受损害 吕露很快就被力气说服 同意交出军政大权返回封地 然后吕露就去劝说他的堂兄弟吕铲 却被吕铲坚定的拒绝了 其实吕家之中 明白人不止吕铲一个 后来为了给吕铲施加压力 吕露还特意带上第一季 一起去拜访当时吕家辈分最高的 林光侯吕虚 也就是吕露的姑妈 吕虚不愧是吕后的妹妹 烦快的老婆既有政治头脑 也有巾帼不想须眉的刚毅果军 他那一只性子听侄子说完 立刻就立声马闹 你要是就这么放弃了兵权 那咱们吕家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然而吕家的覆灭最终还是降临了 公元前180年9月26号 这一天早上 一名信使风尘仆仆地从齐国赶到长安 带来了齐王楚王和驻军行阳的冠英 互相合谋的情报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吕铲和吕露之间再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吕露立主遵循陈平的建议 放弃朝中权柄返回封地 仍不失为傅家翁 快被自己这个唐兄弟的智商气疯了的吕铲 和吕露大吵一架分道扬镳 他叫上几个亲信准备进攻 向皇帝求取领兵的虎服 然后越过吕露直接调动北军平定叛乱 不过当时在场的 除了吕铲吕露这对唐兄弟之外 还有一个人 这是汉朝开国功臣曹参的儿子 御氏大夫平阳后曹竹 在吕家人看来 曹竹绝对算得上是刺激人了 曹竹从小就是汉惠帝的侍从 后来汉惠帝登基 曹竹就成为了大汉天子 假钱的御谦侍卫 而当时的丞相 正是他父亲曹参 这曹参自从当了丞相之后 每天不理正事 汉惠帝看在眼里 心中自然就有了不满 但是碍于曹参先帝旧臣的身份 汉惠帝也没有当面发作 他就让曹竹回家问问他爸 为什么不理正事 结果曹竹回家一问 竟然惹得曹参大发雷霆 直接揍了曹竹一顿 汉惠帝听说以后就招来曹参 说曹竹的话是我让他问的 曹参听了之后赶紧向惠帝请罪 然后说 陛下认为自己的才能比高皇帝如何 汉朝讲究以孝治天下 皇帝的嗜好那都是以孝字开头了 所以汉孝惠皇帝能说什么呢 当然是说 我哪比得上我爸英明神武啊 然后曹三又问 那陛下觉得老臣比萧和萧丞相如何呢 汉惠帝想了想说 好像也稍微差了点 然后曹三就说 陛下您说的没错 陛下还年轻 治国理政还没有达到先帝昔日那般 而老臣的才智也远不如萧丞相 那么既然如此 高皇帝和萧丞相已经将天下之事都安排好了 我们照着他们立下的规矩照做不就是了吗 这就是成语萧归曹隋的处处 所以在吕产和吕露看来 这亲表哥的亲信 那当然就是自己的亲信 可是他们忘了 曹竹的父亲曹参 除了是汉惠帝的丞相之外 还是丰佩公臣集团之中 仅次于萧和的二号人物 他们背后通家织好的这份休憩与功 可不是升个官就能轻易打破 因此曹竹在得知了吕产 准备进攻请止发兵的消息之后 就赶紧跑去通报了陈平和周伯 陈平和周伯得知吕产要起兵的消息 就立刻绑架了曲州侯力商 让他的儿子立即再去劝说吕露 立刻交出北军兵权 但是吕露虽然痛快地交出了上将军的印信 可是周伯想要进入北军军营 接管北军 还需要皇帝亲授的伏节 这时候另一个功臣二代登场了 负责掌管皇帝伏节洗印的伏节令 湘平侯济通假传圣旨 小赵招太尉周伯进入北军 周伯作为大汉的太尉又是当时健在的开国功臣之中 军功最高资力最深的人 他在军中当然威望甚高也有很多亲信 所以只要周伯进了北军大营控制住北军就不成问题 周伯更狡猾的是他进入北军大营之后 立刻召集全军将士 颁布了他第一条命令 为吕氏右坦 为刘氏左坦 意思就是说支持吕家的把右胳膊露出来 支持刘家的把左胳膊露出来 简简单单十个字 就把累世通婚的刘吕两家对立起来了 顺利的偷忘了概念之后 周伯就把在功臣集团和吕氏外戚之间选边站 伪装成了在吕氏外戚和刘氏宗氏之间选边站 因此在中军思想的影响下 毫无悬念 军中皆左坦 然后周伯就率领北军将士 包围了皇宫 守住了魏央宫大殿 因为周伯行动迅速 因此这时候刚刚入宫的吕氏 还没能见到后少帝 更谈不上拿到调兵的兵服 反而是被周伯堵在了魏央宫之外 皇城之内 最后只好躲进了郎中府的厕所里 其实就算吕氏敢在周伯之前进了宫 他也见不到皇帝 就算见到皇帝 也拿不到兵服 因为他的那位小表直 虽然穿着龙袍 却说了不算 真正说了算的太副身衣机 早就被陈平游说 从外戚集团 由跳槽回了功臣集团 不过因为周伯不希望宗室集团 在这场政变中立下太大的功劳 因此拒绝了陈平要刘彰带兵入宫 诛杀吕产的命令 结果直到黄昏 才杀死了吕产 和他带进宫中的亲信 然后陈平立刻就撕毁了 和吕露等人之前达成的协议 逮捕并杀死了吕露 以谋逆罪 诛灭了吕产和吕露三族 将吕家男女老幼屠露一空 甚至就连身为功臣子弟的吕后的外甥 武阳侯反抗 外孙南宫侯张埋 也都因为他们吕家血统 惨遭杀害 不仅如此 为了避免自己对吕家的杀戮 有朝一日遭到清算报复 功臣集团的这些猎猴们 声称汉惠帝没有留下子嗣 他所有的儿子都是吕后 为了篡夺刘家天下 暴来伪装成皇子的 因此他们就把汉惠帝 当时还在世的四个儿子 全部杀害 这其中就包括当时的大汉天子 后少帝 然后在陈平 周伯 夏侯英等人的主持下 一众功臣集团的猎猴们 就开始讨论 谁来做这下一任的大汉天子呢 虽说这场会议 讨论的是大汉江山的未来 可是说了算的 都是这些刘家的家臣 真正的刘家人 总共也没来俩 对皇位志在必得的 齐王刘香和楚王刘娇 早就被陈平一番巧说如皇 忽悠回自己的封地去了 可能也是觉得 一个刘家人都没有 确实不合适 所以功臣集团们 就请来了汉高祖的两个嫂子 冲冲闻面 还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刘家人 就是汉高祖的堂弟 狼牙王刘泽 这刘泽不是被齐王刘香软禁了吗 他怎么来长安了呢 原来刘泽被他这唐渠孙子摆了一道 心里一直很生气 总想找个机会报复刘香 所以在刘香被陈平的密室说服 撤兵回国的时候 刘泽就跟刘香说 大王您是高皇帝的长孙 这是应该继承皇位的身份 可是如今群臣们对于雍立一位 不受吕家控制的新天子这件事 仍然犹疑不决 不知道该立谁好 我刘泽在刘家宗室之中年纪最大 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 反正大王如今已经罢兵 留我在身边也没什么用 不如您让我去长安 替大王游说群臣 让他们拥戴您 继承皇位 刘香听了也是信以为真 联邦派人备好车架 送刘泽去长安 可是等刘泽到了长安 见了陈平周伯等人之后 刘泽就对他们说 刘香的舅舅四君不是善类 如果立刘香当皇帝 那四家就成了第二个吕家 吕氏当国的事情 就要重演 同样 汉高祖的第六子 淮南王刘长 也是因为 姆家厄这个原因被否决了 但是刘香的舅父 四君和刘长的舅父 赵监 后来在汉文帝的时期 都被封为了侯爵 所以更真实的理由可能是 功臣集团对于敢杀死 朝廷派去的相国 擅自起兵的刘香 以及野心勃勃想要起兵 却因为一时失算才没能成功的刘长 心有忌惮 觉得这两位奉子龙孙一旦登基不好控制 因此最终猎侯们商议决定 盈利在他们看来个性宽厚 母家软弱 容易被大臣们辅佐的汉高祖第四子 代王刘恒为皇帝 就是汉文帝 文帝的母亲薄姬 是先秦魏国宗室女的私生女 所以后来秦末天下大乱 魏国光复的时候 薄姬的母亲就托人找关系 把薄姬送进了魏王宫 成为了魏王魏豹的测试 然后有一次魏豹就请来 当时魏国非常著名的女占卜师 许富给薄姬看相 许富看过薄姬的面相之后 十分笃定的说 薄姬的面相富贵无比 是生天子的面相 魏豹听了之后心中大写 觉得这是自己要得天下的预兆 因此轻率的就背叛了刘邦 结果曹参率领汉军 攻灭了魏国 而薄姬也就此成为了汉王的姬妾 后来就真的生下了一位天子 汉文帝 说到这位给薄姬算命的许富 他也是汉朝初年一位著名的人物 他因为多次成功的为汉高祖预言战事 因此在汉朝建立之后 被汉高祖封为明慈侯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位女侯爵 许富另外一次流于清史的占卜 是他为周伯的儿子周雅夫相面 准确的预言了之后 周雅夫封侯败相 最终又饿死狱中的人生 后来汉武帝时期颇有些名气的游侠郭姐 就是许富的外孙 汉文帝虽然在功臣集团的拥戴之下 在所谓的诸吕之乱平定之后 继承了大汉天下 但是他的登基 似乎总是有点德国不正的嫌疑 至少他的叔伯兄弟子侄们 很多人都是这么看的 因此在经历了这场动乱之后 大汉王朝的宗室藩王们突然发现 自己距离皇位的距离似乎并不太远 这些刘家子弟心中燃起的这份野心 最终在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在位期间 演变成了一场 差点扭转了中国历史走向的更大的动乱 七国之乱 汉文帝是汉朝乃至于中国历史上 最为重要的帝王之一 称得上是之后历朝历代的帝王楷模 他在位期间减免赋税 废除酷刑 倡导节俭 改善民生 遵从皇老之道奉行无为而至 和他的儿子汉景帝一起 被并称为文景之治 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盛世 也为之后两汉四百年的国座 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推举上台的皇帝 并没有旧历可以遵循 所以在列侯们拥戴文帝登基的时候 汉文帝也是一再推辞 汉文帝登基四个月之后 朝鲜们再次上奏 请汉文帝确立皇太子 这时候汉文帝对于立自己的儿子 作为帝国储君的事情 又是再三推辞 他对大前面说 楚王是我的叔父 吴王是我的堂兄 淮南王是我的弟弟 这都是长辈和至亲 立楚不能只从我的儿子们中挑选吧 对于汉文帝的这份谦虚 主管官员们也是非常配合 他们搬出了汉高祖立汉徽帝为太子的先例 称立四婢子 这样汉文帝当时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刘启 就被册封为皇太子 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两个月后 刘启的生母窦氏被立为皇后 就是大家熟悉的辅佐了景帝 武帝两朝皇帝的窦太后 因为汉文帝在汉高祖诸子之中 排行居中飞敌飞场 所以其他的宗室成员 面对皇权的诱惑 纷纷蠢蠢欲动 汉文帝登基后的第三年 他的侄子纪北王刘兴居 趁着匈奴入侵 汉文帝亲自率军驻防太原的机会 发动叛乱 我们前面提过 这位纪北王刘兴居 是汉高祖长子 其盗会王刘肥的第三子 吕后在世的时候 他和他的二哥刘章一起 被征召入朝 诸吕之乱的时候 兄弟二人原本是打算拥戴他们的大哥 齐哀王刘湘几位 但却没能成功 对于陈平周伯等人的谋划 刘章刘兴居兄弟也是心中愤恨 但却无可奈何 只得接受皇位落到了四叔手中的事实 根据史记记载 汉文帝登基的时候 负责为文皇帝清宫的 就是夏侯英和刘兴居 当然这个清宫是司马迁的春秋笔法 其实就是替汉文帝到皇宫里 杀了后哨帝和他的三个兄弟 扫清了汉文帝继位的法理障碍 所以汉文帝刚登基的时候 对刘章和刘兴居也很感谢 曾经许诺封他们两个人做国王 但是到后来 汉文帝听说 这对兄弟其实一直在谋划拥戴他们的大哥齐王刘湘几位 所以后来在封上平定诸吕之乱的功臣的时候 文帝就故意压低了这两兄弟的功劳 只封给了他们二人一人一个郡王的头衔 之后没过多久 刘章就病死了 而怀恨在心的刘兴居 则趁着匈奴入侵的机会发动了叛乱 得到了纪北王刘兴居叛乱的走报 汉文帝立刻派遣曾经斩杀了韩王信的名将 纪朴侯柴武率军去平定叛乱 最终刘兴居兵败自杀 不过汉文帝对于自己的继位 其实一直多少还有点心虚 所以他不想重处宗室藩王 以免激起宗室内部更大的叛乱 所以刘兴居兵败自杀之后 汉文帝下诏特赦了刘兴居所有的同党 而且还让他的另一个弟弟 就是刘肥的第十子安都侯刘志 继承了纪北王的爵位 又过了三年 朝廷得到确切的举报 淮南王刘长秘密勾结匈奴和芈月 密谋发动叛乱 于是大臣们就一同奏请汉文帝 以谋逆罪处死刘长 但是汉文帝不忍心处死这个 自己唯一还在世的兄弟 所以只是废除了刘长的王爵 将他发配属中 而且为了减轻刘长作为刘方范的痛苦 汉文帝还特许让他带十个机械 一起去属中的刘方帝 而且明令沿途的官府 每天要供给刘长肉五斤 酒两斗 但是一些地方官员 显然误解了汉文帝宽人的性格 和对亲情的重视 他们公然慢待这位被削了绝的藩王 刘长不堪受辱 就在去刘方帝的路上自杀了 听说弟弟自杀的消息 汉文帝非常悲痛 他下令处长了所有没有为刘长 供应酒肉的地方官员 而且还把刘长的三个儿子 全都封为了王爵 正是在汉文帝怀柔之侧的安抚之下 大汉朝廷和宗室藩王们都相安无事 大汉王朝也迎来了他的文景之志的盛事 然而就在回南王刘长自杀十年之后 刘家又有一位宗室亲贵死于非命 这个人就是汉文帝的唐侄子 吴国太子刘贤 汉文帝十六年 公元前165年 吴王刘碧派他的太子刘贤 入朝仇见汉文帝 召见之后 汉文帝就让刘贤留在宫中 陪伴太子刘贤 为的无非是希望让儿子 和下一代宗室藩王们建立点交情 结果万没想到 俩人在下棋的时候起了争执 太子刘贤年轻气盛 抡起棋盘就去打人 结果一下正打在刘贤的头上 把刘贤就给打死了 刘贤的遗体被送回吴国 吴王刘碧自然恼怒一场 他让人把刘贤的遗体 再次送回长安 并且带话给朝廷 说天下都是刘家的 我和当今天子 是同一个爷爷的孙子 我的儿子既然死在了长安 就应该葬在长安 为什么还要送回吴国 汉文帝也是自知理亏 所以下诏 把刘贤安葬在了长安的皇陵之中 从此之后 吴王刘碧就自称生病 再也不按规制 进京朝见皇帝 遇到汉庭和其他藩国 有罪犯逃到吴国境内 派人来吴国请求协助捉拿 刘碧也都一概拒绝 不仅如此 刘碧还利用吴国境内 盛产童颜的优势 大肆铸造钱币 扩充军备 凭借着吴国的富数 刘碧下令 免除国内赋税 以此收买人心 有吴国的百姓被朝廷征召 去其他郡国服兵役的 吴王都专门另有一份赏赐 种种不臣之心 可以说是昭然若结 据说最早察觉到刘碧不臣之心的 是刘碧的三叔 汉高祖刘邦 传说汉高祖在分封刘碧的时候 突然就第六感显灵 猛的就对这个侄子 产生了一丝的不信任 然后汉高祖就拍着刘碧的后背 对他说 朕听术士说 五十年后 东南将有人造反 孩子 不会是你吧 你可别忘了 这天下刘姓宗士 可都是一家人 刘碧听了这话 吓得是连忙跪倒 连撑不敢 但是尽管朝权们纷纷弹劾吴王 不守翻臣之礼 可是汉文帝因为自己的儿子 打死了刘碧的儿子 所以对这位堂兄一直心中有愧 所以他不顾朝权的反对 仍然对吴王采取了宽容安抚的政策 他派使者去吴国 赐给了吴王刘碧一根拐杖 并且告诉吴王 皇帝念他是天子的堂兄 年事已高 特别恩准 他不必再暗制朝建了 不过汉朝朝廷和宗室诸王之间的和平 最终还是随着汉文帝的去世而终结了 公元前157年 汉文帝去世 太子刘起即位 就是汉景帝 景帝登基之后 他的老师如今的御史大夫朝作 就给汉景帝上了一道奏折 就是著名的薛藩册 在薛藩册里朝作提出了一个流都后世1700多年的观点 仅薛之一反 不薛一反 薛之其反极或小 不薛之其反迟或大 于是在汉景帝的支持下 朝作借口宗室藩王们犯下了一些过错 就开始削减诸王的封地 楚国和赵国各被削去了一个郡 焦西国原本就只是个郡国 被削去了六个县 然后朝作就以吴王刘弊 数十年不进京朝建天子的罪名 下令削取吴国的豫章军和会计军 尽管朝作本人是法家出身 但是他在削藩的过程之中 并没有遵循法家法治的原则 在没有找到诸侯王足够严重的罪行之前 就直接大量削减各诸侯王的封地 比如他削减吴国封地的借口 就很站不住脚 吴王不入朝觐见 是汉文帝在世的时候特许的恩典 根本不是什么过失 更谈不上是罪行 因此朝作自己在削藩的过程之中 行为过激 举措失当 也同样是激发了七国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等到汉使带着削减吴国封地的圣旨 到达吴国之后 吴王刘弼立刻下令 处死了汉使 以及吴国境内所有由朝廷派下来的官员 然后传袭天下 提出了诸朝作 清军策 就是说要诛杀离间皇室骨肉的奸臣朝措 最后楚国 赵国 焦西国 焦东国 济南国 滋川国 六国 先后响应 始称七国之乱 因为在这七国之中 实力最强的是吴国和楚国 他们也是叛军的主力 所以七国之乱 也会被称为是吴楚七国之乱 这其中 焦东 焦西 济南 滋川 这四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都是汉高祖长子 齐盗惠王刘肥的儿子 当年刘肥的长子 齐埃王刘湘 在诸吕之乱 结束之后 和皇位失之交臂 没过多久 就去世了 后来刘湘的独子 刘泽继位 十年之后去世 没有留下后代 因此 齐国的王位 就落到了刘肥的第八子 杨虚侯 刘将吕的手中 后来汉末三国时候 参与关东诸侯会盟 讨传冬卓的 盐州刺史刘代 还有他的弟弟 太史词的前老板 扬州刺史刘游 就是刘将吕的后代 为了表达对齐王仪器的容处 也是为了削弱齐国的势力 在册封刘将吕 承袭王爵位的同时 汉文帝还从齐国 分出了几个郡 将刘将吕的这几个弟弟 也都册封为王 不过这兄弟之间 那也是有远近亲疏的 更何况是皇家之中 刘肥最小的儿子 如今的焦东王刘雄渠 从小就跟他这八哥 关系不好 所以趁着诸王举兵的机会 焦东王就窜到着 其他三个哥哥 跟他一块去围攻齐国 其实刘将吕之前 和吴王刘弼早有勾结 原本也是想跟着吴楚 一块叛乱的 结果让焦东王这么一闹 刘将吕只好忠于朝廷 坚守国都临滋城 就这样 煽动四国的叛军 就被牵制在了临滋城下 而北方的赵国 赵王刘隋勾结匈奴人西晋 但是被曲州侯利计 带兵阻挡 没能利用地理优势 杀入关中 相比之下 原本实力就强大的吴楚两国 最有进展 吴王刘弼 在和楚王刘武会师之后 迅速渡过淮水 击败了汉景帝的亲弟弟 梁王刘武 把他包围在了梁国国都 虽扬城中 面对七国的叛乱 原本在薛藩的时候 信心十足的朝措 对于藩王们的叛乱 完全没有预案 甚至贸然地就提出了让汉景帝 欲驾亲征 他自己留守长安的建议 对于这种建议 汉景帝当然不能接受 他任命周伯的儿子周比亚夫为太尉 启用自己母亲 窦太后的唐侄子窦英为大将军 负责评判 然而直到这个时候 朝措对于藩王们的叛乱 仍然没有足够的重视 他满脑子想的 还是朝堂上的权力斗争 和私人恩怨 在朝廷上 朝措有一个政敌 就是袁昂 据说这两个人 同朝为官二十年 从来都不说话 这两个人互相厌恶 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除了上朝之外 其他所有场合 只要听说对方在场 就一定回避 而袁昂曾经担任过吴国的相国 而且当时曾经向汉文帝亲口保证 说吴王刘弊 绝对不会造反 所以吴国叛乱之后 朝措就想以此为借口 致袁昂收受吴王贿赂 故意欺瞒朝廷的欺君之罪 但是主管司法的廷尉觉得 朝措提供的这些证据 非常牵强 不足以立案 然后这件事就让袁昂知道 袁昂就得想办法自救 可他当时正父贤在家 没有官职 于是他就去找了自己的好朋友 窦英 让窦英帮助自己面见皇帝 窦英就找了个机会 跟汉景帝说 袁昂曾经做过吴国的丞相 他对于评判也许有什么好主意 不妨招来他问一问 于是汉景帝就召见袁昂 袁昂就说 他有一个主意 可以平定七国叛乱 但是说之前 要请皇帝先平退左右 于是在场的其他大臣 都退到了殿外 只有袁昂自视自己 是天子尽臣 没有离开 然后袁昂又说 臣所说的话 只能天子一个人听 朝措没有办法 只好也退了出去 然后袁昂就对汉景帝说 七国叛乱 并不是真的想要推翻朝廷 只是因为朝措削藩 所以诸侯们起兵自保 如果陛下能够杀了朝措 废除削藩诏令 恢复各诸侯国原来的封地 那么七国自然会罢兵 这场大乱就可以兵不雪刃 消弥于无形 听完袁昂的话 汉景帝沉默了很久 然后说 如果真是这样 那朕也不能因为一个人 而让天下不满 几天之后 汉景帝就派人去召见朝措 朝措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穿着上朝的礼服就跟着走了 结果被带到了专门处决犯人的东室 就这样 朝措稀里糊涂的就被汉景帝 以御书群臣百姓 无臣子里大逆不道 罪当斩首的罪名给处死了 不过吴楚起兵 争的是天下 朝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真正平定七国之乱 还得靠周亚夫 周亚夫率军从长安出发 引兵东晋 占据了昌义 就是今天的山东违法 切断了南方的吴楚两国 和东方的山东四国 以及北方的赵国之间的联系 这时候吴楚两国围攻梁国 梁国形势危急 梁王刘武就派人突围 向周亚夫求救 但是周亚夫认为 吴楚两国的军队 当时士气正盛 不能和他们决战 所以拒绝发兵救援梁国 梁王没有办法 只好派人又突围去长安 向自己的亲哥哥汉景帝求救 可这时候汉景帝首领 已经没有军队了 所以汉景帝只能命令周亚夫 赶紧去救自己的弟弟 可是周亚夫认为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仍然拒绝出兵救援梁国 不过好在当时梁王手下 有两员名将 一位是梁国的中大夫韩安国 这个人老成持重 很有谋略 另一位则是一员永将 叫张宇 张宇的哥哥张尚 是楚国的相国 因为反对楚王发动叛乱 所以被楚王所杀 因此他对吴楚叛军 自然是有着刻骨仇恨 正是因为 韩安国和张宇的努力 所以吴楚两国的联军 一直都没能攻陷隋阳城 然后周亚夫派龚高侯寒推荡 率领一支清骑兵 南下攻占了淮水和四水交汇的淮四口 切断了吴楚联军的梁道 而周亚夫自己则亲率汉军步兵主力 南下进诸夏议 也就是今天安徽宿州的荡山县 吴楚联军不能攻下虽阳 梁道又被截断 只得放弃围攻梁国 回师寻求去和周亚夫的主力进行决战 但是周亚夫和韩推荡却各自坚守 谁都不派兵出来迎战 吴楚联军进退无路 又缺乏粮草 士气低落 只好退兵 周亚夫抓住这个机会 突然出兵 打败吴楚军队 楚王刘乌自杀 吴王刘毕率领几千亲兵逃往东越国 但是东越国这时候 早就被汉庭重金收买 所以东越王杀死了刘毕 把他的首级送到了长安 然后曾经担任过 燕国相国的将军罗安部 和汉朝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 同时也是汉警帝驸马的平遥后曹寿 领兵去救援齐国 击败了山东四国 焦西王自杀 其余三王都被汉庭下令处死 然后罗安部又率军北上赵国 和攻打赵国的立即合并一处 赵王也兵败自杀 七国之乱最终被平定 然后汉警帝借着平定七国之乱的余威 下令由朝廷接管了各诸侯国国王任命官员的权力 诸侯各国的内政以及军队调动的权力 也就都由朝廷任命的官员所掌握 从此之后 诸侯王的权力被削夺殆尽 著有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著名学者博扬 在他的博扬版《资质通鉴》中认为 无处七国之乱的历史意义在于 战争的结果将会决定 其后的中国是一个像秦朝那样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之帝国 还是一个像欧洲中世纪内亚的封建制的国家 最终代表中央集权的汉景帝一方获胜 从而奠定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 不过七国之乱被平定 只是再一次确认了汉文帝一系对于大汉皇位的所有权 扼杀了其他宗室之系对皇位的觊觎之心 而在汉文帝一系内部 对于皇位的争夺仍然还在继续 不过说起这场权力斗争的起因 汉景帝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当初在七国之乱爆发之前 梁王刘武入朝觐见 因为刘武是汉景帝唯一一个同胞兄弟 因此非常受汉景帝的器重 再加上刘武作为窦太后的小儿子 自然也颇得太后的宠案 为了笼络刘武能够在之后朝廷削藩的行动之中支持自己 汉景帝亲口对刘武说 自己死后会把皇位传给刘武 按照《资质通鉴》中的记载 就是 东十月梁王来朝 时尚未知太子 与梁王饮宴 从容掩月 千秋万岁后 传于王 这可比明成祖的 免知世子多吉 直白露骨多了 从此之后 梁王自然就对皇位有了想法 后来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 梁王也是立下大功 得到了汉景帝赏赐的天子旌旗 初入礼节 与天子相同 不过汉景帝对这个弟弟的赏赐 也就到此为止了 在平定了七国之乱的第二年 汉景帝下诏 册封自己的长子刘荣为皇太子 对于当初对梁王说的传于王的许诺 再也不提了 不过刘荣的太子之位却没能坐稳 这就要提到窦太后另外一个孩子了 滚桃公主刘朴 这位滚桃公主是窦太后唯一的亲生女儿 是汉景帝和梁王的同胞姐姐 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滚桃公主得去刘荣被立为太子 就去找刘荣的生母丽姬 想把自己的女儿陈氏嫁给刘荣做太子妃 原本汉景帝还只是太子的时候 丽姬是他最宠爱的妃子 汉景帝的长子三子四子都是丽姬所剩 但是后来因为滚桃公主为了讨汉景帝的欢心 有事没事就给弟弟介绍美女 而这些美女大多也都很合景帝的心意 因此虽然之后 丽姬在宫中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特殊地位 但是她和汉景帝之间就再也没有过孩子了 所以丽姬心里对不断地往后宫送美女的滚桃公主 自然就怀恨在心 在滚桃公主打算和她结亲的时候 丽姬就因此断然拒绝了滚桃公主的亲近和笼络 滚桃公主当然十分生气 她就一心想要给自己的女儿定下一门不输流容的亲事 于是滚桃公主就描上了她另一个职子 焦东王刘彻 也就是未来的汉武帝 对于刘彻的出生也是有段传奇的 据说刘彻的母亲王妇人在怀孕的时候 曾经梦到太阳入怀 然后生下刘彻 而且王妇人怀上刘彻的时候 汉景帝还只是太子 就在刘彻出生之前 汉文帝驾崩 汉景帝继位 因此刘彻极有可能是汉景帝登基之后出生的第一个儿子 刘彻的母亲王妇人那可比立即情商高多了 她立刻答应了滚桃公主的婚事 传说刘彻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曾经对着她这位表姐兼未婚妻陈氏 叫着她的小名说 阿娇 等我长大以后 一定用金子给你造一座大房子来住 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由来 所以说尽管今天人们都用金屋藏娇来形容婚外情 但其实 追本溯源 金屋藏娇是汉武帝对自己明媒正取的原配正气的承诺 从此之后滚桃公主隔三差五 就在汉景帝面前说说立即的坏话 聊聊王夫人的美德 顺便再夸夸王夫人的儿子刘彻 聪明伶俐 不愧是梦日入怀所生的天皇贵州 日子一久 汉景帝也开始认真考虑起了改立太子的事情 于是他决定再试探一下立即 有一次汉景帝身体不适 立即前来探望 汉景帝就对他说 我一向身体不好 这次生病 不知道还能不能痊愈 如果我不在了 你要好好照顾我其他的儿子们 这时候但凡智商在线 都能听出来 这是汉景帝的脱孤之词 应该好好答应 然后再宽慰景帝几句 诸如陛下万寿无疆 必能诛世安泰之类的 结果立即他居然当着汉景帝的面发起了脾气 不但不肯答应照顾汉景帝的诸子 而且还对汉景帝其他的妃子出言不许 从此之后汉景帝对立即就彻底失望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情 立即得罪汉景帝的这件事 不久就被王夫人听说了 王夫人赶紧趁着汉景帝怒火未息的机会 暗中派人去挑唆大行令 让他去启奏汉景帝 立太子生母 也就是立己为皇后 大行令也叫大红炉 是九卿之意 主要负责的是掌瞒仪式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外交部长 结果他去奏请立皇后推荐的 还是其实已经失宠了的妃子 自然就立刻触怒了汉景帝 汉景帝当时就大骂大行令 这是你该管的事吗 然后就以外臣勾结后宫的罪名 把大行令处死了 然后汉景帝不顾朝权的反对 下诏废除了刘荣太子之位 改封为临江王 立刻离心就藩 立即也被打入冷宫 忧愤而死 而刘荣后来又被汉景帝 以侵占宗庙用地的罪名 抓回了长安 最终在中卫府的监狱里 自杀身亡 汉景帝虽然废除了 刘荣的太子之位 但却没有立刻策立新的太子 当时汉景帝的皇后博氏 是景帝祖母 博太后的娘家人 明显的政治联姻 博皇后自从和汉景帝成婚之后 从不受宠 也没有生育过子女 所以汉景帝的十四个皇子 都是庶处 而在汉景帝废除太子的时候 他的这些儿子 除了年纪又小的三个之外 全都已经被封为藩王 所以这时候朝廷上下 谁都看不出来 接下来要接替刘荣的新皇储 究竟会是谁 这时候原本已经对当皇上这件事 心灰意冷了的梁王刘武 又重新惊上了起来 尤其是梁王的两个宠臣 杨胜和公孙鬼 玩命劝说 让梁王去争夺储位 而一向偏爱小儿子的窦太后 也有这个意思 刘荣备废之后 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 窦太后就对汉景帝说 以后你不管去哪 都要让梁王跟随在你的身边 意思就是 要汉景帝栽培梁王 立为储君 汉景帝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思 只好答应 但是宴会结束之后 他就立刻召集进城 商议这件事 结果大臣们纷纷对此表示反对 他们就跟汉景帝说 当初宋国严习殷商救治 胸中递急 结果霍乱不断 汉家法度 立四弊子 陛下有十几个儿子 怎么能传位给梁王呢 这件事之后就被梁王知道了 然后这杨胜和公孙鬼 就给梁王出了个馊主意 把那些反对立梁王为储君的大臣 都给杀了 这事不就成了吗 这梁王也是糊涂 不想让他当皇储的 既不是朝廷大臣 也不是祖宗礼法 更不是乃为后宫的嫔妃或者冲灵的皇子 而是他那位身为大汉天子的亲哥哥 人家是想把皇位传给自己亲儿子的 可是当时已经被权欲和谗言冲昏了头的梁王 真的采纳了杨胜和公孙鬼的这个馊主意 派出刺客前往长安 刺杀了反对立梁王为储君的十几个朝廷重臣 汉景帝对此当然是勃然大怒 他稍一琢磨 这事明显就是梁王干的了 因此立刻下令派人彻查 果然是梁王所为 然后汉景帝就派人去梁国 要逮捕杨胜和公孙鬼 俩人就跑到了梁王王宫中躲了起来 汉庭使臣搜捕了一个多月 也没能找到他们 于是汉景帝一连派出了十几波使者 找梁王要人 而梁国内侍韩安国也得知 杨胜和公孙鬼就躲在梁王王宫中 于是他赶紧进宫 求见梁王 见到梁王之后 韩安国是倒头痛哭 他说自古逐辱者臣死 大王身边缺少梁臣 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现在看来 这杨胜和公孙鬼是抓不着了 所以臣今天专门来跟大王决别 请大王赐我一死 梁王听了之后 一开始并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的回答了一句 说不至于吧 韩安国一听梁王还不明白 哭得更厉害了 他问梁王 大王您自己想想 您跟临江王刘荣相比 谁跟皇上更亲 梁王说那当然是临江王 于是韩安国就接着说 对呀 临江王是皇上的亲儿子 又是长子 曾经还被立为太子 可结果呢 就是因为修建王宫 占用了宗庙用地 就在中尉府自杀了 皇帝治理天下 不可能因为私情 就扰乱公务 大王您身为诸侯 受到了奸臣的蛊惑 做出了违反法律 冒犯皇帝尊严的事情 皇上如今没有处罚您 那是因为皇上 顾及了太后对您的宠爱 将来如果有一天 太后不在了 大王您可怎么办啊 韩安国这一番肺腑之言 总算是把梁王给说明白了 梁王赶紧过来 扶起了韩安国 向他赔罪 然后就命令杨胜和公孙鬼自杀 把他们的尸体 交给了汉景帝派来的使臣 这时候梁王也明白了 自己这回真的闯下了大祸 为了避免汉景帝的责罚 他先是派人去长安 求见他的姐姐管桃公主 再请管桃公主去找母亲斗太后 母女二人一起帮着自己求情 而这时候汉景帝已经册封 王夫人为皇后 刘彻为皇太子 梁王继位已经断无可能 所以汉景帝看在母亲和姐姐的面子上 再加上有朝臣劝谨 因此同意宽恕梁王 刺杀朝廷大臣这件事 只追究到杨胜和公孙鬼 尽管如此 梁王心里仍然不踏实 所以他在入朝谢罪的时候 还是耍了个心眼 他让部下带着梁王的车年一丈 在寒谷关外 等候朝廷的使者 而他自己就带了两个贴身侍卫 换上了便衣 悄悄先溜进长安 躲到了管桃公主家的一个庄园里 等到汉景帝的使者来到寒谷关 迎接梁王的时候 见到了只有梁王的车架和随从 消息传回长安宫中 斗太后当场痛哭 说皇帝果然杀了我的儿子 汉景帝听了也十分担忧害怕 只能不停地宽慰母亲 一再表示自己绝对没有派人杀死弟弟 就在这时候 管桃公主带着梁王来到汉景帝面前 赴京请罪 斗太后和景帝看到梁王还好好的活着 都喜出望外 母子三人坐在一起痛哭一场 汉景帝和梁王 这才算是恢复了手足之情 六年之后 梁王在封帝病逝 嗜好为孝 这也就是后来汉末三国时代 陈林为袁孝所写的讨伐曹操的习文中提到的 被曹操倒了陵墓的梁孝王 梁孝王死后 既是为了哄斗太后高兴 更是为了削弱梁国的实力 汉景帝下诏 把梁王的五个儿子 全都封为藩王 瓜分了梁国的国土 公元前141年 在位16年的汉景帝甲崩 太子刘彻即位 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 汉武帝登基的时候只有15岁 所以朝廷大权很自然的就落到了在景帝时期 就对朝局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斗太后 如今的斗太皇太后手中 在斗太后的干预下 武帝初年仍然延续了文帝和景帝时期 无为而至 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汉武帝继位后的第六年 影响了汉朝朝政数十年的斗太后去世 后来斗太后的弟弟张武侯斗少君的后代 不断发展壮大 形成了两汉时代著名的世家大族 伏风斗士 东汉的张帝和桓帝的皇后 都是出自于伏风斗士 据说后来隋唐时期 关隆集团的重要成员 唐太松的母亲太慕皇后 所属的河南斗士 也是伏风斗士的一个分支 不过对于河南斗士的鲜卑旧性 河斗灵 这究竟是他们家族真实的血统起源 还是像河南斗士自己声称的那样 这只不过是先祖当年从汉帝逃到鲜卑避难的时候 从先碑首领那里获得的一个次性 这个在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争议 但是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一朝太后也有着一朝外戚 随着窦太后的去世 窦家在朝廷上的影响力自然也就随之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的娘家兄弟 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武安侯田坟被封为丞相 总览朝政 当年汉景帝在世 王太后还只是景帝宫中的一个妃嫔的时候 田坟为了求得一条晋升之路 曾经长期去巴结窦太后的唐侄子 为其侯窦英 据说田坟对待窦英就像对待自己家的叔伯长辈一样 然而天道更替便意无常 如今窦太后去世 王太后掌权 窦英没有了任何靠山 只不过是一个无官无职的闲散侯爵 而田坟则是当朝丞相 如今大汉天子的亲舅舅 因此田坟对待窦英的态度 自然是180度的大转二 各种的轻蔑甚至是羞辱 时有发生 而当初窦太后在世的时候 依附于窦英的很多朝臣世人 也都纷纷远离了窦英 改头到田坟门下 虽然窦英自己对此不以为意 但是他身边有人看不下去了 比如窦英的至交好友贯夫 公元前131年 汉武帝登基后的第十年 王太后给他这位宝贝弟弟 张罗了一门婚事 新娘是当时的燕王刘定国的女儿 这位燕王刘定国 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在汉文帝登基的过程中 发挥过不小作用的狼牙王刘泽的孙子 当初正是因为刘泽的一番戒严 争夺皇位的热门人选 齐哀王刘星和皇位失之交臂 为汉文帝的继位扫出了一个大障碍 因此文帝继位之后 为了表达对这位唐叔的感谢 就把刘泽的爵位从郡王提升到了国王 分封在了燕帝 如今的燕王就是刘泽的孙子 所以这么算 田粉娶的是他外甥的远房堂姐妹 丞相和翁主成婚 这可是朝廷盛事 当时长安城中各级险贵 全都应邀出席 这也包括了窦英和冠夫 当时出席婚礼的宾客们 也都知道田粉和窦英关系不好 既然是来给田相国捧场的 那自然要对窦侯爷敬而远之 甚至有人连镜都给省了 直接就远之肉 冠夫看在眼里十分生气 可他是一个被免了官的前两千旦官员 在这些轻贵眼中 跟老百姓没多大区别 所以冠夫虽然生气 却无从发作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冠夫发现了一个出祭桶 这一下就把他自己 还有窦英和田粉 全都给引上了绝路 窦英去给来参加宴会的 林汝侯冠贤敬酒 可是冠贤却他和卫卫成不实聊天 没有理会窦英 这个冠贤是高祖麾下名将冠英的孙子 而冠夫的父亲张梦 原本是冠英的部下 后来因为冠英 十分欣赏张梦的才干 所以对张梦大力提拔 而且还和他结为异姓兄弟 以及儿女亲家 为了表达对冠英的感激 张梦在和冠英结拜之后 就改姓冠了 所以这么论起来 冠夫算得上是冠贤的长辈了 这就给冠夫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他对着冠贤就是一顿臭骂 说你平时从来不把程不实放在眼里 把他说的是一文不值 今天长辈来给你敬酒 你却反倒像个姑娘似的 还跟程不实说上悄悄话了 作为宴会的主人田坟 听见了冠夫的谩骂 赶紧过来打圆场 他知道冠夫一向对非将军李广特别尊重 所以他就说 程不实将军和李广将军都是魏魏 你这样当众羞辱程将军 不是也骂了李将军吗 可这时候已经是骂得兴起了的冠夫 连田坟的面子也不给了 还是站在那大呼小叫 他说今天就是把我给杀了 我都不在乎 哪还管得着什么程将军李将军 田坟的一场婚宴 就这么被冠夫给搅和了 这就是历史上冠夫骂座的故事 堂堂天子的舅舅 大汉的丞相 哪能受这份羞辱 于是田坟立刻派人去搜集 冠夫的黑材料 这冠夫自从被免官之后 一向以游侠自举 再加上他曾经也当过封疆大吏 又是功臣子弟 种种不法情势 稍加调查的自然是车载斗粮 因此田坟就亲自上奏汉武帝 弹劾棍夫 骂座不敬 横行不法 要求汉武帝处死棍夫 为了救棍夫 窦英也只好上奏汉武帝 揭露了田坟和异域谋反的 淮南王刘安之间 多有勾结 为了增加自己的分量 窦英还拿出了汉景帝 生前秘密授予他的遗诏 上面写着 事有不变 以变一论上 结果汉武帝派人去查阅 宫内档案的时候 并没有找到这份遗诏的记录 和本应留在宫中存档的副本 因此不仅冠夫被灭族 窦英自己也被以伪遭圣旨的罪名 诛灭了三族 而窦英死后 田坟很快就病倒了 他整天在家里疯疯癫癫的喃喃子语 不停的到处向人谢罪 田坟的家人聘请名医 医生束手无策 又请来了束事 一番作法 发现是窦英和冠夫的冤魂 守住了田坟的魂魄 日夜鞭斥索命 无法破解 最终在窦英被灭族三个月之后 田坟也是病死家中 直到这时候已经登基了整整十年的汉武帝 才最终彻底摆脱了所有来自于长辈外戚 对朝政的影响 不过其实在此之前 汉武帝已经开始了他最著名的宏图大业 虽然是以一场失败作为开场的 汉武帝从公元前141年登基到公元前87年驾崩 在位将近54年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汉族皇帝 在此期间 汉武帝也进行了不少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改革 比如他以亲信担任尚书 甚至以内宫宦官出任中书 分割丞相的奏役之权 极大的扩张了皇帝的权力 而且汉武帝推行推延令 削弱诸侯藩王的势力 实行掩铁专卖 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用于负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还有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使得儒学开始成为了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除了这些获有争议的政策之外 汉武帝开创了查举制度 完善了汉朝官员的选拔体制 设立了中央的官学堂太学 开始兴学养士 除此之外 汉武帝还是年号的开创者 这套开始于汉武帝的纪元方式 直到今天 正然在日本被继续沿用 不过除了这些内政上的改革之外 汉武帝最为言所熟知的 还是他在位期间 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战争 自从汉高祖七年 公元前二百年 汉高祖亲自统帅汉军 中了匈奴人的诱敌之计 被匈奴莫独缠于亲自统帅的禁旅 包围在了白登山七天七夜之后 汉朝对匈奴就一直采取首饰 从汉高祖到汉景帝 汉朝历代皇帝先后册封过十一位宗室女子 作为和亲公主 嫁给匈奴传于 不过由于汉朝和匈奴之间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汉朝的这套和亲政策 并没能彻底的终结匈奴骑兵 对中原汉帝的侵扰 匈奴被约入道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 到了汉武帝时期 得益于之前从高祖到文帝 与民休养生息的积累 加上景帝平定七国之乱 加强中央集权的成功 自是国力强盛的汉武帝 开始雄心勃勃的打算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 公元前134年 匈奴的君臣谗余派使者来到长安 请求和汉朝和亲 汉武帝这次并没有依照惯例 应允匈奴使者的请求 而是在朝会上让大臣们公开讨论这件事 大行令王辉认为 自从高皇帝和匈奴和亲以来 匈奴被约入侵的事情屡有发生 因此不应该再继续和匈奴和亲的政策 而是应该发兵攻打匈奴 这才是有效的应对之策 但是御史大夫韩安国 站出来反对王辉的意见 韩安国认为 匈奴人是游牧民族 来无影去无踪 汉军远出千里 去匈奴人的土地上作战 那就是强弩之末 而且就算打赢了 也是无力可图 匈奴的土地 都是沙漠和草场 根本无法耕种 匈奴人也是野蛮民族 毫无道德廉耻之心 因此就算打败了匈奴 也难以占领匈奴的土地 更不可能同化匈奴的人口 所以这种既不能扩大疆域 又不能增强国力的战争 实在没有意义 所以接受和亲远比冒险开战 对国家有利的多 虽说和匈奴和亲这件事 正该打刑令管 但是御使大夫掌管监察大权 在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丞相 而且王辉边历出身 韩安国则是平静七国之乱的 大功臣之一 再加上参加朝会的大臣们 基本上也都同意韩安国的看法 所以最终汉武帝 还是答应了匈奴和亲的要求 不过王辉通过这场朝会 摸清了汉武帝内心真实的想法 尽管汉武帝允诺了和亲 但是王辉仍然继续 他对匈奴开战的主张 在第二年 王辉为汉武帝引荐了一个 来自边地马役的地方豪祥 聂一 聂一就告诉汉武帝 说匈奴因为刚刚和汉朝和亲 所以毫无防备 对汉朝边民非常信任 他愿意去利诱匈奴参与 让他出兵南下 劫掠汉地 而汉朝事先准备好扶兵 这样就可以一举歼灭匈奴主力 这时候的汉武帝虽然已经23岁了 但真正亲政还不到两年 至于军事 那更是只有纸上谈兵的经验 因此汉武帝并没有继续咨询朝中大臣和将领们的意见 就轻率地拍板决定 同意了王辉和聂一的计划 公元前133年 汉武帝任命魏魏李广为萧纪将军 太普公孙后为青车将军 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 统率30万汉军主力部队 埋伏在了马亦附近的山谷之中 同时他还任命大姓令王辉为将屯将军 中大夫李熙为财官将军 率兵3万 从戴郡出发 从侧翼袭击匈奴 协助主力截断匈奴员的退路 争取一举全监匈奴主力 然后聂一就作为汉乡来到匈奴 求见君臣禅羽 聂一就欺骗君臣禅羽说 我在汉朝受到了官府的欺压 愿意率领手下数百人 斩杀马亦的官员 举城归降大匈奴 但是马亦是汉朝边疆重镇 我一旦启示周围各地的汉军得知消息 一定会来攻打马亦 所以请大禅羽一定要派匈奴大军前来接应 君臣禅羽对于聂一的话毫无怀疑 他贪图马亦城中的财物 所以决定亲率十万起兵去支援聂一 不过为防有诈 匈奴还是先派了个使者 跟着聂一一块回马亦 等聂一杀了马亦官员之后再发兵 对此聂一早有防备 他在出发之前 就和马亦的县令商量好了 他们杀了几个死囚 假装是马亦的地方官员 割下脑袋悬挂在城门上 成功地骗过了匈奴的使者 君臣禅羽在得到使者回报之后 真的就亲率大军前来马亦 但是自从进入汉地之后 君臣禅羽总觉得哪不对劲 但是又说不出来 等到匈奴大军距离马亦 只有一百多里地的时候 君臣禅羽突然醒悟 他这一路上看到了很多汉人的畜群 但是却从来没有碰上过一个汉人的牧民 于是君臣禅羽立刻下令停止前进 然后派人去攻打了一个汉军的鞭亭 俘虏了汉军的燕门卫 君臣禅羽亲自审问 一番威逼力要 燕门卫就把汉军的计谋全都交代了 君臣禅羽一听大惊失色 赶快下令大军立刻撤退回国 这时候王辉和李希率领了三万偏师 已经接近匈奴大军了 汉军哨探发现了匈奴大军没有继续前进 而是撤退赶紧禀告 李希就想立刻追击 可是王辉却不同意 他说我们这三万人是配合主力部队 斜咬匈奴侧翼的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十万毫发无损的匈奴主地 我们肯定不是对手 因此王辉下令不要惊动匈奴人 悄悄撤军 而韩安国率领的三十万汉军主地 傻呵呵的在马义成交 埋伏了好几天 一直没见到匈奴人出现 以韩安国的老谋深算 马上就察觉出来 一定是走漏风生 打草惊蛇了 于是立刻命令大军全线出击 可这时候匈奴人早就撤走了 三十万汉军劳而无功 一无所获 这就是汉朝历史上著名的马义之谋 从此之后 汉朝和匈奴之间几十年虚与伟仪冒和神离不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狼烟不息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至于马义之谋中的重要人物聂一 他的结局在史书中并没有记载 不过根据三国志的记载 聂一甲后来因为语言结仇 为了避祸就改姓为张 聂一的一个后代 就是三国时代的曹魏名将 在逍遥心以寡击中 大破孙权的张刘张文远 马义之谋失败之后 汉朝原本还想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继续开放官室 就是汉朝和匈奴之间的边境贸易市场 希望匈奴为了贪图汉地的财货 继续维系两国之间和亲的局 但是险些丧命汉地的君臣禅瑜 不肯和汉朝和解 此后匈奴骑兵不断侵扰汉朝的边塞 屡屡攻破汉朝的边境关卡深入内地 为了遏制匈奴的反扑 公元前128年 汉武帝集中了汉朝最精锐的四万骑兵 兵分四路反击匈奴 常年驻守边疆 又曾经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 立下军功的汉朝名将 非将军李广 被任命为休旗将军 率军一万 出燕门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新州 世家子弟出身的太仆公孙赫 被任命为青车将军 率军一万 出云中 也就是今天内蒙的托克托 公孙赫的祖父 公孙魂结原本是义渠人 汉文帝的时候归赴汉朝 后来在平静七国之乱的时候 立下军功 被封为平渠侯 然后两位出身进军建章营的汉武帝的骑兵 侍从 魏清和公孙敖 被越姬提拔 任命为车记将军和太中大夫 也是各率一万骑兵 分别从上古和戴军出击 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延庆和河北的魏县 这四位将军之中 有两位其实是亲戚 车记将军魏清的大姐 是轻车将军公孙赫的妻子 而魏清的二姐 正是汉武帝的宠妃魏子夫 最终这四路汉军 大多都是杀鱼而归 非将军李广名声在外 匈奴人听说李广统军 立刻就集合了三路主力 以三倍的兵马围攻李广 李广全军覆没 兵败被俘 幸亏是在匈奴人压解他去王庭的路上 李广找了个机会 挣脱束缚 抢夺了匈奴人的弓箭和马匹 射杀了几个追兵之后 这才侥幸逃脱 而公孙敖也是遭到了 匈奴骑兵的重创 兵马折损过万 在损失了七千多人之后 狼狈撤回国内 至于公孙敖 他这一路压根就没遇到匈奴人 一仗没打 无功而返 在同行的衬托之下 这就更显示出了 魏清的军事才能 魏清率领他挥下这一万起兵 一路向北 伸入匈奴腹地 大约也是利用了匈奴主力 都去围攻李广这个空当 突袭了匈奴蝉鱼 祭天的宗教圣地龙城 斩首七百 得胜而还 汉兄战争之中 最耀眼的一颗将星 就此冉冉升起 公元前127年 匈奴的军臣蝉鱼去世 他的弟弟以武力 夺取了匈奴的王位 就是医治邪蝉鱼 军臣蝉鱼的儿子 于丹王子逃亡汉朝 或许是为了报复汉朝 收留了渝丹 医治邪蝉鱼 刚一登基 就立刻发兵入侵上谷 渝阳两郡 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延庆和密云 掠杀汉朝军民数千人 面对匈奴愈演愈烈的入侵 汉武帝决定 要把汉兄两国之间 这种简单粗暴而血腥的 你来我往式的骑兵冲杀截略 升级到一个更高级的战略层面 汉武帝盯上的就是富饶的 河套平原 河套平原水草丰美 既立于放牧 又立于农耕 对于汉兄双方而言 这都是一处重要的粮仓 而且河套平原 毗邻长安所在的关中 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 另外就是当年秦朝的时候 秦始皇曾经派大将蒙田北极匈奴 占领过河套平原 因此秦朝在当地修建了秦直道 可以直通长安 于是在公元前127年的春天 趁着匈奴人的战马 刚刚经历了整个冬天 正处在最消瘦的状态 而匈奴人的牧群 也刚刚进入交配的季节 迁徙不变的这个机会 魏清亲率数万精锐骑兵 从云中出发 接连渡过黄河和乌加河 直插匈奴腹地的高阙 也就是今天内蒙的呼和温度尔 就在匈奴人以为 汉军又一次要重演 上次战争中的故事 深入匈奴腹地 以彼之道环师彼身的时候 魏清率领汉军突然掉头南下 包围了在河套地区游牧的 匈奴的白杨楼返两部 一场激战 汉军斩首两千 俘虏三千 搅获牛马百万头 夺去了当年秦日皇需要出动三十万大军 才能占领到河套地区的控制权 匈奴的白杨王和楼返王仓皇逃命 而汉军则是全假兵而还 为了巩固成果 魏清在几乎全监了白杨楼返两部之后 再次率军渡过黄河 打破游牧在黄河北岸的匈奴的普尼和弗里两部 之后汉武帝力排众议 在河套地区建立了朔方军 并且在今天内蒙厄尔多斯的杭锦旗 修建了一座朔方城 作为汉朝在河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然后汉武帝蒸发了十万民众 强迫他们背井离乡 移居朔方城去充实边疆 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 河套地区都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之间 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 毕竟黄河百汉为父一套 因此无论是匈奴大蝉鱼医治邪 还是白阳王和楼梵王的直接上级 匈奴右贤王都不甘心 就这样把河套地区丢给汉朝 因此匈奴右贤王屡屡派兵攻入河套地区 烧杀截略 但是由于朔方城的存在 再加上汉朝在占领了河套之后 重修了之前秦朝在这修筑了长城 所以尽管匈奴骑兵在战场上常有获胜 但却再也无力撼动汉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了 为了彻底断绝匈奴人的念想 公元前124年 汉武帝再次调动十余万汉军出击匈奴 其中的主力正是魏清麾下的三万经纪 当时匈奴右贤王正处军在距离长城数百里之遥的地方 等待下属各部落前来会合 右贤王自认为汉军没有能力突袭距离汉朝边地如此遥远的地方 因此轻敌无备 没想到这世界上可以在马背上来如天坠去弱殿势的不只有匈奴人 魏清率领汉军骑兵急行军六七百里 趁夜突袭右贤王打赢 正酒醉卧床的右贤王突然惊醒 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 只好在亲信精锐的保护下带着妻妾仓皇逃跑 这一战汉军就俘虏了匈奴人口一万五千人 牛羊数百万头 光是右贤王麾下有爵位的匈奴贵族 就有十几个人成为了魏清的俘虏 此战令汉武帝大喜过望 他立刻下仗 任命魏清为大将军 统率汉军全军 魏清也就此成为了汉朝历史上 其汉初三节之一的韩信之后 汉朝的第二位大将军 随着在匈奴国中 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排名第三的右贤王 遭到了汉军的重创 匈奴人彻底失去了重夺核桃的可能 直到后来 东汉的光武皇帝在位期间 南匈奴才通过内赴汉朝的方式 以汉帝国属民的身份 重返核桃 在魏清击破匈奴右贤王 受逢大将军的第二年 汉武帝又一次集合大军 对匈奴开战 这一次 汉武帝不仅把这十几万汉军的指挥权 全都交给了魏清 而且还为他配备了一位 经验丰富的向导 这个人就是汉朝最著名的旅行家和外交家张谦 这位张谦绝对可以算得上是 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了 正是他奉命初始西域 开拓了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丝绸之路 被誉为是凿空之行 清末学者梁启超就曾经称赞张谦 是奸人磊落齐男子 世界史开幕第一人 公元前139年 就在汉武帝在韩安国的劝谏下 接受了匈奴和亲请求的第二年 汉武帝任命张谦为使节 率领一支一百多人的庞大使团 从陆西出发前往西域 而张谦一行的目的地 是一个据说位于在匈奴以西 名叫大跃之的国家 跃之原本是河西走廊一带的一个游牧强国 匈奴著名的墨独产鱼 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在跃之当过人质 后来墨独产鱼逃回国内 杀父自立 然后就发兵攻打跃之国 跃之被迫西迁 到了大概今天新疆吐鲁藩盆地一带 当时汉朝在位的是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 墨独产鱼在击败了粤之之后 还专门派使者到汉朝通报此事 炫耀匈奴的武力 使者告诉汉朝说匈奴的大鱼 派遣右贤王重创了粤之国 并且把西域一带二十六国 全都纳入囊中 后来墨独产鱼的儿子老上鱼鱼 也就是君臣鱼鱼和伊智邪鱼鱼的父亲 他在位的时候再次发兵攻打粤之 粤之王兵败被杀 头骨被老上鱼鱼做成了酒杯 然后粤之人被迫再度吸迁 迁徙到了阿姆河流域 在那粤之人终于重拾武运 击败了当地希腊化的巴克特利亚王国 也就是中国史籍中的大县 降服了游牧在当地的草原强国斯基泰人 也就是中国古籍中的赛种人 占据了巴克特利亚的粤之人 就被称为是大粤之 用来区分生活在麒莲山一带的小粤之 当时的大粤之有五个粤之部族 共同组成 各部首领被称为是西侯 后来到了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粤之的贵霜系后 丘旧雀灭亡了其他四部 然后又击败了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的安息 也就是帕提亚帝国 建立起了强大的贵霜帝国 当然这都是后话 在汉武帝的时代 粤之人才刚刚占据巴克特利亚而已 汉武帝从一个匈奴战俘那 听说了打粤之的事情 他觉得汉朝位于匈奴的东南 如果能够和位于匈奴西北的大粤之联合 共同夹击匈奴 必然可以事半功倍 因此汉武帝悬赏 征州前往大粤之的使者 可是当时大家谁也不知道 粤之国具体的位置 不知道它距离中国有多远 而且粤之既然位于匈奴的西边 那要去粤之 就必然得从匈奴境内穿过 那更是危险万分 所以谁都不敢接受这个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还只是一个狼官的张谦 毛遂自荐 为汉武帝 也为了大汉王朝 踏上了这段充满未知和危险的旅途 在张谦出发的时候 谁都没想到 他这一去竟然走了十一年 张谦一去十一年 这倒不是导航的问题 关键是他半路上被匈奴人给抓住了 匈奴虽然人口远不如汉朝 但那也是一个浮原万里的大国 匈奴当时的领土 北起贝加尔湖 南到长城 东起大兴安岭 西到咸海 所以张谦想要去大跃之 必须要穿过匈奴的国土才行 匈奴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草原帝国 所以在匈奴的国土之上 到处都是放牧牛羊的牧民 因此尽管张谦已经十分的小心进上了 但是这一百多人的大队伍还是目标明显 很快就被匈奴人发现了 然后张谦就被匈奴人带到了匈奴王庭 当时在位的还是匈奴的君臣禅羽 君臣禅羽就问张谦 你这是想干嘛呀 张谦倒也实诚 他说 我奉大汉天子之命 出使大跃之 听完这话 君臣禅羽就火了 他说 你们汉朝在我们匈奴南边 大跃之在匈奴北边 而且还是我们匈奴的侍仇 你们皇帝派你出使大跃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我要是派出一支使团 穿过你们汉朝的国土 出使汉朝南边的南越国 你们皇帝会答应吗 不过这时候的匈奴禅羽 刚刚收到了汉朝送来的和亲公主 就算不是新婚燕耳 至少也没有和汉朝撕破脸的打算 毕竟当时马役之谋还没有发生 所以君臣禅羽并没有杀张谦 只是把他这一行人全都扣留在了匈奴 但是张谦不肯屈服 坚决拒绝投降匈奴 君臣禅羽一看张谦对汉朝忠心耿耿 很是赏识 就赏给了他一个匈奴妻子 希望张谦能够留在匈奴 为匈奴效力 张谦虽然收下了禅羽送来的匈奴女子 真的在匈奴娶妻生子 但其实他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他一直悄悄地保留着汉武帝赐给他的代表汉室身份的福洁 就这样张谦在匈奴一待就是十年 十年之后张谦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带着他的匈奴妻子 还有一些仍然健在的随从 摆脱了匈奴人的监视 一路向西逃出了匈奴的国界 来到了大渊国 大渊位于费尔干纳盆地 这里今天因为地处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三国交界之处 情况复杂 所以成为了众多国际知名的 伊斯兰恐怖组绝的避难所 但是在两千多年前 费尔干纳盆地河道纵横 农业发达 位于当地的大渊国 是中亚首屈一指的强国 据说当时大渊的人口 占到了中亚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大渊原本也是希腊人 建立的巴克特利亚王国的一部分 公元前四世纪 希腊著名的君主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东征波斯帝国 占领了费尔干纳盆地 在费尔干纳地区的西尔河 也就是中国古籍中的 要沙水南岸 建立了一座城市 亚历山大里亚埃沙特 意思就是最遥远的亚历山大城 后来亚历山大大帝 在巴格达英年早逝 它一手建立起来的 地夸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也就随之分裂 费尔干纳地区 和其他被希腊人征服的 亚洲地区一样 成为了塞留古帝国的一部分 归属巴格特利亚总督管辖 公元前246年 塞留古帝国的安提奥克二世病逝 他的两个儿子为了争夺皇位 爆发了内战 当时的巴格特利亚总督 欧西德莫斯 趁机宣布独立 建立了巴格特利亚王国 后来巴格特利亚王国 在和塞留古王国的战争中 国力开始衰落 等到越之人在匈奴的压迫之下 被迫吸签 占据了阿姆和流域之后 费尔干纳盆地和巴格特利亚之间的联系 就被切断了 于是原本居住在乌孙一带 也就是今天伊犁和古地的斯基泰人 趁机征服了费尔干纳盆地 建立起了独立于巴格特利亚的大渊国 大渊早就听说 在匈奴的南边 有一个强盛而富庶的国家 只是苦于匈奴祖阁 所以一直无法和汉朝取得直接的联系 这次张谦一行来到大渊 大渊国王悟过喜出望外 他热情地接待了张谦等人 而且还派出向导和护卫 帮助张谦前往大越之 在招待张谦的时候 巫寡颇为得意地 向汉室炫耀了大渊的特产 就是日行千里 被誉为天马的汉血宝马 巫寡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这次炫耀 会在二十多年后 为大渊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而他自己最终也因此丧命 张谦在大渊停留数日 便继续启程 前往大越之谷 离开大渊之后 张谦一行 首先到了康居谷 根据史籍记载和学者考证 康居人大约是将图获罗宇的 雅历安游牧民族 因此虽然生活区域大致相同 但是西汉时代的康居 和后来隋唐时代 被称为朝五九星的速特人 建立的康国之间 或许并没有直接的文化和血缘上的联系 在途经康居的时候 张谦也注意收集了不少关于康居的情况 然后张谦一行 这才最终到达他们真正的目的地 大越之 话说当初越之王死后 他的妻子被推举为大越之的女王 不过大越之的国士 还是需要女王和五部西侯 共同商议决定 张谦和他的大汉王朝 显然低估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 对于故土这个概念的文化差异 这时候的越之人 在中亚占据了远比他们东方故乡 更加富庶的土地 因此张谦所说的东归故土 在越之人看来 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更何况 如今刚刚被越之人征服的斯基塔人 和巴克特利亚的原有居民 并不是很驯服 显然对于越之人而言 把兵力和人力 投入到巩固对巴克特利亚的统治上 远比用去和匈奴人作战 更有意义 因此最终越之女王 在表达了对汉朝的礼节性友好之后 蜿蜒谢绝了张谦提出的 两国联兵夹击匈奴的建议 而张谦一行 也只好带着他们这十年来 在西行过程中的种种收获和遗憾 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不过很悲剧的是 张谦在回去的时候 又一次被匈奴人给抓住 这次匈奴人似乎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把俘虏的汉朝使徒们分开关押 和张谦在一起呢 除了他的匈奴妻子之外 只有一个叫做唐一傅的匈奴人 这位唐一傅原本是居住在西域的匈奴人 在一次和汉军作战的过程中被俘 成为了奴隶 后来因为他武艺高强 所以被释放编入到了汉军之中 因为他是匈奴人 又生活在西域 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通晓当地多国语言 所以汉武帝在挑选使团成员的时候 唐一傅就被推荐选中 成为了张谦的翻译和向导 这一次张谦在匈奴被迫逗留的时间并不太长 只有不到两年 然后他们就赶上了匈奴的君臣禅渝去世 君臣禅渝的弟弟伊智贤和君臣禅渝的儿子于丹征位 匈奴内部一度爆发内乱 张谦和唐一傅就趁着这个机会摆脱了匈奴看守的监管 逃离匈奴 成功地返回了汉朝境内 张谦这次出使 前后历清了十多年 到访了西域许多个国家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大渊 康居大悦之之外 还有乌孙 善善 于田等等很多个国家 张谦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报告汉武帝 汉武帝听了十分高兴 认为张谦出使西域立下了大功 晋升张谦为太中大副 后来大将军魏清统帅汉军出击匈奴 张谦就被任命为随军校尉 一同出征 之后也是因为在战场上立下了军功 被封为伯望侯 再后来等到了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元寿四年 这时候汉朝已经重创了匈奴 匈奴的势力被迫推到了达磨以北 于是汉武帝又一次派遣张谦 率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 再次出使西域 这次张谦把使团分成了许多小队 分别出访各国 一共访问了西域36个国家 这次出访之后不久 张谦就病逝了 不过经过张谦这两次西行 西域各国和汉朝建立起了使节往还的外交关系 中国的商品也通过西域输出到了中亚的其他地方 甚至是西亚南亚乃至于欧洲和北非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的商品也顺着这条商路进入到了中国 因为在这条商路的贸易往来之中 中国的丝绸是其中最重要 也是最著名的商品 所以后来德国的地理学家 斐迪南冯·里希特霍芬男爵 就把这条由张谦开创的商路 称为丝绸之路 沿用至尽 如果您没听说过这位地理学家 那他还有一个身份 或许能显得知名度更高一点 那就是他是一战时候 德国空军著名的王牌飞行员 被称为红男爵的曼弗雷德 逢里希特霍芬男爵的远方堂书 准确的说 就是地理学家里希特霍芬男爵的曾祖父 是王牌飞行员里希特霍芬男爵的曾曾祖父的二哥 公元前123年 汉武帝以大将军魏清 统帅全军 曾经出使过西域各国的太中大夫张谦为随军校尉 集合了十几万大军出征匈奴 魏清统帅汉军在春夏两季 两次出击匈奴大禅于统帅的匈奴主义部队 总共斩首俘虏俘两三万人 可以称得上是重创匈奴大禅于了 不过汉军自己在战争中也是损失惨重 汉朝的前将军赵信和右将军苏建 统帅的兵马被匈奴包围 几乎是全军覆没 苏建自己只身逃出重围 而赵信原本就是匈奴降将 所以他就带着手下的八百匈奴亲兵 重新投回了匈奴 尽管如此 汉武帝对于这场漠南之战仍然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通过这场战争他又发现了一颗毫不逊色于魏清的将星 在这场战争中魏清的外甥霍区病 以嫖妖校尉的身份随军出征 当时霍区病只有17岁 所以魏清并没有给他安排什么作战任务 只是让他带着手下的八百骑兵去战场上见识见识 也就是了 没想到这一件事可是见识出了一份大功劳 霍区病初出茅庐就颇有大将风范 当年他舅舅魏清初上战场 就敢率领一万骑兵伸入匈奴腹地 突袭匈奴人的圣地龙城 如今霍区病手里只有八百骑兵 却也同样敢孤军伸入 突入匈奴纵身 结果果然让霍区病突袭了匈奴的一处打赢 霍区病以八百骑兵斩杀匈奴两千多人 而且统军的两个匈奴贵族也是一人被俘 一人被杀 霍区病把俘虏带回汉军打赢一审问 被俘的是匈奴缠鱼的叔叔罗姑比 而被杀的那位是吉若侯 倍儿更大 论起来是医治邪缠鱼的叔祖父 凭借着这份功劳 霍区病被汉武帝亲定为公军全军第一 被封为冠军侯 去公冠诸军之意 这也就是今天中文中 把比赛的第一名成为冠军的由来 根据汉书上的记载 在漠南之战结束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122年 汉武帝在外出狩猎的时候 抓到了一只独角兽 群人都认为这是吉兆值得纪念 因此汉武帝就决定用这件事情来纪念 公元前122年也就成为了元寿元年 而且还追念了之前的剑元元光元朔三个年号 因此元寿也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年号 当然对于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 也存在着其他说法 元寿之前的剑元和之后的元顶 也会被一些观点认为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 应该是受到张谦带回来的 关于西域各国情报的吸引和鼓舞 汉武帝决定出兵河西和匈奴争夺对西域地区的控制权 汉武帝元寿二年 公元前121年春天 汉武帝晋升霍区兵为票旗将军 命他率军一万 从隆西郡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桃出发 对具有河西走廊的匈奴 修徒 魂血等部 发起攻击 霍区兵这一万骑兵 渡过了北边的石阳河 越过了燕之山 也就是今天甘肃山丹县境内的大黄山 只用了六天的时间 深入匈奴境内一千多里 转战五国 斩杀了匈奴的折兰王 卢侯王 俘虏了魂血王的王子和相国 夺取了修徒王祭祀用的金人 俘虏斩杀匈奴将近九千人 当然汉军自己也付出了七千人伤亡的代价 等到了夏天 已经修整完毕 也补充好兵员了的霍区兵所部 再次对匈奴发起攻击 其实原本这一次 汉武帝命令中将军公孙敖 率军去支援霍区兵 可惜公孙敖因为迷路 没能和霍区兵会合 最终霍区兵还是一如既往的孤军深入 这一次霍区兵在祁连山下消灭了匈奴又先王所部三万多人 光是匈奴的王爷王妃王子相国将军 被汉军俘虏的就多达上百人 汉武帝得到奏报 大喜国王 专门派出使者 带着御赐美酒去前线 奖赏霍区兵 霍区兵得到这份赏赐之后 觉得功劳是全军将士的 不应该自己独享 但是酒少人多 于是霍区兵就把御酒倒到了泉水之中 和全军将士们一同引用 这也就是今天甘肃酒泉名字的由来 霍区兵这次得胜还朝 顺便衣锦还乡去了老家平阳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坟 风光了一番 在这里霍区兵第一次见到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霍区兵对这个少年很是喜爱 决定带他一同回长安 这个少年就是将来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的三朝权臣 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汉朝夺取河西 对匈奴的打击是很大的 小说天龙八部中 萧峰提到的 使我麒麟山使我六处不凡西 使我燕之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据说就是此时 匈奴人所做的民歌 哀叹匈奴在河西之战中的惨犯 而依治邪谗鱼对于河西的失败 当然也很恼怒 因此派出使者 招魂蟹王和修徒王到王庭 魂蟹王和修徒王觉得这是大蝉鱼 要对自己下手 于是决定投降汉朝 汉武帝受到了魂蟹王和修徒王的投降请求之后 对这件事也是半信半疑 他担心这是匈奴人的炸降之际 为了以防万一 他命令霍区病率领军队前去塞外受降 看到汉军前来受降 修徒王突然又后悔了 因此魂蟹王杀死了修徒王 吞并了他的步众 这就使得不少匈奴人心生恐惧 纷纷逃走 当时正在黄河南岸的霍区病 远远看见对岸匈奴阵脚大乱 就知道事情有变 他立刻命令全军渡河 然后自己率领亲兵突入匈奴阵营 面见魂蟹王 在了解情况之后 霍区病果断处置 调动汉军围住了匈奴降兵 把其中不愿投降的八千人全部斩首 然后把愿意归向汉朝的四万匈奴人 带过了黄河 这其中也包括了被魂蟹王抓住的修徒王太子 就是日后和霍光一起辅佐汉昭帝的名臣金米迪 根据史书《三府绝路柱》的记载 汉末三国时代被刘备攻灭的武陵太守金玄 就是金米帝的后代 自此之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 而匈奴主力则退到了大漠以北 为了巩固战国 汉武帝元首四年 公元前119年 汉朝再次集合十万起兵 由大将军魏清和票期将军获取兵 各率五万兵分两路向漠北进军 按照汉武帝最初的计划 霍区兵统帅的东陆军是此战主力 虽然两军都是五万起兵 但是久经沙场的精锐老兵都被分配给了霍区兵 然而事与愿违 由于汉朝情报失误 魏清统帅的西路军在出赛之后遭遇到了严阵以带的匈奴大蝉鱼 本部主力 于是魏清下令大军以兵车为前导 节阵坚守 而匈奴的一致携蝉鱼 见到汉军兵强马壮人数众多 也不敢贸然发动猛攻 只是派出部分部队前去挑战 魏清这边也派了五千骑兵迎战 双方心头部队交战到天黑不分胜负 这时候突然狂风骤起 飞沙走石扑向众人 趁此机会 魏清下令汉军骑兵全线出击 匈奴顿时阵形大乱 溃不成军 医治携蝉鱼在数百精锐亲兵的掩护下 仓皇逃离战场 汉军追击匈奴蝉鱼 一直到今天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 俘虏斩首匈奴将近两万人 这才得胜奔事 而霍区兵的东陆军也是战国类类 他率军出在两千余里 打败匈奴左贤王 歼敌七万多人 在匈奴国中地位仅次于大铲鱼的左贤王本部 几乎是全军覆没 之后霍区兵率领他的部下继续深入匈奴腹地 再次击败了名列匈奴二十四长之一的另一个大贵族 左大将 最终霍区兵的东陆军一直到达汉海 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 匈奴左翼各部被迫迁徙到了更偏远的地方 之后霍区兵在今天蒙古国的肯特山 祭祀天地 然后班师会朝 因为中国古籍中称呼肯特山为狼居序山 因此霍区兵在肯特山祭天的举动被称为是封狼居序 从此之后 这也成为了中文之中指代不适之功的一个成语 在战场上屡立功勋的霍区兵自施自己战功赫赫 而且还有个当皇上的姨父 所以平日里不免也是遗旨气势而飞扬马虎 汉武帝元寿五年 公元前118年 霍区兵就闯了大祸 如果他不是皇帝的心佛爱将 皇后的亲外上的话 应该说这还是挺大的一场祸端 毕竟当年汉高祖出入关中约法三章的时候 第一条就是杀人者死 这件事还得从当初的末北大战开始说起 当时汉武帝筹划末北大战的时候 非将军李广主动请英 想要担任西路军的先锋 汉武帝架不住李广的一再恳求就同意了 可是李广刚一走 汉武帝就后悔了 他觉得李广每次出赛作战的时候 不是受名声所累遭到匈奴重兵围攻 就是半道迷路 无功而返 这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可是汉武帝又念及李广是三朝的老将 自己又是亲口允诺 所以不好意思公开返回 于是他就赶紧给魏清下了刀秘指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李广这个人运气不好 不能当先锋官 虽然朕亲口答应过他 但是大将军还是要找个理由 给他换个差事 魏清接到了汉武帝的密令 当然是奉旨遵行 因此魏清在排兵布阵的时候就说 票计将军霍区兵指挥的东陆军 是此战主力 而且根据情报 匈奴大禅于本部就在东陆军的方向 所以魏清就派李广统帅一支兵马 去东陆支援霍区兵 结果李广在半路上又迷路了 而且不但迷路了 就连他军中的巷岛也逃亡了 这就彻底没救了 所以一直等到漠北大战彻底结束 匈奴的一致携产于逃亡之后 李广所部才重新和汉军主力会合 因此魏清自然就责怪了李广几军 让他去向大将军长使说明一下迷路的情况 这时候一直觉得自己诸事不顺的李广 自己想不开了 他或许是想起了他当年追随过的老领导 调侯周亚夫 所以也是有亚学亚 留下了忠不能付对刀笔之力的遗言 然后就自杀了 李广死后 他的儿子李感就认定 自己的父亲是被魏清蓄意害死的 所以他就闹到了大将军府上 还把魏清给打伤了 原本魏清为人宽耗大度 不愿多生是非 所以没有生长 想稀释宁人 可是霍区病却愤愤不平 一心想要替舅舅出口气 于是在汉武帝元寿五年 有一次霍区病和李感 一同陪同汉武帝外出狩猎的时候 霍区病就把李感给射死了 李感也是当时汉朝军中的一员永将 是智逼两千弹的校尉 封一两百户的关内侯 就这样因为私怨被霍区病一箭射死 这要是换了别人 那肯定是罪责难逃 不过霍区病可是汉武帝 给予厚望的心腹爱将 所以最终这场杀人命案 被汉武帝压下来了 汉武帝对外宣称 李感是在狩猎的时候 不小心被鹿给撞死了 不过对于汉武帝的这份大恩德 霍区病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了 就在射下了李感的第二年 公冠诸君封狼居序的一代名将霍区病 就在长安家中病逝 中年只有24岁 对于霍区病的趋势 汉武帝十分悲痛 他下令让霍区病陪葬在汉武帝 自己的茂陵 而且还把霍区病的坟墓 修建成祁连山的样子 以此来纪念他的功勋 在霍区病出殡的时候 汉武帝下仗 调集了河西五郡的匈奴降族 组成的玄甲军 从长安城一路排到茂陵 列队结阵为霍区病送葬 十年之后 魏清去世也是陪葬茂陵 陵墓被修建成匈奴境内山川的样子 纪念武功 其实这时候汉朝占据了河套平原 匈奴退到了大漠以北 汉朝肃清编换的战略目标 已经基本实现了 不仅如此 汉朝还控制了河西走廊 打通了中国连通世界的通道 这更是恩泽后世上千年的意外收获 但是汉武帝对于匈奴的战争 却没能见好就收 事实止步 最终是过犹不及 老得个天下虚号的下场 当然这是后患 在魏清病逝两年之后 汉武帝又提拔了一位外戚 出任汉军主将 这位就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 著名的二师将军李广丽 不过这位新贵既没有突袭龙城的胆识 也没有决战末北的才干 虽然也是屡屡出征 却是大多劳而无功 毕竟国舅爷朝朝都有 通常还不止一个人 然而魏清却是古往今来 指此一位 可惜的是 随着霍去病和魏清的相继病逝 魏家在朝中的地位开始出现了动摇 这就为一些野心家的阴谋提供了可能 在魏清去世15年之后 他的一个外甥公孙靖生 因为贪污军饷被捕 由此为开端 一场对汉朝影响深远的政治大动荡 拉开帷幕 不仅魏氏家族就此陨落 甚至就连大汉王朝的国运 也差点因此彻底改变 这就是汉武帝晚年著名的巫蛊之祸 汉武帝的皇后 魏子夫娘家出身的两员名将 魏子夫的弟弟大将军魏清 和魏子夫的外甥 票其将军获取病 先后去世 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 李广丽成为了汉军新的主将 被封为二师将军 李广丽这个二师将军的封号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二师是个地名 是西域强国大渊的国都二师城 前面我们提过 当初张谦出使西域的时候 曾经在大渊建到了一种千里马 就是被誉为天马的汉血宝马 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国徽正中 画的就是汉血马 汉朝相比于匈奴 人口众多 经济发达 但是匈奴作为草原霸主 也有着自己的优势 首先 匈奴人是游牧民族 这骑马射箭 是作为牧民和猎人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不需要额外的训练 而汉人是农耕民族 让一个农民学会骑马 还要会在马背上挥刀射箭 这是需要投入极大的训练成本的 不过光是这一点 汉军还可以通过训练和实战 不断积累经验缩小差距 最让汉武帝头疼的 是匈奴人的马匹 比汉人的要优良 而改良马种 并不是简简单单 投入时间和金钱 就能够见效的 所以在听说了 大渊的汉血马之后 汉武帝就对此 一直心心念念 念字在字 汉武帝太初元年 公元前104年 汉武帝派了个使者 去了大渊国都二十城 使者带去了一批用黄金铸成的金马 想用这批金马去买大渊的汉血马 这时候大渊的国王 还是当年接待过张谦的那位物馆 物馆在和他的相国商议之后 拒绝了这笔交易 不管是汉武帝存心制造战争借口 还真的是因为汉朝用人不当 选了个脾气暴躁的来担任使节 汉朝使节在得知大渊不愿卖马给汉朝之后 当场大怒 不仅对物馆当面破口大骂 而且还当着大渊君臣的面 当众把他带来的金马给砸了 大渊虽然不如汉朝和匈奴强大 但是在西域那也是数得着的国家 因此物馆下令 把汉朝使团的所有成员全部杀死 消息传回长安 汉武帝决定对大渊开战 不过这时候一代名将魏清早就在两年前去世了 所以汉武帝必须要另则主将 而这时候作为汉武帝长子太子刘具的生母 皇后魏子夫已经是年老色衰 失宠于皇帝了 如今在汉朝后宫最得宠的是李夫人 也就是后来阴差阳错 得以配向汉朝太庙的孝武皇后李氏 所以汉武帝为了逃宠妃的婚心 就一直很想给李家人封侯 但是汉高祖白马之盟的时候 就曾经立下规矩 没有军功不能封侯 当然这条规矩 其实在高祖的孙子汉景帝登基之后就被拓展了 除了立下军功之外 皇上的亲舅舅 皇后的亲兄弟也可以封侯 但是这条跟李家沾不上边 李夫人并不是皇后 她的儿子也不是太子 将来也不可能成为皇帝 所以为了让李家封侯 汉武帝决定任命李夫人的哥哥李广丽为将军 统帅兵马出征打冤 为了表示必胜的决心 汉武帝还特意使用大冤国都二师城的名字 为李广丽作为封号 册封他为二师将军 可是汉武帝至虽大 但是架不住李广丽才太输 李广丽第一次出征打冤 损兵折将 也没能攻入大冤境内 他在部下折损了十之八九的情况之下 只好上奏汉武帝 请求霸兵回国 汉武帝接到这封奏报 勃然大怒 立刻置下颜旨 明令二师将军锁步 有敢退入玉门关转 斩 李广丽没有办法 只夺率军退守到敦煌助手 等到了汉武帝 太初三年 公元前一零二年 汉武帝又是在国内东拼西凑 给李广丽送去了六万援军 汉军这样才得以攻入大渊境内 围住了大渊国都 然后大渊国内的贵族发动政变 杀死了国王物馆 投降汉朝 李广丽这才终于立下了军功 被封为海西侯 之后大渊也是因为汉朝军中名将凋零 李广丽又先后三次统率汉军主力出征匈奴 结果也都是百多胜少 大多是劳而武功 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灵 就是在李广丽指挥的汉军第一次出征匈奴的时候 因为不愿意当李广丽的下属 所以这才独自一军出击匈奴 结果被汉武帝强迫孤军深入 最终被匈奴重兵围困 立战之后兵败被俘 然后因为汉武帝听信谗言杀死了李灵全家 所以李灵最后也是投降了匈奴 被匈奴封为幼孝王 据说后来辖家斯韩国的王室阿热室 就是李灵的侯大 而且这种说法还得到了当时唐朝官方的认可 而辖家斯人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人 在中文之中也会把中国境内的吉尔吉斯组 翻译成科尔克兹组以为区别 尽管李广丽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屡遭败寂 但是由于他妹妹的原因 汉武帝一直对他信任有加 在汉武帝争合三年 公元前九十年 李广丽再一次在燕燕山 也就是今天蒙古国的杭爱山 被匈奴击败 但是这一次 李广丽却直接投降了匈奴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还得从两年前的一桩惊天答案开始说起 公元前九十二年 汉武帝争合元年 太仆公孙靖因为挪用北军军饷被捕入狱 而他的父亲公孙赫正是当时的当朝丞相 所以公孙赫就赶紧跑到汉武帝面前为儿子求刑 他就提出来自己愿意将功赎罪 汉武帝这辈子除了打击匈奴和宗室藩王之外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打击国内的游侠 比如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汉朝最著名的游侠 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侯爵 许富的外孙郭姐 就是被汉武帝干掉的游侠之一 当时郭姐的门路都走到了大将军国舅爷魏清那儿了 但是最终还是没能讨过灭族的下场 不过这个族郭姐翁伯只是史记中的记载 按照后汉书中的记载 两汉交替之际 为东汉的光武皇帝平定了在朔方自立为帝的 卢方的宾州墓郭吉 就是郭姐的玄孙 所以说打击游侠也是汉武帝的工作重点之一 当时就有一位著名的游侠朱安氏 正在为汉武帝全国统集 这位朱安氏也是一时的风云人物 据说曾经是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管桃公主的门客 所以黑白两道都颇有人脉 因此朝廷一直都没能抓住他 然后公孙鹤就去请求汉武帝 让自己去抓捕通缉犯朱安氏 如果能够成功 就以此来抵儿子公孙敬生的罪 之后公孙鹤为了救儿子 费尽心力 果然成功地抓到了朱安氏 但是公孙鹤旧子心切 并没有深思 他不仅是当朝成相 而且少年时就是太子舍人 追随当时的太子 也就是现在的汉武帝 算得像是汉武帝的前邸旧臣嫡系心腹了 再说他还是皇后的姐夫 太子的姨父 这时候汉武帝花钱赎罪的政策 早已实施多年 这种情况下 丞相的亲儿子皇后的亲外相 怎么会仅仅是因为贪污 就能下狱论死呢 很显然 汉武帝在意的 并不是公孙敬生 是不是真的贪污挪用了公款 他在意的是卫世外企 庞大的势力 毕竟太子刘巨这时候已经三十六岁 族可以均临天下了 虽然太子的大将军舅舅已经病死了 可是他的丞相姨父 不还是大权在握呢 这才是汉武帝对公孙家动手的真正原因 只可惜公孙鹤或许是一时糊涂 也可能是舍不得自己的三公之尊 儿子的九卿之位 所以并没能真正正确的领悟汉武帝的意思 赶紧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利 反而是跟汉武帝真的就事论事了起来 这哪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啊 果不其然 公孙鹤抓住了朱安氏之后 等来的不是被释放回家的儿子 而是前来逮捕他的庭位 因为朱安氏在狱中检举公孙靖生 和汉武帝的女儿杨石公主司通 而且公孙家还在长安城到汉武帝 经常会去避暑的骊宫 甘泉宫的路上 埋设牧人 诅咒汉武帝 汉武帝以此为理由血洗丑堂 对魏氏外戚可以说得上是大肆吐露 不仅公孙鹤一家三口 也就是皇后魏子夫的姐姐姐夫 外甥被满门抄着 魏皇后的侄子 大将军魏清的长子 长平后魏抗也被牵连处死 甚至就连那些和汉武帝 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奉子龙孙们 都没能幸免 像是作为案间诱因的杨石公主 还有汉武帝和魏子夫的女儿 朱义公主也都被处死 还有汉武帝和魏子夫的外孙 平阳侯曹宗 也被废除爵位撤销分国 本人被罚为苦役 这曹宗可是大汉朝开国功臣曹参的武士孙 这时候汉武帝不记得高皇帝 在白马之盟里曾经许诺过功臣们的 国以永存 施机苗义的祖训了 这一场杀戮下来 朝中的魏氏外戚集团 几乎是被一扫而攻 汉武帝用实际行动 告诉朝堂上所有的野心家 现在的太子 已经不再是帝国的接班人了 而是一个靶子 一个用来向皇帝表忠心的工具 而首先跳出来的就是汉武帝晚年最宠信的一个酷吏 宁臣 横水都尉江冲 江冲是赵国人 他的妹妹因为能歌善舞 就成为了汉武帝的侄子 赵国太子刘丹的宠妻 因此江冲在赵国得势 可是后来呢 江冲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跟他这大靠山闹翻了 刘丹就派州刺客去刺杀江冲 但是被江冲逃脱 然后江冲就逃到了长安 向汉武帝检举揭发 说刘丹和他的姐妹们乱伦 最终刘丹被废除了王储之位 逮捕入狱 而江冲再次平步青云 获封为水恒都尉 执掌上林院 成为了汉武帝的进臣 江冲通过公孙贺一案 察觉出了汉武帝对太子的猜疑忌惮之心 再加上他本来和太子就有些矛盾 所以他就利用一次汉武帝生病的机会 趁机对汉武帝说 皇宫之中充满了乌骨之气 这是宫中有人在诅咒陛下 如果乌骨不除 陛下的病就很难彻底好起来 汉武帝晚年也是颇为昏聩 所以就听见了江冲的谗言 他自己留在甘泉宫养病 把江冲派回长安搜查乌骨 然后江冲就偷偷派人 把事先准备好的诅咒皇帝的墓人和伯叔 埋在太子府 然后他再亲自带人去搜查出来 然后到处扬言 说太子府里发现的乌骨是最多的 必须要奏鸣陛下 办他的死罪 太子刘炬就赶紧赶去甘泉宫 想当面向父皇申冤 但是江冲的同党 皇门内侍苏文派人阻拦太子 不让他进入甘泉宫 然后太子的老师 太子少傅就引用了赵高 趁着秦世皇驾崩 逼色了秦世皇长子扶苏的典故 劝太子起兵自卫 而太子的母亲皇后魏子夫 对此也表示支持 于是太子集合下属兵马 逮捕了江冲和他的部下 将他们以谋反的罪名斩首示众 消息传到甘泉宫 说是太子谋反 这时候的汉武帝还算清醒 基于他对儿子的了解 觉得太子不会谋反 所以汉武帝就派了个小太监 让他去长安 招太子来甘泉宫见价 结果这个小太监 觉得太子真的谋反了 担心自己前去会被杀 所以他出了甘泉宫之后 根本没回长安 而是在外面溜达了两圈 就跑回去了 欺骗汉武帝说 太子真的造反了 我去传旨 他还想杀了我 我好不容易才从长安跑回来 这回汉武帝是真的相信 太子造反了 于是他立刻派自己的侄子 丞相刘曲谋 带兵去镇压太子 而太子那边得到消息 也释放了京城里的囚徒 发给他们武器 抵抗刘曲谋 双方兵马在长安城中激战了五天 毕竟刘曲谋回下是汉朝的正规军 最终太子战败 带着家人逃出长安 在湖县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领保 被当地县令 带人包围 太子还有他的侧氏 儿子 儿子 儿媳 女儿 全都被杀 只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孙子免于一死 被投入大牢 这个小孩就是未来的一代民主 汉宣帝 而皇后魏子夫也早已在长安宫中自杀 这就是发生在汉武帝征和二年 公元前91年的巫谷之火 不过就在之后不久 汉武帝自己也明白了 这场所谓的谋反 其实是一桩冤案 因此他下令烧死了苏文 杀死了江中全家 在湖县对太子和皇孙兵刃相向的人 也都被灭了足 然后汉武帝在湖县修建了一座私子宫 作为纪念 等到了第二年 又有人检举 丞相刘曲毛和二世将军李广利 密谋拥戴李广利的外甥 汉武帝第五子昌义王刘伯为皇帝 汉武帝接到举报之后 不顾李广利当时正带兵在外和匈奴作战 直接下令处死刘曲毛 逮捕李广利的妻子 这也就是李广利在燕燕山兵败之后 直接投降匈奴的原因 燕燕山兵败之后 汉武帝终于对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穷兵独武有了反思 因此在汉武帝争合四年 公元前八十九年 汉武帝拒绝了朝臣提出的驻防轮台的建议 他在批复的上誉中写道 当今物在进科报指善妇立本农修马妇令以补缺 无法五倍而已 这就是著名的轮台最紧照 以此为标志 汉朝的国策重新开始向着与民修养生息的方向回归 汉武帝后援二年 公元前八十七年 汉武帝驾崩 按照他生前刘宣的遗诏 汉武帝的幼子刘弗玲即位 就是汉昭帝 汉朝历史 由此也开始步入到了昭宣中兴的时期 按照汉书中的记载 汉昭帝是他母亲怀孕十四个月之后才出生的 颇为神奇 而传说中的上古贤君帝遥 传说也是他母亲怀孕十四个月之后才出生的 所以汉昭帝出生之后满朝文武都恭贺汉武帝 说这位小皇子就是帝遥重生 而这时候汉武帝已经62岁高龄了 老来得子对汉昭帝当然非常宠爱 根据史记记载 汉昭帝一共有五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这其中他二哥齐怀王刘洪早已去世 三哥燕王刘旦和四哥广陵王刘旭 也是很早以前就被汉武帝认为品行不端 难堪大任 在汉昭帝三岁的时候 他的大哥太子刘炬 因为巫骨之祸被害 之后他的五哥昌义王刘伯 因为自己的舅舅和堂哥化蛇天族的辅佐 弄巧成拙卷入了谋逆大案 与楚位失之交臂 而且最后刘伯也是在汉武帝生前就病死了 因此汉昭帝也就成为了几乎唯一的太子人选 但是汉武帝自知年迈来日无多 为了避免自己身后出现女主干政的情况 汉武帝在册封汉昭帝为太子之前 先处死了他的生母 汉武帝晚年最宠爱的妃子 沟义夫人 汉昭帝继位的时候还不到八岁 所以汉武帝为他留下了四位脱孤大臣 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车骑将军金米帝 左将军上官杰 还有就是御士大夫桑弘阳 这其中显然以霍光官决最高 地位最尊 甚至就连当时的丞相田千秋 也是因为年马经历不济 再加上老爷子一直被霍光称赞 被哄得很开心 所以主动放权给霍光 自己从旁辅助 而且在这四位脱孤大臣之中 金米帝和上官杰还都是霍光的儿女亲家 汉昭帝的皇后上官氏就是上官杰的孙女 兼霍光的外孙女 甚至汉书霍光传中还记载说 汉武帝临终前命人画了一张 周公碑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 意思是让霍光像周朝的周公蛋 辅佐他职责周成王那样 在汉昭帝成年之前代管朝政 不过代行皇权这种事儿 四位脱孤大臣实在是多了点 这四位之中首先出局的是 排名第二的车骑将军金米帝 因为金米帝是战俘奴隶出身 他原本是匈奴修徒王的太子 后来他爸被霍光那位 公冠诸君的哥哥夺取河西之后 担心匈奴缠于问罪 就想投降汉朝 结果临投降的时候 又突然变怪 结果被同谋的魂阶王所杀 所以金米帝就没能作为降臣 受到封赏 而是作为战俘 被罚为养马的奴隶 后来因为马养的好 人长得又帅 这才为汉武帝赦免了奴隶的身份 加以提拔栽培 据说汉武帝临终脱孤的时候 一向为人谨慎的霍光 曾经推辞 建议辅证 以金米帝为首 金米帝当时就说 臣是外国人 如果让匈奴人知道了 一个匈奴人成为了大汉王朝的辅政大臣 那匈奴就该轻视大汉了 所以金米帝坚决表示 愿意遵从汉武帝的照例 以霍光为主 辅佐右主 自己一定当好副手 再加上汉武帝驾崩后的第二年 金米帝就去世了 所以在汉武帝驾崩 汉昭帝登基之后 辅政大臣之中 真正对霍光的权力构成挑战的 是霍光的另一位儿女亲家 左将军上官杰 毕竟当朝皇后 不仅是霍光的外孙女 同样也是上官杰的孙女 论其本朝的外戚身份 俩人半斤八两 所以每当霍光休假的时候 朝廷大事就都由上官杰说了算 不过霍光的官爵职位在那摆着呢 左将军要想斗到大将军 光靠自己蛮干可不行 得找点帮手 因此上官杰就想笼络汉昭帝的姐姐 盖长公主 这位盖长公主 是当时还在世的汉武帝 所有儿子们的姐姐 有可能是当时唯一 还在世的汉武帝的女儿 汉昭帝从小就受到盖长公主的照料 跟这个姐姐感情很深 根据史料推断 汉昭帝估计比盖长公主的孙女 还要小上几岁 毕竟古人没有青春期 通常十几岁就已经成婚 开始为人父母了 而汉昭帝是汉武帝62岁 才得到儿子 因此盖长公主对于汉昭帝而言 可以称得上是长姐如母 所以汉昭帝登基之后 增加了盖长公主的汤姆意 让她继续留在宫中 关于盖长公主的年龄 生母 丈夫的情况 这些史籍中都没有记载 唐朝史学家盐诗古 曾经根据汉代经常以丈夫的封号 来称呼公主的习惯推断 盖长公主的丈夫可能是她的表叔 盖清侯王冲 不过汉书中记载 盖长公主有个儿子 姓氏虽然不详 但是名字是文信 而王冲的父亲 也就是汉武帝的舅舅 盖清侯名叫王信 如果这个文信是王信的孙子 这很明显不符合中国传统的 启明习俗中必加会的概念 所以盖长公主的丈夫究竟是谁 仍然不为世人所知 不过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汉昭帝的时候 盖长公主的丈夫已经去世了 她当时有个情人 叫丁外仁 这位盖长公主 看起来对丁外仁是用情颇深 她不愿意像她的姑奶奶 滚桃公主养董义那样 只让丁外仁 当一个戴绿帽子的主人翁 盖长公主 一心想要给爱人一个正经名分 可是汉朝制度 公主成婚 必须要门当户对 得是侯门子弟才行 所以为了替盖长公主排忧解难 上官节就让他儿子上官安 去霍光那走后门 想办法给丁外仁封个侯爵 霍光当然明白 这是笼络讨好盖长公主的绝佳良机 但是霍光亲眼所见 汉武帝为了李广丽因人设事 结果导致数千汉军将士允命惜玉 所以霍光并没有趁机结交私党 而是维护了朝廷的纲绩 冷冰冰的拒绝了女婿的游说 也正是因为霍光心中对于大汉王朝体制的这份忠诚和坚持 这才使得尽管他生前屠戮政敌费利皇帝 死后妻儿谋逆家族诛灭 但是霍光本人却仍然能够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 被尊为大司马大将军伯禄侯霍氏 乃至于西汉覆灭之后 霍光的功过是非和朝廷法统再无关系之后 霍光仍然被人们和商朝的贤相依隐并称 而并没有被归入到王王董卓之流 根据旧唐书记载 唐太宗临终前曾经召见过长孙无忌等人 对他们说 清等忠烈减灾震心 惜光武及霍光刘备托诸葛 震之后世意义为清 太子仁相清之所惜 必须结成辅佐永保宗社 虽然丁外人的侯爷名分没有搞定 但是上官节的目的达到了 因为这件事盖掌公主恨上了霍光 成为了上官节的盟友 而盖掌公主觉得要想扳倒霍光 光靠自己跟上官节在朝廷里折腾 这还不够 得有外援才行 于是盖掌公主就秘密联系了他另一个弟弟 燕王刘弹 这位燕王是当时汉武帝还在世的儿子里 最年长的 您别看他如今是亲王之尊 可他这时候已经是两番谋逆的造反惯犯了 当初汉武帝病重 刘弹认为自己是当时还在世的最年长的皇子 是皇位理所当然的继承者 所以他私自招募武士调动燕国军队 要前往长安说是要去护卫父皇 刘弹显然是吸取了他大哥魏太子刘炬的前车之舰 尽量最大限度的避免被汉武帝误会 所以他在出兵的时候 先专门派了个使者快马加兵赶去长安 给汉武帝报个信 汉武帝接见燕王使者 听他一番叙述 当然是勃然打怒 刘弹这点小心眼在他父亲眼里 可以说是动若观火 而且自从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 藩王就没有了调兵之权 即便是在封国之内也不可以 更何况刘弹还私自募兵 这明显算是造反啊 不过汉武帝也明白 刘弹先派使者来先行通报的意思 再加上如今的汉武帝 已经临近游进灯窟的人生终点了 所以最终在派出使者勒令刘弹 退兵回国解散私募兵勇之后 汉武帝并没有重处刘弹 只是削夺了他三个县的封地 汉武帝临终前的这点妇人之人 给了刘弹一个错误的信号 因此在第二年 汉武帝假崩之后 刘弹一得到消息 就立刻开始散布谣言 说汉昭帝不是自己的弟弟 是霍光的儿子 然后重新网络亲信 准备造反 但是因为消息走了 刘弹还没有正式起兵 就被得到消息的青州刺史带兵缉拿 这一次朝廷更是顾及了 他是汉武帝当时还在世的 最年长的儿子这个身份 并没有处罚他 只是杀了一个准备起兵 响应榴弹的远遮宗士 作为对榴弹的警告 然而和上一次一样 榴弹丝毫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是觉得自己这个皇兄身份 俨然就是一道可以无限次使用的 免死金牌 因此在上官节和盖掌公主联系刘弹 表示要发动政变 飞出汉昭帝 拥戴刘弹登记的时候 作为谋逆惯法 刘弹欣然同意 再一次跃跃欲试了起来 而在这时候 朝中另一位辅政大臣桑红阳 也站到了霍光的队里面 不过比霍光和上官节之间 纯粹的争权夺势要高级不少 桑红阳和霍光之间 那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国策之争 桑红阳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 就比汉武帝小五岁 据说桑红阳从小就很有算术天赋 心算之快之准 名扬天下 所以在他13岁的时候 就为汉武帝征召入宫 担任势中 之后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 国库消耗巨大 然后主管财政的大私农正当时 就向汉武帝推荐桑红阳 来解决汉朝当时的财政困难 桑红阳就提出来 对盐铁挤欧实行专卖 所谓专卖简单来说 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 独家垄断某种物资的贸易 以此来获取高额的利润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卖 可以追溯到春秋早期 齐国相国管仲 关山海的政策 桑红阳的专卖政策推出之后 就一直遭到了朝野非议 被认为是与民争利 在中国古代 官府与民争利 被认为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 比如和桑红阳生活在 同一时期的司马迁 他就在《史记获之列传》里 把一个政府经济政策的优劣 分成了五个等级 善者因之 其次力导之 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 罪下者予之争 意思就是说 顺应社会本身的需求 因是力导 这是最成功的经济政策 稍微差一点的 就是用利益去诱导 再差一点的是用道德去说教 更差的是用法规去强迫 最差的就是政府直接下场出手 与民争利 但是桑红阳的与民争利 虽然看起来不够道德 但却能实实在在的给汉武帝 解决他迫切的军费开支需求 所以有皇上撑腰 中汉武帝一朝 没人能把桑红阳怎么样 从大司农中城 升到智宿都尉 再到大司农 一路高升 最终被驾峰御史大副 成为了汉武帝临终前的脱钩重臣之一 但是等到汉武帝驾崩之后 桑红阳靠山不散 再加上身为首席辅征大臣的霍光 他觉得桑红阳这位老爷子 不如丞相田千秋好糊弄 好忽悠 哄哄就得 他这紧紧地握着朝廷的财政大权 水泼不进 这就让一心想要大权在握 有所作为的霍光 总有一种被人牵制制肘的感觉 很不满意 因此在汉朝帝继位后的第六年 公元前八十一年 皇帝下召 征召全国各地六十多名 贤良文学之士 急于京师 问以民所疾苦 在这场朝会上 受到霍光鼓动的这些贤良文学之士 纷纷发言 批评桑红阳的各种专卖政策 和桑红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因为在这场会议中 掩铁专卖是双方矛盾的焦点 所以这次朝会也被称为是掩铁会议 受到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所谓平法披儒运动的影响 一直有坊间传闻 说这个掩铁会议 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 桑红阳代表法家 贤良文学之士代表儒家 所谓桑红阳舌战群儒 但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 在中国历史上 从来也不存在着什么儒法斗争 先秦是诸子百家的时代 秦朝遵从法家 汉初推行黄老之道 至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儒就逐渐变成了中国读书人的一个通称 从思想流言来说 可以说是逐渐融会了诸子百家 和孔夫子时代推崇周礼的儒家弟子 早已是大相径庭 后来汉宣帝就评价汉朝的治国理念 是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志 乃何纯用德教 用周正乎 不要说是先秦的诸子百家 后来慢慢的都被笼统的归入到儒这个概念里 就算是西域天竺传来的佛教 不也是儒门是乎道相同 三教从来一祖风 其实所谓的这个儒法斗争 原本就是当时中国政府内部 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 而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 和历史学术并无关系 据说在1973年的时候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跟他的老婆江青说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 都是法家 他们都主张法治 后金 薄骨 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 主张后骨薄金 开历史倒车 然后江青就以此为依据 开始发动手下党羽 命令当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 所谓两校大批判组 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的写作组 撰写文章发表在当时中国各大报刊上 宣传在中国从古至今 一直存在着所谓的儒法斗争 然后江青等人就被包装成了 所谓的当代法家 这也是好人这波 那坏人呢 就是当时江青眼中最大的眼中钉 所谓的中共党内大儒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为了完善他们这套理论 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得有儒法斗争 比如宋朝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代表的新党就是法家 司马光等旧党就是儒家 还有魏信南北朝时候 世家豪门就是儒家 而数族则是法家 凡此种种 而盐铁会议就被选中 作为汉朝儒法斗争的代表 然后桑红阳就被钦定成了法家 而霍光找来的那六十多个 贤良文学之士 那自然就得扮演儒家了 这就是盐铁会议儒法斗争 真正的由来 所以中国历史上 从来也没有过像刺客兄弟会 和圣殿骑士团那样的儒法斗争 就算有过 那也只不过是在先秦 诸子百家封出并坐 各以一端从其所上 一次迟说联合诸侯的那个时代 虽说儒法斗争并不存在 但是霍光和桑红阳之间的权力斗争 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不过霍光希望在盐铁会议上 借着民意的力量 彻底扳倒桑红阳的目的 并没有达到 盐铁会议结束之后 汉朝帝只是下诏 取消了酒类转卖 盐铁转卖 仍然继续 不过霍光还是成功的撬动了 桑红阳的势力范围 盐铁会议结束之后 霍光的亲信 司马迁的女婿 杨长出任大司农 也就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 极大的分割了桑红阳手中的财政大权 所以盐铁会议结束之后 桑红阳倒向了上官结议党 这位新任的大司农 杨厂也算是历史上一位成前起后的人物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杨厂的四世祖是汉朝开国功臣赤泉侯杨 据说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吻之后 有五元汉军将领一起上前 把项羽的尸体分尸各得一块 杨喜就是这五人中的一位 而成羽节草闲环中闲环的故事 就来自于羊场的玄孙杨镇 从杨镇开始杨家四师三公 祖孙四代接连出任太尉一职 所以汉末三国时代 著名的杨修杨德祖 就是羊场的五世祖 据说后来隋朝的皇室 也是羊场的后代 汉昭帝始元七年 公元前八十年 也就是盐铁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年 有人检举燕王刘旦 和他的姐姐盖长公主勾结 密谋刺杀祸宫 拥立燕王篡夺皇位 最终刘旦和盖长公主姐弟自杀 经过调查 辅政大臣上官杰 桑红阳 还有上官杰的儿子上官安 也都参与了这场谋逆阴谋 因此全都被处死 汉昭帝的皇后上官氏 虽然是上官杰的孙女 上官安的女儿 但是念及她年幼 当时才八岁 对父祖谋逆毫不知情 又是霍光的外孙女 所以不予追究 至此 汉武帝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 金蜜帝并故 上官杰和桑红阳 以谋逆罪被杀 霍光终于打拳独揽 成为了权倾天下的大司马大将军 不过大司马大将军在处理朝廷政务的闲暇 还不忘关心一下皇宫中宫女的服饰 汉书上就记载说 霍光曾经要求宫中的宫女都穿穷裤 这穷裤是什么裤子呢 我跟您解释一下 中国古代的裤是静衣 就是给小腿穿的衣服 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开裆裤 因为他们会在裤子外面再套一层裙子 今天中文中衣裳这个词里的商 指的就是这种裙子 所谓商下裙也 那什么是穷裤呢 这个穷裤就是死当裤 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穿的这种裤子 因为这种裤子是穷人穿的 所以叫穷裤 那霍光又为什么要让宫里的宫女穿穷裤呢 因为这时候汉昭帝已经14岁了 可是霍光的外孙女上官皇后还只有8岁 为了避免汉昭帝在上官皇后成年之中 先有了别的宠妃 甚至在弄出个数张子 威胁到上官皇后的地位 毕竟在素有后权干政传统的汉朝 上官皇后的身份地位 对于霍光来说 是和汉武帝脱孤俯臣差不多的一种政治保护 非常重要 然而尽管霍光为了外孙女婿的传宗接代 费尽了心机 但终究天意不遂人愿 公元前74年 在位13年的汉昭帝突然病逝 年仅21岁 城邦霍光的特异官长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那么这时候应该由谁来继承大汉王朝的皇位呢 在汉昭帝驾崩之后 汉武帝仍然还有皇子在世 就是汉昭帝的四哥 广陵王刘旭 按照当年汉文帝继位的旧力 刘旭似乎就是皇位继承者的不二人选了 而且朝中也有不少大臣都支持刘旭继位 但是执掌朝政的大司马 大将军霍光 对刘旭并不满意 刘旭具体的出生年份 史籍中并没有记载 不过根据史籍记载 汉昭帝驾崩的时候 举例刘旭被父亲汉武帝封为郡王 已经过去43年了 而且史书上还说 刘旭力大无穷 力能扛顶 还敢空手薄雄 这样一位恐无有力的年长藩王 如果登上皇位 显然会对霍光的权势构成威胁 而且对于霍光手中的权柄来说 更加致命的威胁是 霍光的权力在于他奉汉武帝一命 辅佐年幼登基的汉昭帝 我们刚才说了 虽然刘旭的出生年份不小 但这时候怎么算也应该年过半百了 而且刘旭是汉昭帝的兄长 如果刘旭继位 那就标志着汉昭帝一系角色 汉朝的皇统转到了广邻王一系 那么这样霍光辅征大臣存在的法理基础 也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确保自己辅证大臣的身份 无懈可及 霍光必须选择一位年轻的皇室成员 过继到汉昭帝名下 以汉昭帝四子的身份 成绩大度 好在刘旭自己也有短处 一是他自幼不遵法度 不得父皇欢心 所以汉武帝当年考虑继承人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过他 二是刘旭是之前因为谋逆自杀的 燕王流弹的同目的 这也算是家世上的一个污点吧 为了彻底堵住刘旭的继位之路 霍光提出了一个观点 紫平木贵 这什么意思呢 原来当初汉武帝驾崩 汉昭帝继位 需要一位皇后 在汉朝太庙里配享武帝 而汉武帝生前所立的皇后 陈氏还有魏子夫 以及汉昭帝的生母 勾异夫人 都是生前获罪于汉武帝 失去了配享的资格 因此当时就由霍光作主 追视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 为孝武皇后 配享武帝 虽说李夫人的哥哥李广丽 谋逆投敌 但那些终究是发生在李夫人去世之后 而且早在汉武帝驾崩前 李夫人的独子昌义哀王刘伯 就已经病苦了 所以这时候抬高李夫人的政治地位 并不会影响到汉朝帝法统的稳固 如果要是追尊了刘大和刘旭的生母 那显然就会使得这两位藩王 对汉朝帝的皇位构成更大的威胁 因此一顾清人城再顾清人国的李夫人 就这样姗姗来迟 成为了汉家太庙里的孝武皇后李氏 等到了选择汉朝帝继承人的时候 霍光就把这件事重新提出来了 这时候虽然刘伯早已去世多年 但是他留下了一个儿子 就是如今的昌义王刘鹤 刚刚18岁 论年纪比汉朝帝小三岁 论辈分是汉朝帝的职责 而且刘鹤出生在昌义国 在朝中毫无根基肯定很好控制 于是刘鹤就成为了汉朝帝的继承人 不过霍光这个人一生谨慎 根据史籍记载 霍光侍奉汉武帝二十多点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甚至就连每天他上班出入皇宫的时候 走的路线下马车的位置 每天都一模一样 堪称是重度的强迫症患者 所以霍光出于一关的谨慎 在邀请刘鹤来继承皇位的时候 还是留了一生 霍光派史臣去昌义传召刘鹤的时候 并没有在圣旨上写明 要刘鹤前来继位 只是说请刘鹤来长安为汉朝帝主持葬礼 霍光索尼的诏书虽然含蓄 但是刘鹤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年所谓的诸吕之乱结束之后 刘鹤的高祖父汉文帝也曾经作为代王 在他的封国收到了一份类似的邀请 汉文帝当时表现的就十分谨慎 他先是派他的舅舅亲自去长安 面见当时在朝中执掌朝局的丞相陈平和太尉周伯 等他的舅舅重新回到代国之后 一切商议妥当了 这才出发 而且等到进入了汉庭直辖的郡县之后 汉文帝再次排出亲信 前往长安一探虚实 又是经过了一轮的十者网还之后 汉文帝一行 这才进出到长安城郊的霸乔义 进而入京继位 相比之下 刘鹤的表现就太不沉稳了 这也算是暴露了他性格上的缺陷 为他后来人生的悲剧 卖下了伏笔 根据史书记载 刘鹤是在早上天没亮的时候 接到了朝廷的征书 然后立刻准备 到了中午就已经启程出发了 等到黄昏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 刘鹤一行人就已经赶到了 距离昌义135华里之外的定讨 这一路上全都是刘鹤这一行人 留下的被累死的马匹的尸体 而且刘鹤这次进京 把他手下200多名昌义国的辽蜀 全都带上了 这摆明了就是要去长安争权夺势去了 在去长安的路上 刘鹤的下属昌义国中尉王吉 赏书全界 请刘鹤到了长安 一切听从火光安排 王吉就跟刘鹤说 先帝也就是您的叔叔 刚刚去世 您为侄为臣都十分悲痛 这时候除了伤心 什么都顾不上了 大将军霍光是您祖父孝武皇帝 刘鹤的顾名大臣 这次又是他选择大王您来继位 所以您继位之后 面难而坐 垂拱而至 这就成了 剩下具体的朝政 都让大将军去处理 然而刘鹤并没有听从王吉的劝见 到了长安之后 刘鹤推说自己嗓子疼 拒绝按照规制 哭临打刑皇帝子宫 这也在政治上就显得很不成熟了 而且继位之后 刘鹤立刻跃及提拔了大批昌仪旧臣 占据了霍光等朝帝宇臣的权力版图 对此昌义国的郎中令 公粹也是一再权贱 希望刘鹤能多关照一下朝帝旧臣们的利益 可惜刘鹤并没有这么深刻的政治意识 所以他虽然下旨 包奖了公粹的忠心 但是在人事安排上仍然继续 我心卧素 不过因为刘鹤继位 这也是霍光力排众议的结果 所以霍光心里明白 朝中有不少对自己专权不满 原本想拥戴广陵王刘续继位的朝臣们 都在兴致勃勃的 等着看霍光和刘鹤反目成仇 作茧自负 因此霍光一开始对刘鹤的夺权行动 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 但是随着刘鹤动作的加快 霍光不得不有所行动了 根据史书记载 刘鹤在继位之后 并没有去拜业汉高祖的太庙 从理论上来说 也就是没有最终完成皇帝登基的全部仪式 后世有学者分析 这可能是因为霍光见到刘鹤之后 发现这个年轻人 不如他的叔叔汉昭帝那么好控制 所以有意阻拦刘鹤 拜业高庙 不管是什么原因 刘鹤虽然没有去拜业汉高祖 但他却在继位之后 立刻派人以三富太劳的大礼 去祭祀自己的生父 昌邑哀亡刘鹤 这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意味的举动 表示刘鹤拒绝承认 汉昭帝是自己的四父 也就是说 刘鹤这些在表示 自己登基继位 并不是因为自己被过继给了汉昭帝 作为汉昭帝的儿子继位 而是因为汉昭帝吾后 自己作为汉武帝的孙子登上皇位 其实类似的事情 在之后的历史中也有发生 比如宋朝的蒲翼 还有明朝的大礼翼 这些都是皇帝甲崩吾后 庞系宗室继位 然后新军通过追尊自己的生父 来和叔伯留下的旧臣 争夺权力 之后 刘鹤又接着做了一个更大的动作 他任命自己在昌义的相国 出任常乐卫位 这时候 霍光可就不能再武动于众了 我们前面聊诸吕之乱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常乐卫位是汉朝南军之中的关键职位 首要负责的就是守卫太后的寝宫 常乐宫 所以刘鹤用自己的亲信出任常乐卫位 这不仅说明他已经把手伸进了禁军 而且还控制住了霍光手中 另一张重要的法筒牌 汉朝帝的皇后 霍光的外孙女 如今的皇太后上官室 霍光之所以能够在朝廷上有别于其他大臣 最重要的就是他是受汉武帝脱钩辅佐汉朝帝 还有就是他可以利用自己外孙女 汉朝帝皇后的身份 借皇室之口发表意见 如果刘鹤否定了自己汉朝帝四子的身份 又派遣亲信统军 保护住了上官太后 那么霍光在朝廷上的特殊身份也就会不复存在 而且还有观点认为 刘鹤可能和他那些昌仪旧臣们认真讨论过 从肉体上彻底清除霍光的计划 因为后来刘鹤被废 他带到长安来的那200多名昌仪旧臣 几乎全都被处死 而这些人被绑复刑场的时候 根据汉书中的记载 既没有大声喊冤 也没有大骂霍光 而是豪乎适中 约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同样来自于汉书中的记载 刘鹤被废很多年之后 有人问他 当初你被废的时候 为什么不坚守皇宫 斩杀霍光 反而是让人家夺走了皇帝的玉玺呢 对此 刘鹤的回答是 然 失职 意思就是说 你说的对 但是我当时不小心错过 因此有观点就认为 刘鹤和他的昌仪旧臣们 曾经计划直接杀死霍光 但是因为有人阻止 或者消息泄露 最终被霍光抢先动手 功亏一篑 按照日本史学家西岛定生的推论 我们前面提到的昌义国中尉王吉和郎中令公碎 就是昌义旧臣中的叛徒 依据就是刘鹤被废之后 他带到长安来的昌义旧臣几乎悉数被杀 只有王吉和公碎免于一死 虽然他们也受到了昆刑 就是剃光头发 还被发配去筑城 但是之后在汉宣帝登基以后 俩人很快就被负起 分别成为了益州刺史和渤海太守 官阶更胜于当年 不管真的是因为王吉和公碎的告密 还是只是因为刘鹤的这一系列人事任免 引起了霍光的警觉 总之霍光决定对刘鹤动手 不过不管怎么说 刘鹤终究是霍光力排众议盈利的新军 所以霍光一时之间还是下不了决心 他就招来了自己的心腹亲信 打思农田延年商讨对策 这田延年当年在河东郡当太守的时候 镇压地方豪强 也是杀伐决断的铁腕管理 所以田延年就说 大将军您是国家的助使 既然觉得这人不行 那就禀告太后 再改立一位贤明的君主 不就得了 霍光听完之后说 我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以臣下费力君上 这有先例吗 田延年说 当然有了 当年商朝宰相遗隐 为了设计安定 废除了国君太子安 后世传送 如果大将军您也这样做 那您就是汉朝的遗隐了 听了田延年的话 霍光下定了决心 他派人招来了车骑将军张安氏 共同商议 废除刘鹤的事情 这位车骑将军张安氏 是汉武帝时期 著名的库吏张汤的儿子 后来因为协助霍光 平静了燕王流弹的谋逆 火封右将军 之后再次因为支持霍光 拥离刘鹤 被禁封为车骑将军 至少算是霍光 颇为信赖的一个重要盟友 塞尔一番商议 最后决定废除刘鹤 令地新军 然后霍光就让田延年 去丞相府 把这个决定 告诉当时已经升任了 丞相的杨厂 杨厂一听 要费力皇帝 吓得大惊失色 汗流浃背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是唯唯诺诺的应付 后来田延年 起身去厕所 一直在厢房 偷听的杨厂的夫人 就出来了 杨厂夫人 不愧是太史公千金 政治上非常敏锐 他就对杨厂说 费力皇帝 那可是国家大事 如今这件事大将军已经决定了 派大思农过来 只不过是通知你一声 你就应该赶紧立刻答应 表示和大将军同心同德 结果你还跟着犹豫不决 那等大将军行动的时候 就先得杀了你 之后等田延年从厕所回来 杨厂的夫人也没有回避 而是直接告诉田延年 杨厂非常赞同大将军的计划 一切以大将军马首是瞻 于是霍光第二天立刻召集 在京所有两千弹以上的官员和猎猴 对他们说 昌县王为人昏溃 言行混乱 这会给国家造成危害 各位说说该怎么办 众人一听这是要议论天子 而且霍光谈及天子 不称呼陛下 而是用他登基前的旧爵位 昌县王来称呼 立刻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吓得大惊失色 谁也不敢说话 就跟前一天夜里的丞相阳场一样 这时候田延年站出来了 手按着配剑 表态支持霍光费力皇帝 而且他还威胁众人 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 于是众人全部跪倒 一起表示 伟大将军令 然后霍光就带着群臣入宫 进监上官太后 详细陈述了刘鹤继位之后 种种过失 上官皇后当时只有十四岁 又是霍光的亲外孙女 而且她父亲一家 早就因为谋反罪被灭族了 所以当然对外祖父言听计从 因此上官太后下诏 命令皇宫各门戒严 不许放昌义国群臣入内 然后传令召见刘鹤 这时候刘鹤因为刚刚见过上官太后 听说太后又要召见自己 不禁心中疑虑 说道 我犯了什么过错 太后要召见我 果然等到刘鹤再来拜见太后的时候 看见太后已经换下了圣装 而且守之武器的卫士 还有朝中群臣全都在场 太后命令刘鹤跪下 然后命人宣读了霍光 阳场 张安氏等人联名的奏章 奏章中罗列了刘鹤继位之后的种种过失 然后太后下令 废除刘鹤皇位 废为庶人 而这时候 刘鹤手下的那两百多昌衣旧臣 早就被张安氏率领雨林为逮捕 关进了廷尉府的诏狱里 这时候距离刘鹤登上皇位 才仅仅过了27天 和后来的汉宣帝相比 刘鹤登基之后 立刻任命亲信 执掌权柄 尤其是以昌义国相出任常乐卫卫的做法 通常被认为是激化他和祸国矛盾 最终导致被废的主要原因 不过其实当年刘鹤的高祖父 汉文帝以戴王的身份进京继位之后 也是立刻用藩国旧臣执掌皇宫宿位 这其中的分别在于 汉文帝当时虽然也重用戴国旧臣 但是他对朝中的功臣列侯和汉徽帝留下的旧臣 也是多加安抚 驾官尽绝 封赏恩后 而刘鹤却只知道不顾一切的提拔自己的心腹嫡系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汉文帝登基的时候 大汉朝中并没有一位像霍光这样大权独揽的权权 无论是陈平还是周伯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势 所以说汉文帝能够摆平的事情 在刘鹤这里却是困难重重 不该实行 当然历史上以藩王继位 敢跟大权独揽的辅政大臣正面硬顶 最终成功的倒也不是没有 比如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掀起了明朝大礼义事件的明侍宗嘉靖皇帝 可是嘉靖的成功却是刘鹤无法复制的 这其中杨廷和自绝年迈 心灰一览 主动退让 倒在其次 毕竟按照记载 霍光被兄长霍区病带去长安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 以此推算 刘鹤登基的时候 霍光应该已经是一位六巡老者了 而且确实刘鹤被废六年之后 霍光就去世了 嘉靖皇帝最大的优势或者最大的政治资本在于 明太祖红武皇帝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部 可以算是大明帝国宪法的皇明祖训 按照皇明祖训中的规定 明武宗正德皇帝驾崩无子 明孝宗一系绝死 皇位自然就落到了兴亡一系的手中 所以在正德诞下皇子之前 嘉靖原本就是皇明祖训中推定了的大明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承袭皇位理所当然 当然不让 这和阳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并无关系 可是汉朝并没有明朝那么严格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 按照史书中的记载 西汉这几位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 汉惠帝 汉原帝 汉成帝 当太子的时候 他们的父皇都动过改离太子的念头 最后汉惠帝靠的是商山四号的加持 汉原帝凭借的是亲生父母的故见情深 而汉成帝则是得以于祖父汉宣帝生前宠爱的遗则 嫡庶长幼 这在汉朝并不算个事 所以刘鹤能够胜过他的叔叔刘旭 唐兄弟刘霸 唐侄刘并以 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荣登帝位 这完全是出自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一例举荐 并没有任何切实的法理依据 而当刘鹤和霍光之间爆发权力斗争的时候 这就自然成为了刘鹤一方的短板烈士 不过霍光对刘鹤倒是没有赶尽杀绝 废除刘鹤皇位之后 他还专门派人看了好刘鹤 既别让什么人伤害刘鹤 也别让他自杀 之后虽然刘鹤的昌义国被撤销 改成了直属朝廷的山阳郡 不过霍光还是给刘鹤留下了两千户的汤姆意 把他软禁在了老家昌义 后来汉宣帝登基之后 把刘鹤从昌义 也就是今天的山农合则 迁到了海昏 也就是今天江西南昌一代 封为海昏侯 汉宣帝虽然封刘鹤为侯爵 但却剥夺了他作为宗室进京弃祖的资格 因此刘鹤在封帝苦心准备的 准备在弃祖时献给太妙的昼金 也就都毫无英雄用武之地 最终成为了刘鹤自己的陪葬品 因此两千多年之后 考古学家在刘鹤的海昏侯墓里 一次性就出土了385枚金饼 这使得刘鹤的这座海昏侯墓一举成名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出土黄金最多的一座古墓 刘鹤被废之后 他的唐侄子当年因为巫蛊之祸 蒙缘而死的魏太子刘巨的孙子刘病也 被霍光选中继承了汉朝皇位 这就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汉宣帝刘巡 汉宣帝大概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登基前东国打牢的皇帝 受到巫蛊之祸的牵连 刚出生几个月的汉宣帝就被投入打狱 应该算是历史上最小的政治犯了 十分幸运的是当时负责管理庭卫府赵玉的庭卫右肩秉吉 相信魏太子是蒙冤受屈罪不当死的 至于魏太子的孙子刘病也 那就更是无辜受难了 所以秉吉对刘病也非常照顾 专门挑选了两个女球 减免了他们的刑罚 让他们来给刘病也当乳母 抚养刘病也长大 据说汉武帝驾崩前 曾经有人对汉武帝说 说长安的狱中隐隐有天子之气 于是汉武帝立刻派使者去传令 要把监狱里所有的凡人 无论罪行轻重 全部立刻斩首 使者是晚上赶到庭卫府监狱的 而这时候秉吉早已听说了圣旨中的内容 所以对使者闭门不纳 我们庭卫府没有加班的习惯 现在已经下班了 您有什么事 明天早点过来吧 然后等到第二天 汉武帝大概是睡了一觉 良心发现 也觉得屠杀囚犯这件事实在不妥 所以赶紧又派出使者 追回了前一天晚上的诏书 这样刘病以才算是幸免遇难 后来汉昭帝登基 大赦天下 刘病以也因此得以离开监狱 然后秉吉就从自己的丰路里 拿出米肉来抚养刘病以 然后他又打听到 刘病以的祖母史良帝 在长安城中还有家人建在 所以就把刘病以送到了史家 史良帝的母亲见到这个曾孙十分高兴 也可怜他凄惨的遭遇 所以就和儿子一起 对刘病以是悉心照料 抚养他长大 再后来汉昭帝听说自己 还有这么个侄孙在世 于是下诏 恢复了刘病以皇族的身份 命令宫中叶庭负责抚养刘病以 说来也小 当时的叶庭令张赫 正是刘病以祖父魏太子的孤立 所以对刘病以非常后代 为他聘请名师 研习经典 学习武艺 使得刘病以顺利的成长成为一个文武全才 等到了刘病以15岁的时候 张赫就想把自己的一个孙女 嫁给刘病以 但是这个打算却遭到了他弟弟的坚决反对 张赫的弟弟就是霍光的重要助手 张安氏 张安氏就跟张赫说 刘病以是魏太子的孙子 魏太子一案至今没有公开平反 以刘病以这个身份 能够踏踏实实在长安城里 像个老百姓似的衣食有所招落 这已经是幸运了 我绝不同意你把咱们家的孩子嫁给他 因此张赫只好为刘病以另外安排亲事 在张赫的安排下 刘病以娶了张赫下属许广汉的女儿 这就是那位和汉宣帝顾见情深的公哀皇后许平君 等到了第二年 夫妻二人便喜得一子 也就是未来的汉原帝刘氏 又过了一年 汉昭帝去世 昌义王继位 仅仅27天 就被霍光借外孙女上官太后之口废除了 然后霍光再次召集朝廷重臣 商议新军人选 这时候当年刘病以的救命恩人 丙吉已经升任光炉大父 颇受霍光器重 丙吉就站出来对霍光说 当初孝武皇帝临终前 把还在强宝中的太子 以及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了大将军 后来孝昭皇帝英年早逝 没有留下子嗣 全国上下都非常的忧虑恐惧 急切盼望着看到新主继位 如今设计宗庙百姓的命运 全都细于大将军的一举一动之中 我之前曾经听过百姓们的议论 现在民间对那些身居高位的宗室诸侯王们 评价都不是很好 我曾经掌管过廷尉府 知道孝武皇帝的曾孙 刘并矣 通晓儒家经典 很有才感 而且他为人居置安详 性格平和 所以我希望大将军能对刘并矣相加考察 看看他是否适合承袭地位 丙吉说完之后 霍光的另一个重要亲信 太仆杜延年也表示 同意丙吉的意见 他说他也听说过 这个刘并矣品德美好 应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这位太仆杜延年后来也是名列齐林阁十一功臣之列 他的父亲杜周曾经担任过御史大夫 是受到了张汤提拔的另一位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库吏 而他的子孙后代后来就发展成了著名的世家旺族 经兆杜氏 像是领兵灭无的习近名将杜裕 以防谋杜段留名史册的唐朱名相杜如慧 还有唐代的著名诗人杜甫杜牧 都出身于经兆杜氏 丙吉本来就很受霍光器重 而杜延年更是霍光的亲信 据说当年燕王刘大谋逆就是杜延年首先检举揭发的 而且我们也提到了 杜延年和当时帝位仅次于霍光的另一位朝中重臣 车骑将军张安氏 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侍教 因此他们俩提出的建议很快就顺利的被霍光采纳 最终在巫蛊之祸爆发十七年之后 原本就应该属于魏太子刘巨的皇位 终于又赚回到了他孙子的手中 这也算是完毕归赵吧 利用这回再一次盈利新军的机会 霍光迅速的把他的亲信家人 安插到了朝廷中各个关键的职位上 比如当时长安城的房顾 就完全掌握在霍光的家人手中 按照西汉官制 禁军的最高统帅是光禄勋 这个职位当时由车骑将军张安氏接任 但是负责协助光禄勋的三员中郎将 分别是霍光的长子霍宇 还有霍光的侄孙霍云 以及霍光的一个孙女婿 此外我们前面提到过 刘鹤在位期间曾经试图染指的长乐卫位 以及同样属于南军要害职位的卫央卫位 分别由霍光的两个女婿男人 而霍光另外两个女婿则分别出任齐都卫和羽林中郎将 控制住了汉朝禁军中的精锐羽林卫 这个羽林卫的前身就是汉武帝初年设立的建章营旗 最初只是随从护卫汉武帝外出狩猎的侍从 后来就发展成为了汉军中的精锐 改名为羽林卫 取为国羽义如临之圣之意 汉朝名将魏清就是建章营起主臣 除此之外 中郎将霍云的弟弟 也就是霍光的另一个侄孙 同时也是名将霍须兵的另一个孙子霍山 成为了直接负责皇帝护卫的凤车都尉 同时还监管了胡越骑兵 作为胡越骑兵 指的就是由归乡汉朝的匈奴人组成的胡骑 和汉武帝时期为了筹备对南越国的战争 从军中选拔财力超越者而组成的越骑 这也都是汉朝北军中的精锐之士 再加上汉宣帝自幼生长在民间 家门早已破败 除了一些像张鹤这样感念魏太子恩德的行鱼之人 并没有什么自己的人马和班底 当然这也是霍光愿意扶植汉宣帝登基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汉宣帝继位之后 对霍光那是无比尊崇 可以说的像是言听计从 正是一绝于光 跟他的唐叔刘鹤完全不是一个套路 对霍光的信任和尊崇 比起他的叔祖父汉朝帝 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汉宣帝和霍光表面上是一团和气 看起来在诚物上也算是相得益彰 但是俩人的关系 还是在一件皇帝的家事上差点翻车 我们前面说过 汉宣帝在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 就已经和叶廷小丽 徐广汉的女儿许平君结婚了 而且二人还生育了一个儿子 但是霍光和他的妻子霍夫人显 一直想把他们的女儿霍成君 推上皇后的宝座 而汉宣帝的岳父徐广汉 他原本是刘鹤的父亲 昌义哀王刘伯的侍从 后来有一次 汉武帝召刘伯去甘泉宫 徐广汉作为昌义王侍从 也是一同前往 结果在甘泉宫的时候 徐广汉拿了别人的马鞍子 因此被定为是盗窃之罪 被处以了公刑 因此霍光就以此为理由 反对汉宣帝立许平君为皇后 因此汉宣帝刚刚继位的时候 作为原配妻子的许平君 只不过是一个结余而已 然后霍光先是发动朝传 上奏请立皇后 然后再让上官太后亲自出面 劝说汉宣帝迎娶霍成君立为皇后 然而出乎众人的预料 在朝政大事上对霍光言听计从的汉宣帝 在立后这件事上却是异常的固执 汉宣帝没有直接回应朝传们请立皇后的奏章 反而是下了另外一道诏书 在这道诏书里 汉宣帝没有提及任何国家大事 他只是说他在当老百姓的时候 用过一把配件 现在找不到了 希望有人能帮他找回这把威石固件 看到了这道诏书 朝传们也就都明白了汉宣帝的意思 就连霍光也不好意思再继续逼迫 就这样汉宣帝终于如愿以偿的立许平君为皇后 这就是历史上顾见情深的故事 不过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 汉宣帝对许平君的这份深情 或许对汉朝的国作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霍光虽然接受了汉宣帝的这次坚持 但是他的妻子却对此耿耿于怀 汉宣帝登基后的第三年 皇后许平君再次怀孕 趁着这个机会 霍夫人显找到了负责给皇后看病的宫廷女医 淳于衍 以给她的丈夫升官作为条件 一番威逼利诱之后 淳于衍就范 她在给皇后的药中偷偷下毒 毒死了皇后许平君 皇后被害 汉宣帝当然是异常恼怒 她下令把所有参与给皇后看病的医生 全都关进赵域 严加审讯 霍夫人显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吓坏了 她担心淳于衍扛不住刑讯逼供 把自己给供出去 所以只好向丈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一生谨慎的霍光 听说妻子居然毒死了当朝皇后 也是又惊又恼 但是终究一日夫妻百日恩 为了霍家的家族利益 一番思量之后 霍光还是出面 逼迫汉宣帝停止继续追查 而且还趁着这个机会 把女儿霍成军送入宫中 成为了新的皇后 三年之后 独揽朝政十二年 全清天下的大司马大将军 伯禄侯霍光因病去世 霍光身后可以说是背积挨荣 汉宣帝和上官太后 亲临大将军府吊宴 而且汉宣帝还下诏 以帝王之礼 将霍光陪葬在汉武帝的茂陵 金吕玉衣 紫墓官果 黄肠提草 这些在汉朝只有诸侯王以上的宗室亲贵 才有资格享用的陪葬品 在霍光墓中一应俱全 霍光死后 隐忍了六年的汉宣帝 立刻行动了起来 他先是对禁军中的霍家子弟 名声暗将 霍光的女婿 侄女婿 外甥女婿 孙女婿们 纷纷升官 但是不是从武职调任文职 就是从金官外放地方 总之一句话 就是被夺去了兵权 而霍家子弟 控出来的这些职位 纷纷被徐史两家子弟顶替 这许家自然就是汉宣帝发妻 许平君的娘家 而史家则是汉宣帝的奶奶 史良帝的家族 当初汉宣帝蒙大赦出狱 就是由史良帝的母亲和哥哥 负责抚养的 同时为了麻痹霍家 汉宣帝仍然表现出 对霍光的尊崇 他继续任命霍光的长子霍宇 继任大司马 可是汉宣帝在任命霍宇 继任大司马之后 却没有授予他调动兵马的印信伏捷 所以霍宇这个大司马 只不过是一个空头衔而已 没有任何的实际权利 等到自己的这些七舅表叔们 控制住了禁军之后 汉宣帝在霍光去世后的第二年 下诏册封自己的长子刘氏为皇太子 太子的外祖父徐广汉被封为平恩侯 当初许平军被策略为皇后的时候 按照规制 他的父亲徐广汉就应该被封侯 但是却被霍光 以徐广汉受过攻刑为理由 加以阻挠 最终徐广汉只是被封为昌城军 如今霍光私人已逝 权威不在 汉宣帝终于给老丈人封了个侯爵 也算是告贝了解法妻子的在天之灵 霍光的妻子霍夫人显 原本是打算等到女儿霍成军 担下皇子之后 利用霍家的势力把外孙扶上太子之位 现在听说刘氏被立为太子 十分生气 据说被气到吐血 因此他就让霍成军去毒死太子 但是太子的保姆和乳母 都是十分谨慎的人 也非常忠诚 太子所有饮食 他们都要自己先尝过之后 才献给太子 因此霍成军兜里一直揣着毒药 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而皇宫之外 霍宇还有他那两个唐指导 霍云和霍山 也都察觉到了 霍家手中的权力 已经被汉宣帝削夺殆尽 可是这三个人 却没有各自副祖的杀伐决断运筹帷幄 只知道凑到一起 抱头痛哭 然后有一次 几个人又操到了霍宇的府上 霍山就问他的唐叔霍宇 他说 如今我感觉皇上对咱们霍家越来越不信任了 我好几次听到民间有传闻 说许皇后是被咱们霍家害死的 难道真有这回事吗 这番谈话恰好被霍夫人显听到了 他赶紧过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听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几个人都是大惊失色 霍宇更是不顾还有小辈在场 就开始指责自己的母亲 他说 母亲做了这么大的事 居然直到现在才告诉我们 之前我们一直蒙在鼓里 现在终于明白了 皇帝削夺我们疏之兄弟的权柄 把霍家的女婿们全都放出外地 就是因为这个 毒杀皇后这么大的罪行 一旦曝光 霍家就完蛋了 知道了自己的母亲和皇帝有杀妻之仇以后 霍宇也明白了 这种仇恨是无法消解的 所以开始秘密联络 那些被调出京城的姐夫妹夫们 开始密谋叛乱 之后霍云和霍山的舅舅 因为私自结交诸侯王 触犯了朝廷刑律 霍云霍山也因此受到牵连 被免续了官职 这就更是刺激了霍氏一党 让他们加快叛乱的行动 恰好此时 汉宣帝终于找到了 自己流落民间的外祖母和两个舅舅 于是霍云等人就密谋 由上官太后出面 宴请汉宣帝的外祖母 然后趁机杀死汉宣帝的外戚和亲信 废除汉宣帝 拥戴霍云当皇帝 结果消息泄露 霍云和霍山自杀 霍云被捕之后 以谋打逆被夭着案 霍成军被废除了皇后之位 幽进冷宫 霍氏家族 自霍夫人贤以下被满门诛杀 受到牵连到霍光旧部 多达数十家之多 就连当初对汉宣帝登基 有拥戴职工的杜延年 也因为和霍光的关系 受到牵连被拔免了官职 就这样 霍光去世还不到三年 霍氏家族就老得个满门抄斩的结局 诚然霍夫人贤的肆意妄为 显然是这场悲剧的直接诱因 而霍雨的无能也罪则难逃 但是追根溯源 其实真正种下这一切恶果的 正是当年权清一时的 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久力幻场的宋代学者司马光 在他的史学据入资质通鉴里 是这样评价霍光的 光九砖大饼不知必去 多致私党冲涩朝廷 使人主蓄奋于上 利民积怨于下 切齿侧目待施而发 其得免于身性矣 况子孙以交齿去之在 意思就是说霍光长久以来 在朝廷上不断专行 培之私人党羽 充斥了整个朝廷 上到皇帝下到其他官员 乃至于平民百姓都对霍氏一党 愤愤不平 无不是咬牙切齿的在旁边盯着他们 随时准备抓住霍家的疏漏 进行反击 在这种局面下 霍光自己能够幸免遇难获得善终 这已经是侥幸了 更何况他的子孙后代们 还都是揪奢淫义 不知收敛 不过霍光本人虽然子孙灭绝 但他的影响力却是远波抑郁 在汉书霍光金蜜地传里 有这么一句话 诸事皆先观白光 然后揍天子 意思就是说 任何事情都要先禀告给霍光知道 然后再上揍皇帝 这也就是日本古代律令治下 政府首脑观白一词的处处 而观白的唐明之一 伯禄正是来自于霍光的爵位 伯禄侯 霍家灭门之后 汉轩帝终于彻底清除了执政的最后障碍 汉轩帝虽然诛灭了霍氏全族 但是并没有废除霍光执政期间 推行的清姚伯父与民休息的政策 而且他还颁布诏书 公开肯定霍光辅政期间的功绩 安定人心 在霍光原有政策的基础上 汉轩帝设立长平仓 稳定物件 减免算负 也就是人头税 而且他还下仗把很多皇家园林 以及政府手中的宫田 分发给无帝和少帝的平民 发给他们种子 让他们耕作 在中国古代 皇帝的名字是需要避讳的 我们举几个汉轩帝之前的例子 比如中国农历的一月 本来应该念作正月 但是为了逼秦始皇 嬴政的慧 所以改念为正月 沿用至今 还有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传说 嫦娥奔月 大家估计都听说过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其实名叫恒娥 但是为了逼汉文帝流行的慧 所以改成了嫦娥 再比如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的 京哲 还有河南古城开封 他们原本的名字 本来是启哲和启风 为了逼汉警帝流起的会 所以才改的名字 因此汉轩帝觉得 自己名字中的病和意义 都是常用字 所以为了方便百姓 汉轩帝在元康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十四年 颁布了一道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招数 闻古天子之名 难知而亦会也 其更会寻 意思是说 我听说古代天子的名字 都不用常用字 所以容易避讳 因此为了方便百姓 我把我自己的名字 改成刘巡 而且汉轩帝还下令 释放所有之前 因为冒犯皇帝名讳 而被捕入狱的人 当然汉轩帝的这个新名字 刘巡 确实比刘并 也更容易避讳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误伤 中国先秦时代的著名思想家 被尊为寻清的寻旷 也就是寻子 就因为汉轩帝的这个改名 所以在汉代所著的书记中 都被称为是孙清 汉轩帝作为汉文帝之后 唯一一位从民间走出来的汉家天子 确实是知民极苦 对于官吏的审核考察都十分重视 史籍之中留下的汉轩帝 对于官员们的尊尊界面 比比皆是 汉轩帝统治时期 被认为是整个西汉历史上 经济最繁荣 励志最好的时代 因此等到汉轩帝甲崩之后 获得了中宗的庙号 和后来隋唐之后 几乎每个皇帝都有庙号不同 在汉朝能够获得一个庙号 还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获得之后 还没有被后世去除庙号 那就更是难能可归了 所以说汉中宗孝宣皇帝 这几个字足可以当成是后世 对于汉轩帝中兴英主的最大肯定 作为汉朝的中兴之主 汉轩帝既有文质也有武功 不仅是内政可圈可点 择即万民 外交上同样也是开疆拓土 扬威异域 很值得聊一聊 当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迁出使西域 当时西域的一个重要强国 也是匈奴在西域的一个主要盟友 乌孙 因为仰慕汉朝的强盛 所以请求和汉朝联姻 而张迁也建议汉武帝和乌孙联姻 笼络乌孙 共同对付匈奴 斩断匈奴的右臂 因此汉武帝先后侧封了两位和亲公主 刘细军和刘解忧 嫁给匈奴的昆末 也就是国王 不过这两位公主 虽然都是货真假实的天皇贵州 但却都是罪人之女 刘细军是汉武帝的侄孙女 他的父亲江都王刘飞因为谋反被杀 而刘细军去世之后 再嫁给匈奴昆末的刘解忧 则是发动了七国之乱的楚王刘悟的孙女 乌孙原本是匈奴的盟友 早年乌孙被越之重创 就连当时的乌孙昆末也是阵亡沙场 之后是匈奴收留了乌孙余部 再后来匈奴的君臣铲鱼 帮助乌孙光复故国 等到君臣铲鱼去世之后 或许是因为君臣铲鱼的弟弟医治邪 赶走了君臣鱼的儿子于丹 夺取了匈奴的国主之位 乌孙从此之后不肯赴世匈奴 而乌孙和汉朝的联姻 无疑是给了匈奴一个对乌孙开战的借口 因此在汉宣帝本使二年 公元前72年 匈奴联合另一个西域国家居师 发兵攻打乌孙 解忧公主亲自写信向汉朝求救 于是在第二年 汉朝出动15万大军 兵分五路 北伐匈奴 而乌孙昆末也如约亲率 五万乌孙大军配合汉朝 直击匈奴又先王的王庭 经此一战 匈奴彻底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权 汉强糊弱的局面也就此锁定 不过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事情 汉朝的编换 当然不可能因为匈奴的衰败就此消失 随着匈奴的衰败 西枪开始崛起 当初汉武帝击败匈奴夺取河西之后 为了断绝西枪和匈奴的联系 汉军以武力驱逐了黄中地区的枪族各部 把他们赶到了黄水以南 等到了汉宣帝初年 游牧在黄水南岸的枪族仙灵部 向汉朝请求移居黄水北岸 当时奉旨巡视诸枪的光禄大夫 义区安国没有禀报朝廷就擅自同意了仙灵枪的请求 自此西枪开始进入汉地 汉宣帝元康三年 公元前63年 仙灵枪出面聚集了200多个西枪部族 彼此解仇交致 缔结同盟 打算一块去侵扰汉地 汉朝边立探知情报之后 赶紧奏报朝廷 于是汉宣帝决定再次派遣 义区安国出使诸枪 打探枪族内部情况 破坏诸部之间的联盟 结果却没想到所用非人 义区安国到了黄中地区之后 一番秘密调查 掌握了诸枪各部中 哪些部族确实有意入扣汉朝 然后他又召集了西枪各部首领 当场处死了13个 被他认为是对汉朝 逆而不顺的枪族领袖 然后义区安国又调兵 突袭枪族先灵部 斩杀部民一千多人 义区安国这一番毫无解释的杀戮 不仅没能如愿地震慑西枪各部 反而是引起了枪人们的集体恐慌 西枪诸部联兵而返 攻打汉朝成义杀死汉朝官吏 义区安国自己也被枪人击败 被迫退守另居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永登 消息传回长安 汉宣帝就派人去询问熟悉枪人事务的少府赵冲国的看法 赵冲国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带兵去平定枪乱 于是汉宣帝就启用了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 赵冲国先是在金城 就是今天的甘肃兰州集合了一万起兵 他一面派自己的儿子率领一只兵马去令居解救义区安国 另一方面他率领剩余人马在金城一带屯田固守 这样既能断绝西枪各部的补给 又能为大军提供粮草减轻朝廷的负担 暗中赵冲国派出戏作去分化挖解竹枪各部 枪人见汉军兼臂青野 结债固守也都是一筹莫展 因此各部之间彼此产生了埋怨 开始有了矛盾 而枪人内部的这一情况 也通过汉军的细作 以及被俘的西枪贵族传到了汉军耳中 汉朝的九泉太守认为 这正是和枪人全面开战的大好时机 因此他上书汉宣帝建议立刻进兵 汉宣帝被说服了 他任命九泉太守为破枪将军 而且还下诏书责备赵冲国窃战 为了说服赵冲国出兵 汉宣帝连天上的星象都用上了 他在诏书里说 金五星出东方 中国大力 蛮夷大败 这什么意思呢 在中国传统的星象学中 如果水 金 火 木 土 五大行星 同时出现在星空 被称为是五星连珠 如果五星连珠出现在了星空的东部 表示天下大势对中国有利 如果出现在西部 则表示对外国有利 当然这里的中国和外国说的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中原地区和蛮夷之地 和今天现代汉语中的中国外国含义不禁相同 但是赵冲国是九经沙场的老将 不会轻易的就被年轻气盛的君主的一番帝王雄心所出动 他不在乎天象中五星有没有连珠出于哪里 而是切合实际的向汉宣帝分析了一下 当时汉腔之间的战略局势 以及各种选择的利弊得失 赵冲国在奏章里说 九权太守的建议不妥 如果现在立刻进兵对于汉军有十二处不利之处 太过冒险 一旦发兵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而流兵屯田则有十二项变异之力 因此上策应该是以境之动 选择两地去安抚携从主部 然后集中力量打击心灵部 等他们毁过之后再赦免他们 毕竟西枪对于汉朝而言 不过界险之急 匈奴才是心腹大患 一番恳切的言辞最终打动了汉宣帝 汉宣帝也不再执着于天象的利害 而是封喜书给赵冲国 授予他处理枪乱的权权 等到了汉宣帝神军二年 公元前六十年五月 赵冲国打破西枪 斩首七千多人 招降西枪各部三万多人 仙灵部不到四千残余 仓皇逃回黄水南岸 等到了这年秋天 仙灵部贵族发动叛乱 斩杀了挑起战争的部族领袖 投降了汉朝 汉宣帝下诏把西枪各部 安置在金城周边 作为汉朝的蜀国存在 而汉朝也增设了护枪校尉 驻防金城 负责处理枪民事务 此后一百多年 西枪作为汉朝的附庸 直到东汉明帝时期 随着原本游牧在今天 青海贵德一带的 烧当部联合诸枪 取代了先灵部西枪霸主的地位之后 这才重新和汉朝之间爆发冲突 在赵冲国平定枪乱的同时 汉朝和匈奴 为了争夺对居士国的控制权 再度爆发战争 不过如今 汉兄两国之间的国力对比 早已是今非昔比 汉宣帝神决三年 汉宣帝下诏 调集九泉张也等军骑兵 千里持缘居士 据说匈奴骑兵 见到了汉军兵强马壮 军容严整 便不战而退 然后汉宣帝任命负责 在西域屯田的市中正级 为西域都护 在乌磊国设立幕府 负责在西域代表汉庭 督察诸外国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标志着西域正式摆脱了匈奴的控制 被纳入到了汉朝的势力范围之中 因此汉书中评价说 汉之号令颁西域矢 使自张迁而成于正级 就在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的前一年 匈奴的虚履全渠产羽去世 他的足弟匈奴右贤王图齐唐继位 就是卧眼渠堤产羽 卧眼渠堤产羽登基之后 暴虐和杀伐 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 于是在公元前58年 匈奴左翼各部的显贵 共同拥戴虚履全渠产羽的儿子 吉侯申为蝉产羽 就是呼喊野蝉产羽 而后左翼各部联兵四万余人 攻打卧眼渠堤蝉产羽 卧眼渠堤蝉产羽兵败自杀 卧眼渠堤产羽死后 匈奴陷入了分裂 一时之间蝉亦风起 不过经过一番大浪逃杀之后 最终就剩下了 虚履全渠产羽的两个儿子 呼喊野蝉羽和他的哥哥 智之蝉羽 公元前51年 汉宣帝甘露三年 呼喊野蝉羽因为被智之蝉羽击败 因此率领部众归赴汉朝 呼喊野蝉羽本人更是亲赴长安 朝见汉宣帝 请求汉朝援助 呼喊野蝉羽是历史上 第一个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匈奴蝉羽 因此汉宣帝接待他的礼节 也是十分拢住 汉宣帝亲自出城 到长安城郊迎接呼喊野蝉羽 而后汉宣帝赠给呼喊野蝉羽 三万四千户粮食 而且还排出了一万六千名骑兵 护送他返回漠南 重建王庭 后来到了汉宣帝的儿子 汉原帝在位期间 汉军在西域攻杀了智之蝉羽 汉兄之间的百年大战 最终以汉朝的完胜告一段落 而后呼喊野蝉羽向汉朝请求和亲 迎娶了汉朝的宫女王强 也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 成语陈渝落雁中的落雁 就是用来形容王昭君的美貌 晋朝的时候 为了避晋文帝司马昭的会 所以把王昭君改成为明妃 因此才有唐诗中的汉国明妃去不还 马托贤管向阴山 汉宣帝黄龙元年 公元前48年 在位25年的汉宣帝去世 被葬于杜陵 中国讲究南面为尊 因此皇陵中的陪葬墓 全都是修建在帝陵的东西北三个方向 然而杜陵却是一个例外 汉宣帝的杜陵 建在了他的皇后许平君的少陵的正北方 想必汉宣帝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来表达他对结发妻子的思念和愧疚 当初如果他没有执意违背霍家的意思 立许平君为皇后 也许许平君就不会被霍光的妻子给堵塞了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尽管汉宣帝对于那个天天向他建言 一用儒生的太子刘氏 有颇多不满 但是最终汉宣帝还是没有改离太子 而是把皇位传给了这个 他和许平君之间唯一的儿子 也就是汉元帝 汉元帝当太子的时候 就曾经劝谏父皇 不该持行太身 而是一用儒生 这套肤浅的政治见解 就引起了汉宣帝的恼怒 他斥责太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王霸道杂志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正乎 之后汉宣帝感慨说 乱我家者 必太子也 不过念及自己和太子生母 许平君的顾见情深 汉宣帝最终还是没有废除太子 而是仍然把皇位传给了太子 也就是汉元帝 没想到的是汉宣帝一语成衬 汉家天宪 或者准确的说 这西汉王朝最终还真可以说是 断送在了汉元帝的手里 要想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得回到汉宣帝在世的时候 当时还只是太子的流逝 有一个十分宠爱的妃子 司马良帝 但是司马良帝年纪轻轻就病死了 据说司马良帝临死之前 对刘氏说 自己是被太子其他的妻妾诅咒而死的 因此司马良帝死后 太子刘氏就迁怒于其他的妻妾 不再理会他们 而刘氏当时西夏无子 所以他的父皇汉宣帝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毕竟家里还有皇位等着要继承 所以汉宣帝就让他的第三任正妻 王皇后在后宫挑选几个合适的女子送给太子 皇后就赶紧精挑细选了五个女子 送去了太子宫 可是太子刘氏见了这五位美女 仍然是提不起兴趣 但是他又不想委逆父亲和继母的一番好意 所以随口说道 这五个里面有一个还不错 这个答复让管事的宦官十分目不着头脑 因此他就擅作主张 把当时坐的位置离太子最近 又打扮到算是得体的那位女子送去了太子宫中 说来也是神奇 太子原本有姬妾十几个人 很多年一直没人怀孕 这个女子到了太子宫中 竟然很快就怀了身孕 而且更是生下了一个儿子 汉宣帝听说皇孙诞生十分高兴 给这个孙子起名叫刘傲 婊子太孙 而且时时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 可以说是宠爱异常 这位受宠于祖父的小皇孙 就是后来的汉成帝 而那位幸运的女子 当然就是汉成帝的生母 中国历史上作为皇后太后太皇太后 在位时间第二场的汉校园皇后 王正军 之后篡汉称帝的王莽 就是她的职责 得益于刘傲长子的身份 再加上祖父宠爱的宜泽 汉原帝继位之后 立刻就册封王正军为皇后 第二年就正式册封刘傲为皇太子 刘傲年轻的时候 很爱读书 也颇有文采 为人处事也是宽博谨慎 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刘傲开始沉迷于声色全马之中 除了迷恋女色 据说刘傲和傅平侯张放之间 含有着龙阳之号 这位傅平侯张放 是汉宣帝时代重臣车骑将军张安氏的曾孙 他的母亲是汉原帝的妹妹 晋武公主 所以论起来算是太子刘傲的孤表兄弟 不管刘傲和张放之间的绯闻是真是假 刘傲假借着傅平侯府家人的名义 违背朝廷规制 微服出宫到长安郊外 甚至是临线 斗鸡走马 肆意玩乐 这确实是被记载在史册之中的 所以汉原帝开始对太子有了不满 他一度想改立二儿子山阳王刘康为太子 但是因为刘傲在汉宣帝生前极受宠爱 再加上朝臣力保 最终改立太子的事情也是不了了之 公元前33年 汉原帝病逝 太子刘傲继位 就是汉成帝 他的母亲王正军也就成了皇太后 汉成帝继位之后 没有了父亲的约束 更加的放飞自我 他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修建了骁游宫 飞行殿 云雷宫 供自己享乐 而且还下令征召美女 充施后宫 至于国家大事 他全都交给了母亲的娘家人 他先是任命自己的大舅 杨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 兼领尚书士 掌握朝政大权 王凤病故之后 汉成帝又接受了王凤临终的举荐 任命唐救王因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封安阳侯 等到王因死后 汉成帝又任命他的武旧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魏将军 等到王商病死以后 汉成帝继续任命他的妻旧 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弃将军 而到了王根病故之后 汉成帝再一次根据王根临终前的举荐 任命他的表弟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 一时之间王室外戚权倾朝野被称为是武侯当朝 根据汉书中的记载 汉成帝有一次微服出巡 去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阿阳公主的府上 在阿阳公主的府上 汉成帝遇见了一位武姿飘逸的侍女 十分喜爱 因此带回宫中立为皇后 这就是历史上与唐代的杨贵妃齐名 被并称为魂飞燕兽的汉孝成皇后赵氏 因为他武姿轻盈有如飞燕 所以被人们称为赵飞燕 如果不是正史记载 恐怕没人会相信这是汉成帝原创的故事 因为这段故事和汉武帝在他包姐平阳公主府上 发现魏子夫 简直是一摸一样如出一转 后来汉成帝听说赵飞燕还有一个妹妹 容貌性情连赵飞燕自己都自叹不如 于是汉成帝就把赵飞燕的这个妹妹也纳入后宫 封为昭仪 这位赵昭仪的名字在正史中本不可考 但是受到野史小说的影响 一般大家都叫他赵和德 自从后宫中有了赵氏姐妹 汉成帝更是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汉成帝随和二年三月秉悟 也就是公元前七年四月十七号 刚刚四十五岁素前无疾病的汉成帝突然驾崩 按照汉书中的记载 汉成帝在前一天的晚上还在魏阳宫的白虎殿 设宴款待了前来长安朝见天子的楚王和梁王 一切入场 可是等到第二天早晨汉成帝起床的时候 在穿裤子的时候 裤子突然滑落 汉成帝本人也是倒在床上口不能言 还没等御医赶到就去世了 独生儿子就这么突然去世 皇太后王正军当然不能接受 因此他责承职责打司马王猛 召集有关官员 详细调查汉成帝的日常生活 以及当天早晨的发病经过 王正军对于赵飞燕姐妹原本很不喜欢 觉得赵氏姐妹出身低伪 不配成为皇后 最后是因为他的外甥淳于长 竭力从中莫选 这才最终应远 因此现在王正军让王猛主持 对汉成帝假崩一时的调查 矛头所向自然非常清晰 不过王猛最终还是没能调查清楚 他皇帝表哥的真正死因 这桩通天大案 最终以昭仪赵和德的自杀 而告结束 不了了之 而王正军的这个外甥淳于长 也是一个颇有些故事的人物 汉成帝在策立赵飞燕之前 原本是有一位许皇后的 这位许皇后是汉成帝的远房表姑 也就是汉宣帝结发妻子 许平君的唐侄女 淳于长一番上下游说 帮助赵飞燕登上了皇后之位 这就让不少人发现了 这位太后亲外上的实力 因此被废的许皇后也找到淳于长 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 至少能有个结余的身份 别一撸到底 对此淳于长是满口答应 而且他还表示 封结余根本不是问题 以他的本事可以劝说皇帝 复立许皇后为左皇后 许皇后听了这个话 当然非常高兴 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淳于长的身上 结果在之后一年的时间里 淳于长不仅骗了许皇后几千万钱的财 甚至还骗到了许皇后姐姐的色 可最后却是一事无成 之后因为淳于长 卷入了他舅舅 红阳侯王立和表兄弟 打司马王莽之间的权力斗争 因此祸罪下狱 然后他和许皇后之间 这点幕后交易 也被顺藤摸瓜了查了出来 最终淳于长和许皇后 都被汉成帝下诏赐死 赵飞燕姐妹入宫之后 汉成帝便开始专宠二人 可是赵家姐妹 谁也没能诞下皇子 因此汉成帝直到四十多岁 仍然没有孩子 所以在汉成帝驾崩的前一年 他的侄子定陶王刘新入京朝建 这位定陶王刘新 就是当初差点当上太子的汉原帝次子 山羊王刘康的儿子 后来刘康从山羊王 转封为定陶王 而刘康的母亲 也就是汉原帝的宠妃 傅昭仪 当年在宫中 可以说得上是长袖善武 左右风源 所以这回 他也跟着孙子一起进京 然后秘密败回了赵飞燕姐妹 傅昭仪如今的定陶国王太后 以大量的金银珠宝 甄丸不薄贿赂赐赐氏姐妹 最终说动了他们 去劝说汉成帝 把刘昕收为养子 立为继承人 因此汉成帝 甲崩之后 刘昕就继承了汉朝的皇位 就是汉埃帝 当年汉原帝继位 策立王正军为皇后 这只不过是因为 他是汉宣帝最为宠爱的 皇长孙的生母 自从策封之后 王正军就开始失宠于汉原帝了 而汉原帝新的宠妃 正是傅昭仪 昭仪这个缝号 正是汉原帝为了傅氏 还有他当时另一个宠妃 冯氏而专门设立的 去昭祁仪之意 在宫中的地位 仅次于皇后 以此推断 当年在汉原帝的后宫之中 王皇后和傅昭仪 还有冯昭仪之间 彼此争风吃醋 想来必不可少 如今王正军的独生儿子 汉成帝去世 加戏绝死 而傅昭仪的孙子 则是荣登大宝 成为了大汉天子 所以傅昭仪一朝得势 便开始挟权报复 当年和他在汉原帝 价钱争宠的冯昭仪 如今已经是中山国的王太后了 傅昭仪就谎称 冯昭仪暗中行巫蛊之术 诅咒汉埃地早死 想让他自己的孙子中山王 来继承皇位 于是他就派出朝廷钦差 前往中山国 逮捕了冯昭仪的妹妹 弟媳等很多人 但是冯昭仪却一直不肯认罪 然后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 就对冯昭仪说 当初黑熊上殿的时候 你是何等英勇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怂啊 这黑熊上殿是什么典故呢 传说当年有一次 汉原帝招来了一个训兽队 进攻表演 没想到在表演斗兽的过程中 两只表演的黑熊突然发狂 其中一只甚至撕破了围栏 想要扑向众人 当时在场的宫中飞嫔 全都吓得惊叫着四下逃命 只有冯昭仪奋不顾身 挡在汉原帝跟前 张开双臂保护汉原帝 因此这黑熊上殿本是恭维密室 审案的一介小利从何得知 冯昭仪听后稍一琢磨就明白了 这是傅昭仪蓄意 置自己于死地 因此他不再辩解 服毒自尽 最后冯家受到牵连被杀者 多达17人 同时 傅昭仪还只是负责 监察中央官员的私立校尉 出面谈劾王政军的弟弟 曲阳侯王根 还有职责成都侯王邝 在国丧期间 制酒歌舞 犯了大不敬之罪 之后王邝被罢官夺决 贬为庶人 而王根因为当年支持过赵飞燕姐妹 提出的立汉埃帝 作为汉成帝继承人的建议 所以侥幸保住了爵位 但也被剥夺官职 逐出朝廷赶回了封地 之后王根王邝 还有王邝的父亲王商 所提拔起来的朝臣 几乎全都被罢免 而空出来的位置 自然就落到了傅家子弟手中 一时之间 傅家封侯者六人 祸封大司马者两人 位列九卿者六人 至于家世中贤 可以出入皇宫 宇文朝政者 更是多达十几人之多 当初汉埃帝 作为汉成帝四子继位 家尊汉成帝的生母 王正军为太皇太后 汉成帝的正室赵飞燕为皇太后 等他用自家外戚取代了王家 控制住朝廷之后 就加封自己的母亲丁氏为帝太后 未同皇太后 祖母傅昭仪为皇太太后 未同太皇太后 在汉埃帝的皇宫之中 竟然出现了前无古人 后无来久的四太后 并历的局面 汉埃帝的亲生父亲 定逃公王刘康 也被追尊为贡皇 在长安立庙祭祀 霍封皇太太后的 傅昭仪更是日益骄横 在王正军面前 连装模作样的客气都免了 甚至直呼王正军为 也就是老太婆的意思 虽然王正军本人宽然大度 对于傅昭仪的咄咄逼人 一直忍气吞声 但是他的执奏 王莽心里明白 自己手中的权柄 完全出自于姑妈的政治地位 断然不能让步 因此在一次 为阳公打宴的时候 傅昭仪作为皇太太后 和太皇太后王正军 并列出席 见此刑警 王莽就站出来了 说傅氏不过是藩国的太后 怎么能和太皇太后平起平坐 然而此时 王家在朝廷上的势力 早已是今非昔比 因此王莽不仅没能震慑住傅家 反而是被汉埃帝的亲心大臣弹劾 说他不知道尊崇皇太太后的尊号 损伤了皇帝陛下的孝道 因此被免去官职 遣回封地 王莽回乡期间 他的二儿子王霍因故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奴仆 其实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 主人杀死奴仆 因为有着所谓的尊卑有别 所以罪不至此 但是王莽为了避免给政敌留下攻击的口实 还是强迫王霍自杀了 王霍死后 王莽也获得了人们大义灭亲的称赞 而汉埃帝在位仅仅六年就驾崩了 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留下的只有他和董贤断秀的传说 这位大约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浩南风的皇帝去世之后 王家重新得势 汉埃帝刚一驾崩 太皇太后王正军立刻下召 招王莽回朝 共议新军人选 最终当年被傅昭仪迫害致死的冯昭仪的孙子 年仅八岁的中山王刘七子 作为汉成帝的第二个四子 入京继位 这就是西汉最后一位正式登基了的皇帝 汉平帝刘看 汉平帝继位之后 王正军和王莽孤直 吸取了之前汉埃帝的教训 作为辅政大臣的王莽 借汉平帝的名义 封汉平帝的母亲魏氏 为中山王太后 几个舅舅也都被封为关内侯 但是都不许进京 只能留在自己的封地 因此王莽的长子王宇认为 如果强行让平帝母子分离 就会招致平帝的怨恨 将来汉平帝成年亲政 就会对王家不利 所以王宇就去劝说父亲 同意魏氏进京陪伴平帝 但是却被王莽拒绝 王宇显然压根就没有看清 他父亲真正的雄心壮志 所以呢 他就给汉平帝的一个舅舅 魏宝写了封信 告诉他 让魏氏给朝廷上表谢恩 同时痛斥汉埃帝时期 傅丁两家 表示自己绝不会效仿 但是等到魏家的谢恩表 递到长安之后 时辰大海再无消息 这时候王宇的老师吴章 就给王宇出了个主意 说可以利用王莽迷信鬼神 来劝谏他 于是王宇就请自己的七舅吕宽 趁着夜里悄悄地到王莽的府门外 涂抹猪血等个呜 结果吕宽涂猪血的时候 被王莽府上的侍卫给发现 给抓住 更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王莽在得到报告之后 竟然逼迫王宇自杀 然后把吴章和吕宽都下了大狱 直到这时候 王莽真正的政治野心 才暴露在世人面前 之后王莽以此为理由 罗之罪名诬陷汉平帝的舅舅魏宝 魏玄与朝城勾结 想要发动政变 最后魏宝魏玄自杀 朝中对王莽有所不满 不够恭敬的大臣 也都因此被一扫而空 接着王莽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汉平帝 这样王莽就不仅仅是 太皇太后的职责 同时更是增加了国账的身份 却如王宇当年所料 汉平帝长大之后 果然对王莽日渐不满 但是汉平帝在位也只有六年 就突然去世 年仅14岁 因此就有人认为 汉平帝是被王莽给毒死 汉平帝死后 王莽做主 改立他辜负汉元帝的义母帝 处孝王刘萧的曾孙刘英为皇帝 因为当时刘英年仅两岁 所以并没有正式登基 只是被策立为皇太子 然后由王莽奢政 称为赦皇帝 改缘居赦 之后朝中大臣 甚至是民间百姓 纷纷请求王莽当皇帝 甚至有人在汉朝的太庙里 发现了一个铜侠 里面写着 汉高祖让位王莽 于是王莽就让自己的堂弟 王顺去找太皇太后 索要传国遇袭 传说战国末年 楚国人变和 发现了一块宝玉 献给了楚文王 就是和氏璧 后来和氏璧 辗转落入到了赵徽文王手中 于是就有了令相如 完璧归赵的典故 再后来秦国灭照 和氏璧 终归秦国所有 等到了秦始皇称帝的时候 秦始皇就命令工匠 把和氏璧雕刻成喜 并且在上面刻上了 丞相李斯所写的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八个传字 这便是后来 中国皇帝世代相传的 传国遇袭 王莽让王顺去索要遇袭 直到这时候 一直作为王莽 正值后盾的 太皇太后王正军 才终于明白了王莽 真正的野心所在 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他只能痛骂王顺 说咱们一家 正是因为是汉朝的外戚 这才能够挤待富贵 现在你们不想着 报答汉事 反而趁着人家 向你们脱孤的机会 夺取汉家的江山社稷 真是忘恩复义到了极脸 猪狗不如 这世上怎么会有 你们兄弟这样的人 如果王莽真的觉得 自己是受天命而称帝 那他就应该自己 星刻遇袭 为什么还要要汉朝的 王国不祥之物呢 我是一个快要死了的老太太 我是刘家的寡妇 我要留着这颗喜 陪葬 我绝不给你们 说完 王正军就痛哭了起来 周围的宫女太监 也都陪着落来 王顺站在那儿 也是半天无话可说 最后他说 侄儿的确是无话可说了 但是王莽认定了 一定要拿到这颗玉玺 难道姑妈到死都不交出来吗 最后王正军也是没有办法 只都命人取来玉玺 然后亲手摔在了地上 结果崩掉了玉玺的一个脚 就这样王莽终于还是拿到了玉玺 然后王莽让工匠用金子补上了玉玺缺的一脚 据说中文中金香玉一词 原意本指的就是这封传国玉玺 公元九年农历十二月鬼友 也就是公历的一月十号 王莽正式称帝 改国号为新 改元始建国 改封刘英为安定宫 西汉王朝的历史自然也就到此终结